德利公司爆出丑闻了 呵呵呵 挺好的 荣志康呵呵一笑 心底却是在想张先生动作真是太快了 说让新的珠宝公司取代德利公司的位置 这马上就开始动手了 三个星期真是让人期待 明知道这不可能 可是因为有张先生的缘故 荣志康又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他特别的期待 这一晚上刘若彤都没睡好 甚至他的房门都没有关 卧室门也是开着的 可是这一晚上没有人进来 原本以为张先生会想其他的男人那样 把他留下来会对他有所企图 可是他想错了了 原本以为自己的容貌 在这世界上 估计再含有比自己更美的人 可是 昨天被张先生的一个丫鬟 疯狂地打脸了 自己算到了什么 张先生的丫鬟 那才是真的美 估计天上人间再也没有这么美的人 唉 带着这样心思 刘若彤一夜都没睡好 天不亮就被花月饮觉醒来 然后见到荣乐成 被他用砖机送到了国外 而在路上荣乐成告诉他 以后 他们就是合作伙伴 新的珠宝公司已经成立了 就叫东美珠宝 而他们会帮他成为世界小姐的冠军 他的任务 就是把东美的名气打出去 让他取代德利公司 让东美把德利公司的业务都抢过来 荣乐成的话让刘若彤是恍恍惚惚的 一直在问他 可能吗 这能行吗 能行的 有张先生的人帮忙 一定能行的 荣乐成对于张凡更是迷之自信 他觉得张先生就是无所不能的 只要张先生说过的事情 那就一定能成功 他的情绪也影响了刘若彤 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德利要是被东美取代 那么安娜对他做的那些事情都会得到最重的反击 他会报仇的 这一切都因为有张先生的支持 有强大后台的感觉真好 珠宝公司的事情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而张凡的日子过得还是那么悠闲 喝茶靠在沙发上刷手机 他刷到的一个新闻 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这是关于德利珠宝公司的一个丑闻 就是他们买通的评委和其中的二个评委有不正当的交易 甚至还有那二个评委说说贿赂的证据 而调查局已经着手调查这事情 这二个评委被撤掉了世界小姐大赛评委的资格 而且有人爆料 上一次比赛舞台倒塌事故 不是因为质量问题 是有人为的因素 甚至有人放出一些证据 这些证据居然指向了这一次 参加比赛的德利集团的小公主安娜小姐 正在人们惊讶德利公司怎么这样无耻的时候 还有更加劲爆的消息 有机构检测出来 德利公司这一次推出新品蓝宝石项链的原石里 检测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有专家指出 若是长时间佩戴这种蓝宝石 会有致癌的风险 而德利公司则发律师函 表示要把这个专家告上法庭等等 一时间德利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他的股价一天市值蒸发了将近50亿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与此同时 被人众人瞩目的世界小姐竞选者 传闻已经出院的刘若彤小姐 再次闪亮出新发布会 而在发布会上的刘若彤小姐 美帝简直让人仰望 那种美 比在世界小姐比赛的时候 美帝更有气质 美帝不可方物 让人不敢直视 偏偏这让所有人 惊讶的刘若彤小姐 却低调谦虚的不像话 这迅速赢得世界的目光 也让他赢得了不少的粉丝 一下子高居话题榜 成为热搜榜的头条 也有人迅速指出 刘若彤小姐受了那么重的伤 不可能几天就完好无损 而且容貌更胜以往 这心跳出来的人 肯定不是刘若彤小姐 而且 她也有可能是整容 世界小姐应该是纯天然的 而不是假脸 类似于这样说法也很多 这就让刘若彤 有了更多的话题和争议 而这个时候 刘若彤表示自己签约了 东美珠宝 成为东美珠宝的代言人 三天后 东美珠宝将有一场面 对全世界现场直播的发布会 到时候 请大家一起观看 刘若彤的此时身上 自带的那种热度 让东美珠宝 也一下子被不少人记住了 有人开始 有点期待这个东美公司的来历 可有人查到 只是国内将成 一个在国际上 并不出名的珠宝公司 很多人都有些失望 觉得这个刘若彤可惜了 像她现在这么高的流量 几乎就是话题女王 这样的好机会 完全可以签约一家 国际上出名的珠宝公司 而不是像这样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至少在刘若彤之前 还没有谁听说过 东美珠宝公司 可是这刘若彤 像是铁了心一般 有她的地方 就会提到这个 东美珠宝公司 而且在出席宴会的时候 身上的带的珠宝 璀璨夺目 让人目不转睛 那些珠宝质量 让人择舌 特别是识货的人 一看恨不得拿放大镜去看 而且 珠宝人相互映衬 美帝精心夺目 让人印象深刻 各大媒体视频网站杂志 都在拍刘若彤和东美珠宝 而美的不可放物的刘若彤 持续地在媒体视上 被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 这个时候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那个东方美女刘若彤 还有她身上佩戴的东美珠宝 荣家的钱开始运转起来 别人怎么也没想到 国内江城的一个家族 居然那么有实力 大把大把地撒钱给东美造势 对于国外的市场 是势在必得 原本已经被拖延的世界小姐总决赛 也要再一次换一个地点召开 这一次刘若彤是呼声最高的 夺冠热门的选手 一直关注这些人 许子军非常的兴奋 和张凡在一起的时候 就喜欢聊刘若彤 而张凡看着许子军兴致勃勃的模样 心情也变得不错 而这个时候 荣志康满脸笑容地走进雅居阁 看到张凡的时候 冲着他恭敬的弯腰 张先生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一嫁 何事 世界小姐决赛后 我们会举办东美公司第一次宴会 不知道 到时候 张先生肯不肯一嫁去国外 一切我来安排 荣志康有些紧张 虽然一直在张凡的手下办事 也经手几百上千亿的资产 但是他心底 对于邀请张凡去东美的发布会 还是没有把握 心底异常地忐忑不安 怕东美事情太小 张先生不放在心上 但是东美对于他来说 是荣家海外布局的开始 而且 有那么好的原石做材料 他相信 东美可以一炮打响 可以让张先生看一下 他们荣家现在的发展 国外 世界小姐总决赛 是荣乐城那小子搞的东美 哈哈 真好 张哥 张哥去吧 去吧 国外的海鲜 直接从大海中捞起来的 味道更鲜美 张凡还在喝茶 还没有决定去不去 一边的徐子军提了海鲜 这对于吃货的张凡来说 倒是真有点心动 他以前可没机会 出国去海边海岛上玩 闲着也是闲着 那就去一趟吧 天地当铺万一有客人 他也可以随时进去处理 嗯 那你来安排 我要住在海岛上 然后找一个可以潜水捕捞龙虾的地方 也可以晒晒太阳 在沙滩上玩的地方 我想顺便去度假 是 是 我一定给你安排好 荣志康听到张凡愿意去度假的时候 顺便去看看 这回是喜出望外 连声答应着 赶紧回去安排人 给张先生包一个海岛酒店 来满足他一切的需求 让他度假能玩得开开心心的 既然张凡答应过去 这边的徐子军 自然也是要跟着过去 顺便七姐妹中的红猪和绿猪两个人 张凡也打算带过去 沉原里留下 剩下几姐妹就可以了 荣家的专机 直接把张凡 送到一个海岛之上 这个海岛距离陆地飞机 也就半个小时 整个岛上都是树木 岛屿的面积也不小 岛屿四面领海 一边都是礁石和悬崖峭壁 那边是海鸟的天堂 海岛的另外一边是沙滩 一眼看不到边的沙滩 无比的干净 路边种着椰子树 树底下不远的地方 都是一把把的躺椅 还有专门的小木屋 放置着饮料 以及一些可以提供的食物 在沙滩那边 可以潜水 一眼看过无味蓝的大海 清澈干净地 让人想流泪 张凡在没有成为 天地当铺的主人时候 也不过一个凡夫俗子 也没有机会 来过国外的海滩上休闲 这一次看到这海岛的坏景 立刻就觉得很满意 这边实在是太干净了 而且荣家的人 提前进行了倾倒 让这个海岛 最近不要接待任何人 只负责张凡他们一行人 就好 所以下飞机的时候 海岛上一二百个服务性人员 骑刷刷地督战机场迎接张凡 那些人高得矮得胖得瘦得 一个个蓝色的眼睛 金黄的头发 发音有些含糊地喊着 欢迎 欢迎 欢迎用的是中文 但是发音不标准 就让刚下飞机的张凡 忍不住笑了 转身再看那些迎接的人 其中以漂亮的金发女郎最多 这些人个子都挺高的 一个个足有一米七以上 这让身材娇小的绿珠 都好奇地看他们 觉得十分地惊讶 原来外国的女人长 这个模样 皮肤好白 那里好大 个子也好高 张凡也有这种感慨 这荣家办事还不错 踏上海岛的一瞬间 他深呼吸几口空气 就感觉到神清气爽 估计是这里四面领海 树木茂盛的缘故 这里的环境和空气相当好在 这让张凡觉得很舒服 让他们都散开吧 张凡冲着荣志康点点头 然后在一个高挑个子 足有一米七八金发 碧眼姑娘的带领下 走进这海岛里 金碧辉煌的大厅 这个大厅有五层楼那么高 天穷之上的壁画 都是天使在上面飞 还有爱情之神 以及古希腊中的神话人物 看起来真个人 就像是置身在神话之中 有一种走入神端的感觉 红珠的眼睛眯了一下 仰着头对着上面的壁画 看了许久 一直到众人都要进电梯的时候 他才被绿珠一把拉着 一起跟着张凡进了电梯 他们被安排在三十八楼 这栋大楼一共有三十九层 但此时这一栋楼 其实就张凡他们这一行客人 而荣志康则在全城陪同中 花月影和白无常 则在协助荣乐城 必要的时候 协助他取证调查 得力公司的一些黑幕 要想取代他 必须先得找出他的弱点 张先生 明天就是世界小姐的决赛 我们这么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你有兴趣参加吗 张凡的行程 都是荣志康在安排 而他还得提前问一下张凡的意思 看怎么安排 不了 我在这岛上休息几天就好 我只出席东美的发布会 然后晚几天回国 张凡觉得 刘若彤那真是小事一桩 而他主要是来度假的 顺便参加一下东美珠宝的发布会 至于其他的 对于他来说 都不值得一提 是 荣志康退下去了 张凡看着天色不早 打算先休息 而绿珠和红珠则觉得这边很有趣 打算四处看看 天庭之上广寒宫中 嫦娥有些疲惫 任谁这样日夜奔波 还不时去凡间伺候张凡 都会觉得特别的累 嫦娥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她靠在宽大的贵妃踏边 准备打个盹 却见玉兔慌张的一阵小跑进来 却是叫了一声不好了 仙子 大事不好了 托塔天王怒气冲冲地说要见你 并且表示 要去玉帝那边告狱状 说你故意藐视他们李家 非要在玉帝那边讨要一个说法 这可怎么办才好 玉兔这会也是急得团团转 托塔天王李静可不是一般的神仙 他身居高位 一门三子 各个本领高强 特别是小儿子哪吒 简直就是一个混世魔王 没有事情都能找点事情出来 看他怒气冲冲 一副问罪的模样 连玉兔都不知道 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他李天王 还得他要向玉帝讨要说法 快 先请李天王进来坐 好生招待 问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如此生气 对了 你一会去请吴刚将军过来 帮我陪一下李天王 好歹人多他不至于当场翻脸 此时的嫦娥也很头疼 因为这个李天王性情暴躁 脾气很大 但是这天宫之中 他也不能一手遮天 自己和李天王也是一殿之臣 要是自己没有大的错处 李天王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但怕就是怕 他有好多天不在天宫之中 怕有什么疏忽的地方 这会请吴刚过来 当个合室楼 有什么话慢慢说 免得非要闹到玉帝那边去 李静手中拖着一个宝塔 怒气冲冲地来到了广寒宫中 而那边玉兔赶紧去请吴刚来救急 好你个嫦娥仙子 我李静平日里 对你也是有几分尊重 你可倒好 昨日居然当众打我的脸面 出而反而如同小人一般 你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们就去见玉帝去 让玉帝评评理 谁对谁错 李静手握重兵 官职也不小 但是平时日 也少见像这样怒气冲冲 一上来就兴师问罪 这让嫦娥的心里咯噔一声 连忙把人请进了广寒宫中 还不住地向外张望 希望吴刚快点来 好歹也有个见证人 李天王大驾光临 还请用一杯桂花茶吸吸火 有话慢慢说 嫦娥这会也只能打起精神 陪着笑脸请李天王坐下 一切慢慢说 谁知道那桂花茶 还没端到李天王面前 却见他手一扬起 却是把嫦娥那杯桂花茶 泼在了地上 白玉杯子哐当一声落在了地上 嫦娥脸色一变 气得浑身发抖 眼泪都快要落下来 这李静简直欺人太甚 自己向他敬茶 他居然把茶杯扔到了地上 当下嫦娥也没有笑脸了 而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李天王 我自问对你十分恭敬 我何曾做错过什么 让你如此对我 嫦娥这边也十分气愤 说话间也带着几分的冷意 这要巧 李天王也在这里 我今天这是来得不错巧呀 要不 改天再来拜访嫦娥仙子 吴刚爽朗的声音传来 却是化解此时的尴尬的气氛 那李天王一见是最玉帝 最信任的吴刚 想着他也是将军 还和自己平时也还不错 这回正好做一个见证 免得被人说 自己欺负嫦娥 吴将军 你来得正好 来来 赶紧过来给我评评脸 嫦娥仙子这次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要不是太过分 我也不会找上门来 拖塔李天王 这回拉着吴刚 就不让他离开 而是向他说起自己这次 来兴师问罪的原因 原来 昨天是李天王的妻子 也就是哪吒的母亲生日 他决定好好的给妻子 操办一个生日宴 所有提前一个月 天王府就在操办各种事宜 李天王为了让妻子高兴 特意打算 请广涵宫的嫦娥仙子 来歌舞一番 为此 他特意 让管家带着重礼 和请帖送到广涵宫 然后这边有人收了礼物和请帖 说是会送给仙子看 那边管家得了回复后 就告诉了李天王 以前类似这样情况 都是他们送请帖和重礼 来广涵宫 有时候 就算是请不到嫦娥姑娘 玉兔也会带着广涵宫的仙子 前来助兴 如果嫦娥姑娘有事情 确实来不了 嫦娥也会派遣人主动来说一声 并且把礼物退回去 这在天宫几千年 都是这样来的 所有李天王 也没有多想 等了几天 没见广涵宫退回礼物 就以为嫦娥这次是答应了 后面派管家来确定过一次 就等着妻子生日的时候 好好地庆祝一番 给妻子一个惊喜 谁知道昨天 李天王都当着儿子妻子的面 说是特意请了 广涵宫的嫦娥仙子来助兴 却没想到等了一天 都没有看到广涵宫的人 也没看到广涵宫的哪位仙子 来说一声 这让李静决定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碍于当天是妻子的生日 今日一早 他就匆匆地来到广涵宫兴尸问罪 吴将军 我当时考虑到嫦娥仙子的身份 送来的可是我而化为 连身后剩下的一截白脸藕 那可是天地间的质宝 不但可以养颜美容 还可以炼制身外化身的好材料 我李家也仅此一件啊 谁知道这嫦娥收了我的礼物 但是人不但没来 连一个招呼都没打 你说 这可气不可气 李静这会是吹胡须瞪眼 无比的气氛 只觉得自己被嫦娥欺骗了 送来的可是至宝呀 那边的嫦娥是傻眼啊 哪吒是莲花身 那莲花也不是凡物 是当年哪吒的师父 太以真人苦心求来的宝贝 没想到给哪吒换了身体之后 还能留下一截 而这一截莲藕 居然被李静送到自己这边来 让昨天给他妻子诛心 不不 我从没有收到过李天王的礼物 这是不是误会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也是刚回广汉宫不久 前阵子我并不在 嫦娥也急了 她真的是很冤枉呀 前阵子 她真的不在广汉宫呀 这李静的礼物 她真的没看到过 而且也没有收到过 这 这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此时但是嫦娥又气又急 想了一下 马上喊来玉兔 询问李静送礼的事情 而玉兔这回也愣住了 仙子 我们真的没收到过李天王的礼物呀 还有秦帖 不可能 嫦娥仙子 你是要灭掉我的宝贝 岂有此理 我家的管家是亲手送来的 你们这边接收的礼物和请帖 就在十天前 对 就是十天前的一大早 李静此时差点就炸了 什么 礼物和请帖送到后嫦娥 居然说没送到 吴刚此时也算是明白了 原来是这里出了问题 建议让李天王家的管家过来 指认一下 那天到底是谁接的礼物 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广寒宫上下所有人都来了 但是李天王的管家却表示 没看到那天的那个仙子 那天 我敲门 是广寒宫的仙子出来和我行礼 并且收下了礼物 是从你们广寒宫走出来的人 我可以用性命担保 那管家信誓旦旦地说 嫦娥脸都黑了 而一边的吴刚 却是像想起了什么 不由打了一个寒战 你们找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莲香的宫女不在了 吴刚一说到莲香 玉兔恍然大悟 对呀 莲香不在了 他好像上次去 吴刚宫中送口信后 就再也没回来过 他们一直以为他 还在吴刚那边 此时看来 这个人怕是有问题 快查看一下 十天前 是谁在广寒宫中值班 是莲香 就是莲香 咦 吴大哥 你怎么知道 是莲香失踪了 吴刚苦笑一下 这阵子 他一直在调查天亭中 谁不在 谁偷偷溜下了凡间 而这个莲香 就被他注意到了 只是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大 居然把李婧送给嫦娥的礼物 给节留下来 然后带着那宝物 私自下凡了 而且 这次似乎他走的是时候 怕是到时候 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 莫不是那个莲香 提前听到了什么 要不然 胆子怎么这么大 那我去捉拿这个莲香 绝对不会放过他 这东西十有八九 怕是落在他的手里了 李婧此时的脸色也很难看 等那莲香的画像 被管家认出来 就是那天接待他的仙子后 李婧是再也忍不住了 要去捉拿莲香 且慢 李天王先不要着急 我保证把莲香给你找出来 只是 你稍安勿躁 还需要等待一些时间 因为 吴刚把李婧拉扯到一边去 然后对着他一阵低语 说得李婧连连点头 在看嫦娥仙子的时候 就有些不好意思 冲着嫦娥拱手行李 嫦娥仙子 实在是没想到 这是个误会 我错怪你了 只是这莲香是你广寒宫的仙子 出了这样的事情 谁也没想到 所有这事 咱们还是得听吴刚的 今日是我失礼 等抓住莲香 我再来给你慎重的赔礼 李靖这边 连连冲着嫦娥赔礼道歉 并且表示 抓住莲香后 再给他赔礼 李靖走的时候 还和吴刚打了一个招呼 而那边的嫦娥 对着吴刚失礼 感激不尽 多谢吴刚大哥仗义援手 要不是你 我这次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了 嫦娥仙子 此时真的好委屈 用衣袖擦拭了一下眼角后 再看了一边的玉兔 一眼皱眉 我不在广汉宫的日子里 你居然让莲香偷拿了 李天王的宝贝 私自下凡间 要不是吴刚将军发现 我还被李靖大人误会着 你管理不言 该当何罪 嫦娥此时气愤异常 因为她离开广汉宫的时候 一切都是交给了玉兔在打理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情 玉兔难逃责任 嫦娥这话一说 玉兔已经跪下来了 一边的吴刚连连摆手 示意嫦娥一边说话 吴刚帮了嫦娥大忙 想着她一直和玉兔关系颇好 这次怕是要向自己替玉兔求情 只是让嫦娥没想到的是 吴刚说出那样一番话来 嫦娥仙子 你广汉宫中本来出了一个怜香下见 这个玉兔怕也要下凡去了 只因为我领了旨意 今日怕是要把这些人安排依二 吴刚的话语让嫦娥有些迷糊 刚想多问几句 却听到吴刚又说了四个字 天地当铺 一听到这四个字 嫦娥俩色一边 一下子吃惊地看着吴刚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知道天地当铺 或者 她这段时间步步高升春风得意 难道是 可是这些嫦娥还不敢猜想 就见吴刚表示 她一会离开的时候 要把玉兔带走 而且很快会让玉兔回归先位 因为想着天地当铺四个字 嫦娥心底存疑 看吴刚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她感觉吴刚话里有话 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隐瞒着自己 可此时又不知道从何问起 而且不知道 吴刚知不知道 自己堂堂广寒宫之主 居然是天地当铺的奴婢 因为心底不安 嫦娥就没有再追问这些 她哪里知道 晚上吴刚就在那个海岛上 拜见了张凡 尊主 我已经查明了 佛祖派出四个子弟 去东土大唐传教 而玉帝这边 让在帮着安排一些事情 就是在路上派遣一些 天上不起眼的神仙 说他们是私自下凡 然后对佛祖这四个弟子 加以阻挠 不让他们去东土大唐传教 毕竟福道三清 本来不是一家 吴刚此时说起 玉帝吩咐下来事情 觉得是理所当然 只是这事情 能落到了张凡的耳朵里 却是另外一种感觉 佛祖派弟子去东土大唐 不是东土大唐的和尚 去西天取经 反了 居然反了 张凡惊呼一声 没想到传说中的西游记 应该叫东游记 是佛祖派子弟 去东土大唐传教 而不是东土大唐的和尚 去西天取经 那只猴子 是不是也在 还有他的金箍棒 当年也是从天地当铺借走的 还有那金铲子 他也是天地当铺的欠债人 这次终于有他们的消息了 不过这几个人法力可不低 想从他们身上 把以前的欠债给要回来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他们东土传教 玉帝又横插了一手 要和佛祖斗法 偏偏负责安排的人 又是天地当铺的奴仆吴刚 这倒是给天地当铺 很多机会 张凡觉得 可以坐在一边 静等和棒相争渔翁得利 趁机把以前属于天地当铺的欠债 给收回来 只要实际把握得好 这完全可行 尊主 这次嫦娥宫中 有一个叫怜香的宫女 也私自下凡了 而且 我打算安排玉兔也下凡 也算是 借着玉帝给的这个机会 安排一下我们的人 尊主还有什么指示 我那边还有蜘蛛精妻姐妹 以及杏仙 还有黑熊精 被我安排在黑风洞中 你可以联系安排一下 这些都算是天地当铺的人 让他们随时可以注意到 孙悟空金铲子的动向 吴刚虽并不知道西游记的走向 但是张凡却是一清二楚 只是没想到 这次变成东游记 只是人物都没变 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那几个人物没错 至于发生了什么故事 后人看到的 都不一定是真的 张凡这样一想 就很好解释了 是 尊主 我来安排 对了 上次你说过的那个会所 还有被困的黑熊精 我想 说不定和这一次天庭 以及佛祖那边的变动有关系 长期以来 两边的势力均衡 所以就很微妙 只要牵动其中的一个 就会引起其他的反应 我尝试一下 利用这些关系 吴刚砍了几千年的树 倒是让他有时间去静下来 思考很多问题 所以 此时他的洞察力和细心 出乎张凡的意料之外 这个吴刚有了开天府之后 真个人真的不一样了 好 你去办吧 有想不明白的事情 可以直接去找花月影 他可以随时进出天庭 而且他知道很多往事 对你行动肯定有帮助 既然决定趁着这个机会 把自己的人 安插到冬游记中 找机会拿回 属于天地当铺的那些东西 趁机发展实力 也把一些外债都收回来 所以 张凡对吴刚是大力支持 让他放手去干 估计玉帝做梦都不会想到 他提拔重用的殿前将军 居然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吴刚是悄无声息地退下了 张凡站在酒店的窗户边 低头朝着下面看去 只见茫茫的大海是漆黑一片 闪亮的灯塔 就像是黑暗中的星星 还在发着悠悠的光芒 整个海岛上此时 被灯光点缀着 就像是繁星点点 异常的美丽 电视里正在播放 将要在这个城市里 举行的世界小姐的总决赛的一些花絮新闻 近日来曝光率最高的就是刘若彤 今天她正在去福利院看望那些孤儿 并且素颜和给那些孤儿打饭 陪她们做游戏 这一清明的举动 为她赢得不少的粉丝和关注度 电视上 连一些国外的民众 也在不住地喊着 东美女孩 美貌的东方女孩 电视里高清晰的摄像头下面 刘若彤素颜并没有上妆 但是依旧美得惊心动魄 让全世界的人都在惊叹 这个东方女孩子的脸 就像是被天使吻过一样 实在是太美了 而在播放这个节目的时候 有人指出 刘若彤肯定是整形了 她的容貌 和刚开始参加比赛的时候 不一样 此时的容貌 要更美更漂亮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类似这样声音和质疑 在有心人故意推波助澜之下 也被更多的人注意到 张凡笑笑 这养颜单的效果是巨大的 这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就让刘若彤的脸 有了惊人的变化 不知道这个刘若彤 会不会感恩 张凡有些感兴趣地 翻看了一下刘若彤的微博 很快 由一条图片传出来 却是刘若彤 在健身房 挥汗如雨的照片 而在这些照片下面 配上了刘若彤的一句话 越运动 越美丽 这小丫头 不但有了一张美丽的脸颊 还有聪明的头脑 收了这一个灵魂和身体 倒是不亏 自己都知道 和交易人讨价还价 把利益最大化 以前天地当铺的主人 肯定收了不止一个奴仆 那么那些奴才 后来去哪里了 张凡想到这里 敲了敲桌面 觉得自己有空真的的 好好的看一看 把原本天地当铺的 收的奴仆看一看 把他们的力量 都聚集在一起 事被公办 张凡身揽腰 感觉有点累了 索性也没有理会 荣志康说是 安排什么活动 直接去睡下了 而花月影和白无常 则在想办法 完成张凡交给他们的任务 三个星期 让东美取代 得利公司 让东美成为 世界十大珠宝公司 公司经营上的事情 荣乐成会处理 但是关于 得利的一些黑幕证据 则是白无常负责收集 必要的时候 一点点地用这些证据 至于花月影 他的目光 则瞄准了世界上一些 豪门贵族和王室 这些人 才是得利集团 能站在世界十大珠宝品牌的 主要原因 因为这些人 才是这些珠宝消费的风向标 他们看中的喜欢的东西 才会被众多的人追捧 得利的背后支持者 是欧洲林恩家族的 这个家族 出过几个国家首领 首相之类的高官 而且和王室关系 非常的好 他们家族的女性 更是时尚杂志 和媒体的储 随便一张照片 随便一套衣服和首饰 都会被人津津乐道 在时尚圈子里 被广为流传 得利珠宝 就是被这个家族的 林恩夫人所喜欢 每次出席 重大宴会的时候 她都会戴上 这个得利珠宝 久而久之 得利珠宝 就成为了身份 和地位的象征 成为上流社会 追捧的对象 让普通人 以拥有一件 得利珠宝 为终生奋斗目标 得利珠宝 也因此 慢慢地挤进 十大珠宝行业 花月影这次去见的 就是林恩夫人 她没有像一般 珠宝商那样 向林恩夫人 推荐她们的珠宝 怎么漂亮 怎么罕见 怎么高贵 她是选了一个 晚宴的时候 直接就出现在 林恩夫人的化妆间 此时林恩夫人身边 有好几个仆役在忙碌着 还有化妆师 在一边帮着她 搭配着衣服 还有两个小时 他们要去迎接 今天来参加 林恩晚宴的客人 今天这场晚宴来的客人 非富即贵 而且还有王室的一些成员 虽然林恩夫人 一直走在 时尚的最前端 但是她今天 依旧不敢大意 很用心地搭配着 每一件衣服和首饰 珠宝还是用夫人 最喜欢的 得利珠宝 搭配你那件 粉白的碗礼服 只是得利 这次送来的 这件绿宝石 颜色差了点 要是再绿一些就好了 白色的碗礼服 配上深色的首饰 能显得 林恩夫人的皮肤 特别的白皙和高贵 不过 这已经是 得利公司 能送来最好的 绿宝石了 何况是专门 孝敬 林恩夫人的 所有化妆师的遗憾 并没有引起 林恩夫人的不快 她绝对 这绿宝石挺美的 她把那项链 戴在脖子上 让她引以为傲的皮肤 更加白皙美丽 只是对着镜子 左右欣赏的时候 一条绿的 发光的项链 像是有一种魔力 一下子 吸引了 林恩夫人的眼神 那化妆师 更是看着 那条美丽的项链 激动的话 都说不出来 这 项链中间的绿宝石 比祖母绿的成色更好 林恩家族的宴会 还没有开始 庄园门口 已经是车水马龙 很多限量版的豪车 让人移不开眼睛 亮如白皙的灯光 让那些 手挽着女伴的男人 显得非常气派 而他们挽着的女伴 不管是手腕处 还是脖子上耳朵上 都带着精美的首饰 能进出 林恩家族宴会的人 非富即贵 珠宝对于他们来说 就像是衣服一样 必不可少 每个女人 都把自己最好的珠宝戴上 希望能看到 别人异常羡慕的目光 能为身边的男人 争一些面子 也能为自己 收获更多羡慕的目光 欢迎 欢迎光临 今天的林恩夫人 光彩夺目地 站在大门口处 迎接着来的那些女兵 而她脖子上的那根项链 立刻引来不少人的赞叹 林恩夫人 得力新出的这款项链 还有吗 实在是太美了 这颗原石可真是罕见呀 比祖母绿颜色都要正嘛 有女兵的目光 落在了林恩夫人的项链上 眼神中都带着炙热 目光闪闪的 都舍不得移开 喜爱之心 就像是男人看到最美的女人 而且被这条项链吸引的 还不止一个女人 熟悉林恩夫人的都知道 她是得力珠宝最尊贵的客户 得力有什么新品上市 都会先送一些给她挑选 这是东美的珠宝 这是一套的 我觉得这些首饰比较配我 林恩夫人说话的时候 手腕上祖母绿的手镯 让她的手腕白皙亮丽 看得人眼睛都直了 这回不少人这才发现 林恩夫人手腕处 还有一对绿的 让人呼吸 都变得急促的手镯 那对手镯成色之好 让这些见过世面的贵妇人 都惊呼不已 直呼不可能 原本以为一条项链 已经是精品中的精品 毕竟像这样成色 这么好的原石 能有拇指大 已经是罕见 没想到林恩夫人居然有一套 不但有一对手镯 项链还有耳环 这样首饰随便拿出来一件 都是举世罕见 偏偏林恩夫人有一套这样首饰 就凭着这套首饰 今天来的女兵 没有一个能和她的首饰相提并论 林恩夫人享受到 久违的羡慕的目光 想着上一次有一个夫人 因为首饰比她的好 生生压过她一头 这一次 却是她赢了 女人最喜欢八卦 林恩夫人戴着那么耀眼的首饰 招呼着所有人女兵 不管是走到哪里 羡慕的目光都会停留在她的身上 东美 好像没有听说过 这个珠宝公司 质量怎么这么好 我知道东美珠宝 就是那个刘若彤代言的珠宝 只是没想到 珠宝款式和原石的质量这么好 倒是出乎人意料之外 我收到过东美地新品发布会的请帖 回头再找出来看看 新品发布会 我也去看看 既然是发布新品 万一有一二件像林恩夫人这样珠宝简陋 那就太好了 要不 到时候喊上我吧 反正我一直想买一件新衣的祖母绿的项链 我看东美珠宝原石质量真高 说不定是他们的采矿区的质量好 类似这样的话语 在宴会中不时地响起 从林恩夫人开始 在到来的那些女兵 一个个都在谈论着东美 甚至有的男人也竖起了耳朵 不时插嘴一句 而在今天来林恩夫人的宴会之前 很多贵妇人都没想去参加东美的发布会 但是经过这个宴会后 他们的心思都变了 觉得不管是用什么法子 一定要拿到东美新品发布会的入场券 最好在哪一个发布会上 要亮相的珠宝外形和介绍 这样有遇到心仪的 可以抢先下手 类似这样的事情 这二天在上流社会的一些宴会上 或者一些公共场合 不时发生着 东美珠宝的名字 在上流社会悄然地流传着 不少有身份有财力的贵妇人 都在帮着东美做宣传 而且 有人还提前看到了一些样品 或者提前佩戴上东美的珠宝 这让速度信息差点的贵妇人 心底都着急 生怕晚了一步 抢不到好东西 被圈子里的人质疑 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对于他们来说 珠宝也是他们打入圈子 在圈子里站稳脚步的一种方式 谁也不会允许自己的能力 被人质疑 东美珠宝 已经渐渐在上流社会被人知晓 而这些都是花月影的努力 至于荣乐城 则忙着积极地筹备着 东美地新品发布会 白无常忙着寻找得利公司 一些见不得人的黑幕 手下人都忙碌着 张凡到时很悠闲地享受着 在海岛的度假时光 他觉得是特别的惬意 蓝天白云蔚蓝的大海 还有郁郁匆匆被大树环绕的海岛 海鸥不时会发出声音 让人看着心情都会特别好 晒着太阳的张凡 觉得有点热 索性脱掉身上的上衣 光着脚踩在沙滩上 海浪一波波涌来 温柔地打在他的脚背上 痒痒得十分的舒服 张凡踩着海浪 一步步往海边走去 这里是浅海区域 沙子上偶尔还有一些贝壳 或者其他的海生物 踩在脚下十分的十分的舒服 而一个浪头涌来 一下子见到他的身上 那温暖的带着咸味的海水 把他的衣服全部都打湿了 张凡索性跳进了海水中 感受着大海把自己包裹起来 那种温暖和舒服 让他都忍不住 发出舒服的声音 好爽呀 怎么还没有鱼上钩 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鱼 就算是没有鱼 来几个大龙虾也是不错的 你们不是说岛上有大龙虾 手臂那么大的 距离张凡不远的徐子军 此时手里拿着海杆 正在钓鱼 只是看他 那不耐烦的模样就知道 他根本什么都没钓到 这会忍不住向旁边的巷岛抱怨 不是说 海岛上有各种美味的鱼 还有什么金枪鱼 以及手臂粗的大龙虾吗 怎么此时他什么都没看到 那些大鱼螃蟹龙虾 像是都躲起来了 一只都看不到了 他还想着给张哥 弄点最新鲜的本土的海鲜尝一尝 怕是没希望了 徐子军很失望 那边的张凡 却是在很大声地喊他 拿往来 往兜 这边有龙虾 在海水中的张凡 很大声音地喊 那边的红猪和绿猪姐妹两人 赶紧拿着这岛上准备的网兜 递给了张凡 却见他伸手在海水中捞了几下 等到举起手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手持的网兜里 一只笔小孩子手臂 还粗的澳洲大龙虾 大家子还在挥舞着 此时已经被抓出了水面 看那个投足有好几斤重 尹德带着徐子军钓鱼的向导 发出一阵惊呼声 好大的龙虾王 看 我说 这海里有龙虾吧 徐先生 你也可以尝试下海去抓 那向导被徐子军埋怨了许久 这会脸上虽然笑嘻嘻的 但是心底却有些不满 这里是前海区域 平时游客在这里细水玩耍 虽然最近一二天 这里没什么游客玩耍 安静了许多 但是这里的大龙虾 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平时那些抓捕大龙虾的渔民 也是提前找好龙虾爱捕时的地方 扔下捕捉龙虾的笼子 往往十多个笼子里 只能抓住一两只龙虾 都算是运气好的 因为龙虾贵 捕捞的人多 而且这前海区域并不是很多 所有张凡随手就能抓住大龙虾 引得那向导是嘖嘖称奇 甚至鼓励徐子军也跟着去抓龙虾 免得一直在抱怨 根本就钓不到鱼 走 我给张德打下手 专门帮助装龙虾 徐子军这会也兴冲冲地表示 他要帮着张凡专门装龙虾 并且把自己的笼子也贡献出来了 只有那向导暗中摇头 嘴角露出笑容 这几个东方人实在是太搞笑了 大龙虾哪有那么好抓 真的好抓的话 他也去做渔民了 这些没下过海的人 才会觉得海里的龙虾多 那都是骗人的 这地方能偶尔碰到一只龙虾 都是撞了大鱼 张哥 这只大龙虾我给你清蒸 就是分量有点少 你再抓二只 让大家都跟着尝尝先 我们这次来这边的人可不少呀 一只大龙虾本来有二三斤重 看着很大 但是能吃的虾肉 其实并不是很多 夸张一点 一个成年人 一只虾还吃不饱 而他们来的人可不少 怎么着每个人都要尝尝先 好 你准备工具 装龙虾 我感觉这海底的龙虾 还是不少的 还有一些帝王蟹 顺便也抓一点 让花月影他们尝一下你的手艺 张凡懒洋洋的说看一句 其实他有控水的能力 这大海之中 他就是王者 能search控制着水势 也能看到水中各种的鱼类 和龙虾螃蟹等等 这边龙虾不多 但是他可以从远处赶一些过来 而且 不行他可以search控制着海水 给他到处找呀 只要是看到大个头的龙虾 都用海水包裹着 直接往他的鱼网下面送 这些变化 别人根本就不会想到 只是看到张凡 突然又举起了网兜 里面又多了一只 三四斤张牙五肘 五彩斑斓的澳洲大龙虾 又抓住一只了 子军赶紧拿东西装龙虾 别弄死弄伤了 张凡大声地喊着 那边的向导都惊讶了 他们运气可真好 居然又抓住一只 这 专门抓捕龙虾的渔民 运气都没有他们这么好 上帝保佑你们 你们运气真好 这样个头的大龙虾 其实很少见了 数量并不多 向导先目地看着他们 这话还没说完 张凡又从海里 抓到一只根大的龙虾 这一次足有四五斤重 这可把那向导吓坏了 天了 这海里 龙虾那么多吗 真的那么多吗 怎么看着他们的模样 似乎在养龙虾的池子里 想要多少就抓多少 这也太让人惊讶了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 那向导点骑脚尖 看向海里 似乎也想发现 大龙虾的踪迹 可惜 他这个位置 注定了什么都看不到 快 拿东西来装龙虾 好几只了 一只个头比一只大 徐子军向娜娜向导招手 让他赶紧让多准备 装龙虾和鱼的工具 这酒店刚好有配置这样的车 只是还没见过那个客人来海岛上度假 能抓那么多大龙虾的 酒店有几个金发的小姑娘 也跑过来看热闹 毕竟在他们印象中 东方人胆子想能下海就不错了 抓鱼抓龙虾 那是不存在的 而且这么大一个酒店 就住了张帆他们几个人 酒店的其他工作人员 都是为他们服务的 这些小姑娘借口来帮助装龙虾 其实就是想来看热闹 等他们带着增养鸡和装鱼的水箱赶过来的时候 海边已经热闹非凡的 围观的人可不守 不时有人发出一阵阵惊声 还有吹口哨的声音 也有人下海了 在海水中不停地尖叫着 哇 又抓住一只大龙虾 我看到了 看到了 太大了 有鱼 我天哪 好大一条石斑鱼 老虎斑 螃蟹 有螃蟹 大螃蟹 天啊 是不是要长潮了 这么的鱼怎么变多了 上帝啊 快来帮忙 有鱼抓鱼 抓龙虾 本来是张凡在海里尝试着抓大龙虾 到最后 似乎变成了一群人在海边狂欢 抓鱼抓虾抓螃蟹 来收获来自大海的馈赠 那边的徐子军笑得何不拢嘴巴 这里鱼怎么这么多 为什么刚才他们都不要鱼钩 真是欺负人了 中午就把他们都吃掉 吃掉 徐子军看着张凡异常的轻松 把那一只只的大龙虾和石斑鱼都抓起来 还有那帝王蟹 一下子都抓起来好多只 让人觉得 这一片大海中 这些东西 是无穷无尽的 让岸边的那巷岛 怎么都想不明白 原本已经很难捕捉到的鱼类和龙虾 怎么会变得这么多 难道他们一行人中 真的是上帝的蠢 或者是 他们之中有大海之子 张凡看众人开心 微微笑着 显得十分轻松 其实此时 他正在利用控水的能力 用海水把那一只只深海大龙虾 还有帝王蟹等用海水 包裹着 往他们这边送 所有才会让这里大家出现 有一种错觉 就是这个潜水区域 居然盛产大龙虾 不过在海底 用控水能力抓龙虾的张凡 突然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心蓬蓬地急促跳动起来 那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庞然大物 足有二三米长 相对于那些螃蟹和大龙虾 这东西给人相当的威慑力 甚至张凡可以感觉到 这东西 似乎停留在水中 在向他这边张望 甚至犹豫着 要不要逃离这片区域 可是 张凡怎么会让他走 他search 控制着海水 一下子包裹起那庞然大物 直接把那东西往潜水区拖 而这个时候 张凡才看清楚 被海水包裹着的 是一只巨大的金枪鱼 金枪鱼本来就被称为海洋黄金 这种鱼体型巨大 因为鱼肉美味 所有被人所喜爱 而且因为是深海鱼 捕捞并不容易 张凡在这里 遇到一只金枪鱼 自然是喜出望外 这条鱼这么大 应该有四五百斤重 肉乎乎地 让张凡看着就很喜欢 他操控着海水 金枪鱼往潜水驱送 而那边那巷岛和酒店的服务人员 正在兴高采烈地帮着运送大龙虾和帝王蟹 以及石斑鱼 这些鱼的个头都不大 一只不会超过五斤 就是石斑鱼一条的体重 也不会超过十斤 即便这样 已经让人欣喜若狂了 等到那金枪鱼 带着翻滚的浪花而至的时候 整个海边彻底沸腾了 我天 那是什么 我的眼睛 金枪鱼啊 是金枪鱼 快 有金枪鱼 我的上帝啊 怎么这么好运气 快 通知酒店所有闲杂人员都来帮忙 开船 金枪鱼在水里的力量特别强大 别让它跑了 快去通知大家 有一条巨大的金枪鱼 特别大 鱼王 类似于这样的声音不停地响起了 海边的人都彻底地沸腾了 到处喊叫着 抓住那金枪鱼 别让那鱼跑了 巨大的金枪鱼 在海底那就是霸王一般的存在 人的力量在他的面前 实在是太渺小了 所有这海岛上众人的经验 就是用捕鱼船去捕捞 至于靠个人 哪怕借助工具 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张凡不一样 他就徒手一只盯着那条金枪鱼 然后靠着控水能力 牢牢地束缚着这条金枪鱼 拖着这条鱼往海岸边送去 巷岛和酒店的工作人员 此时都沸腾了 大喊大叫的鱼 金枪鱼 有人开始拿着大叉子 想把这鱼插死 有的开着船去堵住那条鱼 有人在一边呐喊助威 整个海面显得热闹非凡 而那金枪鱼说来也怪 那么大的动静 可是他就没有逃走 只是在这个前海区域不停地打转 鱼王 抓住 抓住 徐子军在一边喊的声音都要嘶哑了 他实在是太激动了 虽然他是厨师 切过很多金枪鱼肉 但是那些金枪鱼 最多也是冷藏保鲜的 很少有像眼前这样活蹦乱跳的 简直让他直呼 要是抓住这金枪鱼 这食材也太棒了 他可以保证 所有人都没吃过 这最鲜美的金枪鱼 有鱼王在 加上张帆控水的能力 那只金枪鱼 几乎没有什么意外的 就被鱼王牢牢地抓住了 等到大家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这鱼送回到酒店后 有人特意地称了一下 这金枪鱼 居然有六百斤重 这个数字 让负责称重的本地人 惊呼一声后 赶紧拿手机 把这一幕给拍下了 天啊 上次有个船队 抓到一只五百斤重的金枪鱼 都上了新闻 我们这条更大更新鲜 这条鱼并没有死亡 酒店派出十多个厨师 开始处理这只金枪鱼 最好的鱼肉 都送给了许子军 让他来处理 而他们全程操作 都有人拍视频 很快有人把这视频 发到了网上 果然引得不少人点击评论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今年抓不到最大金枪鱼 有六百斤 下面评论的人更多 张凡他们这次抓不到的金枪鱼 刷新了最近几年 抓捕金枪鱼的最重的记录 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鱼王 除掉这刷新记录的金枪鱼 还有好多只的帝王蟹 以及澳洲大龙虾 和石斑鱼等 这些新鲜的食材 都被许子军利用起来 他要在这个酒店外面的花园里 给张凡开一个美食派对 而且剩下吃不完的那些金枪鱼 打算冰冻起来 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这鱼吃不完 送给大家吃 只要大海里有的鱼种 你想要什么样的食材 我都可以帮你弄到 在只有张凡和许子军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张凡似笑非笑地来了一句 这话说得豪气 让许子军又惊又喜 难怪他们今天能抓到 这么大的金枪鱼 原来是因为张凡的缘故 难怪 难怪 好 跟着张哥 我也大放一次 咱们吃不完的金枪鱼 都送给大家尝尝先 今晚上 来个热闹的宴会 反正那么多厨师 都可以派上用场 有张凡的一句话 许子军很快让人安排晚宴的事情 今晚上 他们在海岛的花园里 举行一个大型的自助餐美食派对 用的主要食材 就是张凡他们捞起来的金枪鱼 还有大龙虾等 因为数量太多了 所以新鲜的金枪鱼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足足有上百斤的鱼肉 雪白一片放在哪里 外国人吃海鲜 主要是就是蒸 吃海鲜的鲜味 但是张凡则想吃刷火锅 吃金枪鱼火锅 当然刷的 就是金枪鱼的肉 许子军为了照顾张凡的胃口 特意地弄了一个清淡的番茄锅底 还弄了一个麻辣锅底 帝王蟹则是直接清蒸 食斑鱼旁边 则是各种的酱料 可以随便搭配 但是张凡吃不惯酒店 那些厨师弄的口味 所以 这回他还是习惯 吃许子军做的鱼 把这金枪鱼刷火锅 七上八下 等到鱼肉微微有点变色的时候 沾一点酱料再放进口中 那种美味 简直让人回味无穷 有人竖起了大拇指 连吃惯山珍海味的融制糠 也不由对张凡竖起大拇指 连连赞好 张先生这弄到的金枪鱼 味道实在是绝了 太鲜美了 而且因为鱼分量够 这鱼肉呀 格外的鲜美 对了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还不知道张先生能不能答应 融制糠突然有些犹豫地来了一句 这让正在吃火锅的张凡 不由抬起了头 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我看这金枪鱼味道实在是太鲜美了 最近我在这边交了一些生意上的伙伴 所有想着 这还有剩下的一些鱼肉 能不能拿一些送人 特别是有几个朋友 简直就是美食家 对吃的特别在意 融制糠有些犹豫了说了一句 这也是他看到这五六百斤的金枪鱼 这么多人都吃不完 还剩下很多很多 而他也尝过这鱼 味道简直太棒了 刚好他在发愁 送一些什么礼物 几个生意上的伙伴 因为从手下带来的消息称 他的几个生意伙伴 比较喜欢美食 特别是一些罕见的食材 对于他们来说 才是最喜欢的 我是想要一些 张先生吃剩下的 不喜欢的那些金枪肉 你看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 你们想吃的话 我可以再抓 当然你要是觉得 那剩下的金枪鱼肉是好东西 你就拿去吧 那些东西过了今晚上 我都没胃口了 嫌弃不新鲜 在海边 对于张凡来说 想吃新鲜的金枪鱼的肉 简直不要太容易 何况 这条最大的金枪鱼肉 最好最嫩最鲜美的地方 已经被他取走了 剩下那些鱼肉 荣之康 喜欢全家拿去都行 那就太好了 张先生 我马上来安排 会取走一些宋人 让他们也尝尝 这种最好的 最大的金枪鱼 而且我让乐成运作一番 趁机打响一下 东美荣家的名声 最大的金枪鱼王 本来在新闻媒体上 已经被关注了 这要是被人知道 最后这些金枪鱼 被东美的荣家买下来 最后作为礼物送人 这收到礼物的人 该多面子 他们肯定没想到 这是张凡嫌弃的 金枪鱼的糟粕 真正的精华部分 其实已经被张凡 给吃掉了 果然晚上在张凡 还在刷火锅 吃自助餐的时候 收到容乐成的礼物 并且知道 这是最近几年 最大的金枪鱼肉 也是今天被新闻媒体 报道过的鱼王的时候 那些收到礼物的客人们 一个个 恨不得把容乐成抱起亲一下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这金枪鱼代表的 不仅仅是好吃的鲜美的鱼肉 而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并不是谁有地位有钱 就可以吃到这种金枪鱼 这可是鱼王 哪怕有几百斤 在世界上来说 也是极其罕见的 能够品尝一口 也值得让人吹嘘炫耀 很久的事情 享用完精美的晚餐后 张凡在海岛上散步 走出汗的时候 就找了一个凉亭坐下 刷了一下手机 就看到一个视频中 两个看起来派头很足的男人 手里端着一份金枪鱼 在哪里不停地介绍着 这鱼怎么珍贵罕见等等 张凡英语不太好 但是也可以感受到 那两人身上的自豪 也听到了东美 荣先生等字眼 那些人还竖起大拇指 他连蒙带猜 估计这二人手里端着 怕就是荣志康 送出去的金枪鱼 而那金枪鱼 哪怕隔着屏幕 张凡都可以判断出来 那是自己吃剩下 感觉味道不好的鱼肉 没想到这二个外国人 居然当成了宝贝 还在视频直播中 不停地炫耀 偏偏还有非常多的 围观评论 异常羡慕的模样 还有热情的讨论 这让张凡只觉得 外国人原来也是这样 爱慕虚荣 关键是 至于自己都嫌弃的 他们还当成了宝贝 哈哈 有趣 挺有趣的 张凡忍不住笑出了声 心情顿时好了许多 海风迎面吹来 让张凡觉得特别的舒爽 走走停停一路看过来 这海岛的环境真心好 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花 一次错落地开了 有一种黄色的夜来香 像芝麻一样 一朵朵地挂在枝干上 迎风招展 那沁人心脾的花香 环绕在张凡周围 这里果然是能让人 心情放松的好地方 舒服呀 张凡伸了一个懒腰 远远地看到 荣志康笑容满面地 匆匆走来了 看到他的时候 忙向他弯腰行礼 张先生 蒙你赏赐的那些金枪鱼 这次可是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收到礼物的朋友们 都异常高兴 甚至开始重新评估 东美的财力和实力 荣家在江城有钱 但是在国内或者国外 都是名声不鲜 所有东美珠宝公司 新品发布会 感兴趣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最多也就是 从林恩夫人哪里 一些上流社会的夫人和小姐们 有些期待和感兴趣 但是对于 其他财团的一些大佬们 他们则不是太感兴趣 毕竟觉得 荣家不过一个小虾米 根本不值得他们关注 但是 等到荣家送出鱼王 一般存在的金枪鱼肉 这就让人不得不正视 荣家的人脉和实力 毕竟 目前他们 也是刚刚才知道 在海上有人捞起来 一只巨大的金枪鱼 他们本地土著 还没有弄清楚 到底是谁不捞的 怎么买卖 或者通过谁 把这鱼弄到手 荣家已经把这鱼肉 送到他们的手里 一起送过去的 还有切割鱼肉的视频 这些都可以证明 送给他们的金枪鱼肉 是货真价实的鱼王 这鱼王代表的意义 可就不一样了 从这点小事上 就可以看出来 东美珠宝的老板 荣家的财力和势力 这让那些 本来做毕上官的财团大佬 不得不在心底重生 审视一下对荣家的态度 甚至有一二个客人表示 对荣家的产业很感兴趣 希望有机会合作 把荣家在国内的一些业务 发展到国外来 这对于荣家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也是快速打入 当地上流圈子的一个契机 一点小玩意而已 我吃剩下吃不完的 能物竞其用是最好的 东美新品发布会 是明天还是后天 张帆心情不错 问起东美的发布会的事情 张先生 是明天 你已经来这里一二天了 明天就是新品发布会了 不知道先生在这里住的 还习惯吗 下面的人有伺候不好的 你尽管告诉我 我来处理 和以前不一样 这一次 荣志康跟在张帆身边伺候 荣乐成却是代表荣家在外面行走 这海岛很不错 住着挺舒服的 张帆这话一说 荣志康移了一句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高兴的事情 赶紧上前了几步 这个海岛的老板 最近资金出来点问题 和我聊天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说 国内有钱人多 看谁又想买海岛的 他想出售这个岛屿 要是张先生喜欢的话 我把这个海岛帮你买下来可好 荣家一直在给张帆赚钱 而且有了张帆送给他们的财神也 荣家不显山不露水的 但是财富惊人 光存在国内外的黄金 和各种有价的证券 以及一些美金 数量就相当惊人 而且这一次 他们又从张帆这边 拿到一批原石 那些珠宝首饰的原石 看着也就几袋子 但是做成了项链耳环 或者首饰后 其实价值很惊人 就花月影拿到林恩夫人那边去的一套首饰 价值已经超过八千多万 这还不是最贵的 类似林恩夫人那样的首饰 还有很多套 这也是荣之康 一直想自己创建一个珠宝公司的缘故 因为张帆给他们的珠宝 原石质量太好 随便一件 就是可以媲美国宝籍的珠宝原石 这样的原石 制造成珠宝首饰后 那卖出去的价格非常高 而且 这现金流和中间利润都高得惊人 而荣家就是为张帆打理财富的人 对于张帆这样身价的人 一个海岛而已 只要他喜欢 自然是可以买的 哦 这海岛环境还挺不错 面积也够大 关键是 这里靠近深海区 海里出产太丰富了 我很喜欢 买就买吧 你出面来买 荣家既然是张帆的推出去的傀儡 所有这些明面上的交易 张帆都会交给他们来做 既然海岛的主人愿意卖 那就再好不过 买了就是 是 是 我回头就去处理 这海岛也不是很贵 一百多亿 嗨嗨 张先生 到时候我买海岛的时候 会让人专门弄一个签约仪式 顺便打响一下名气 主要是荣家和东美 在这边名气不大 你看可以吗 荣志康小心翼翼地 看着张帆的脸色 他虽然在外面 尊称张帆是张先生 但是他知道 张帆就是他的主子 他们荣家就是张先生的奴才 这座奴才的 不管是办什么事情 一定要让主人心情愉快 千万不能擅自做主张 搞得主人不高兴 那可就得不偿失 追悔莫及了 嗯 没问题 这点小事 以后就不要烦我了 我要这俗世间的 这点名声做什么 对于已经上过天庭 嫦娥和吴刚 都是他奴才的张帆来说 俗世间的这点名气 他真没放在心上 他只想过得舒服 怎么舒服怎么来 吃点美食 多个假开开心心的 手下人卖力地干活 就好了 他只管舒服享受就行 要不 收那么多奴仆 是用来干嘛的 是 是 我马上去办 顺便让人带着你 在这个海岛 再四处逛逛 其实这边 还有很大的面积 里面还有一个小森林 里面可以狩猎 圈养了不少的动物 你要是喜欢我 再给多弄一些野猪之类的猎物 国外不经枪支 而且这海岛 一旦被荣枝康买下来 就是私人岛屿 以前是用来做旅游的 以后估计 就会成为张帆私人度假的岛屿 想打猎的的话 自然是可以 反正只要想玩 怎么玩都好 有钱人就是这么随心所欲 可以 以后这边配几条好的打渔船 我没事的时候 可以钓鱼捕捞 反正这大海中的东西 我想要都可以弄完 张帆的控水能力 在大海中 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反正闲得无聊 没时下海抓金枪鱼 倒是挺不错的 时不时还可以尝试换一个口味 抓点别的海鲜尝尝 是 是 我会马上去办 荣之康笑容可惧地点头 自己难得办一件 让张先生满意的事情 想来 自从跟着张先生之后 他们荣家真是步步高升 财富越来越多 像这样海岛 以前连想都还不敢想 现在居然敢买 这都是靠着张先生给他的胆子 也是张先生给他的实力 没有张先生 就没有他们荣家现在的一切 所有荣之康 此时就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很积极地运作 要去买下那海岛 本来要卖掉海岛的富豪约翰 只是想着 荣家在国内认识的华人 估计多点 所有让他帮着打听 却没想到他这刚放出风声 荣之康却表示自己要买那海岛 这个回答 让那约翰异常地吃惊 要知道一个东美珠宝公司 新品发布运作 搞出那么大的阵仗 外行看热闹 只有内行知道 这些都需要钱去打理 那些钱会像流水一样 花花地往外流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毕竟有时候要请一些人站台 要请一些人帮你说话 要请一些媒体为你宣传报道 这都需要不菲的资金 不管是谁运作这样一个公司 财务方面都不会很轻松 但是这个东方的荣家不一样 此时居然还有心思买海岛 动辄百亿的海岛 荣先生既然喜欢 自然是可以 不知道你想买这海岛 是用来投资经营 还是 约翰因为摸不清荣质康的实力 这回还是试探性地问他 度假 买来度假用的 家人很喜欢那个海岛 觉得环境很不错 打算有时间就来那边小住 至于原本海岛里面的酒店 我们打算都做客房 用来招待一些朋友 小住而已 荣之康也没有瞒着这个约翰 很坦然地说出来 毕竟以后这海岛买到手里后 做什么用途 稍微有心一点的 一打听就知道 他本来就是为了张先生 喜欢买下这海岛 给张先生度假小住 根本就不会再把这些酒店 用来营业 啊 只是度假 荣先生真是大手笔啊 你们东方人 果然都是有钱人 财大气粗十里雄厚 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约翰真是吃了一惊 买一个上百亿的海岛 只是为了给家人度假 则则则 这是得有多大的财力 这个荣家实在是太有钱了 有钱人谁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因为和有钱人在一起 赚他们的钱就太容易了 想到这里 约翰又有了一个不同的想法 荣先生 百亿的海岛 要是你买的话 九十九亿就可以了 我让一个亿交一个朋友 但是因为我缺钱 所有希望是现金 越快越好 而且 我想 能不能投资你家的东美公司 入股十个亿 算我一份 约翰能有上百亿的海岛 那也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虽然不知道 东美珠宝具体的情况 但是看东美最近的策划宣传活动 还有影响和口碑 而且 荣家 有这样的实力 这样公司肯定值得投资 就算是投资错误 十个亿那 也是他卖海岛的钱 而且还交了荣志康这个朋友 说不定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谢谢约翰先生的厚爱 我买海岛是现金 可以马上提款 但是我也有个要求 因为刚好碰上东美新品发布会 我想在新品发布会上 我们签一个买海岛的合同 并且现场把现金给你 至于入股 目前东美只有荣家 我们没有打算融资 也没有打算和谁合作 百亿的资金马上就能到位 不接受融资合作 约翰看荣志康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这得多有钱 才会有上百亿的流动资金 随时可以调配 而且还是现金 现金呀 现在很多千亿富豪 手里最多的都是房产 有价证券等 想一下子拿出上百亿资金 会到处拆借 甚至还会把银行挤兑得没办法 少有像荣志康先生这样的 不 在他认识的华人当中 荣志康先生是第一人 好 只要能给现金 九十九亿 我一切行动都配合荣先生 能真干脆地把自己的海岛卖掉 约翰这回特别地高兴 而且也想和荣先生 这个大富豪搞好关系 自然是异常地配合 所有等到第二天 东美新品发布会上 荣家来了一个新动作 那就是 现场来了一车特警 送来了一个运钞车 然后运钞车上的人下来 一人手提着一箱子美钞 全部一字排开放到桌子上 开始那些来宾都有些懵 搞不清楚新品发布会还没开始 那这阵仗是什么意思啊 不过等到四亿人员 彬彬有礼地介绍 约翰先生把他的明珠岛 以九十九亿的价格 卖给了东美的老板 今天趁着大家都在 做一个见证人 现场举行签约仪式 明珠岛九十九亿卖掉了 很多人有些惊讶 有熟悉明珠岛的人 暗叫一声可惜 那么漂亮的岛屿 永久产权的岛屿 约翰居然卖掉了 但是 等听到这个海岛 卖了九十九亿后 更多人是羡慕 无比的羡慕 国外的海岛不像国内 其实很多很多 但是像明珠岛建设 那么美的却也不多 主要是人家那价钱 都快上百亿了 上百亿就买一个海岛 东美的老板 实在是太好了 震撼 这手笔可真打呀 华人在这边喜欢置业 但是他们最多 也就买一栋房子 豪宅 一二亿美元的 就算是大手笔 像荣之康这样 一出手一百亿的事 绝无仅有 荣之康这手笔 可以说是华人中的第一位 开了仙河 这让国外那些 参加东美新品发布会的来宾们 被彻底震撼了 谁不喜欢和大方的 有钱人交往 谁不喜欢追捧那些大方的有钱人 就算是有些上流社会的人 他们的钱 也不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他们也需要有好的门路赚钱 来维持他们的体面 像荣家这样的 不要说得罪 那是肯定要交好的 以后说不定就要欧好处 类似这样想法 在今天很多来宾心底扎根发芽 甚至有些人准备看完新品发布会就离开的 也打算留下来 想趁着这个机会 和荣家的人搞好关系 毕竟 大方的有钱的华人 那是他们最喜欢追捧交往的对象呀 东美的新品发布会 在一篇热闹气氛中开始了 巨大的有几层楼高的高清晰的荧光屏上 正在展示着模特身上的一件件珠宝 最先走台的是世界最顶尖的几个模特 他们完美的身材 精美地服饰配灼灼生辉的首饰 那明显质量档次已经算得上顶尖 或者国宝级的首饰 一出场 就引得场内不少人的尖叫声 不是那些人不体面 是因为那些珠宝在灯光和大显示屏上 显示出来的美能让人忘记呼吸 每一件都堪称瑰宝 实在是太美了 美的让所有见过的女性都忘记了一切 只想要拥有一件 这样的稀释珠宝 没有谁能抵挡得住这样诱惑 而且每一件的珠宝 都是全世界仅此一件 绝对再没有第二件一模一样的 这是因为好的珠宝原石都是纯天然的 它的稀有性注定了它的价值 等到模特走完第一圈的替台 上面的主持人就开始拍卖这些珠宝 站在台上的模特走着猫步 在替台的边缘 让每一个想得到这珠宝的贵妇人都能看上一眼 然后底价拍卖 起拍价一千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百万 这种模式下 荣乐城把这些珠宝故意报的价格很低 不足原价值的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 这种情况下 只要是识货的人 就会封了一般的抢拍响简陋 要知道 女人天性喜欢占便宜 普通的女人 有时候会为了超市打折的商品派对 或者为了超市送出的几个鸡蛋来疯狂购物 而这件珠宝 比同样品质的珠宝 足足的便宜了二三千万 这就让在自存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也疯狂了 要是简陋抢到了一件 那就相当于投资赚了几千万 这 这么短的时间内 干什么都没有这么大的利润吧 所以 今天来的那些贵妇人有钱人 也彻底疯狂了 有人眼睛一直盯着台上的拍卖的珠宝 一边跟银行联系 让准备最大额度的现金 他要买珠宝 有人则赶紧和家里老公联系 让准备现金 自己想多买点珠宝 一转眼热闹的新品发布会 就变成了拍卖会 而拍卖会上 所有人都一个目标 筹集更多的现金 买珠宝 那约翰本来卖到海岛后 打算留下来看一看热闹 和荣家攀附一下关系 可是看到现场那疯狂的模样 他心底也是蠢蠢欲动 约翰不懂珠宝 但是他听到隔壁位置 一个熟悉的贵妇人 正在低声和旁边的男人摇耳朵 上次 得利送过来的珠宝 比这橙色还差 但是价钱 去贵了二千万 东美这珠宝 买到就是赚到了 橙色这么好 品质这么高 完全可以收藏以后 再卖出去 一转手 肯定不止赚二千万 说不定过上几年 可以赚五千万以上 顶级珠宝的稀罕性和美丽 绝对有投资价值 那女人说的话声音很低 要不是因为她摇耳朵的男人 就坐在她的身边 约翰就是竖起耳朵 都听不到 而且这个贵妇人约翰刚好认识 她们夫妻两人 是本地上流社会的体面人 老公有一个捕捞公司 但是这年头海洋捕捞 并不是特别赚钱 据说 她老婆投资有道 赚的钱比她投资余业 还要赚钱得多 原来是这样投资的 还是得有眼光呀 一转手五千万 则则则 这钱赚得真容易 约翰很心动 但是他不是很懂珠宝 而且这些珠宝的价格可不低 想了一下 他赶紧打了一个电话 那电话打给他的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 在一家大型珠宝公司任顾问 对于珠宝研究了好几十年 算是资深人士 他打算问一下他那朋友 这东美地新品珠宝 有没有投资价值 很快 约翰的朋友匆匆赶来了 也观看了现场发布会 还有那些被人拍买下来的珠宝 还仔细研究过 随即 他立刻也参加东美新品发布会的拍买 用实际行动告诉了约翰 这些珠宝价值连城 买下来收藏都能赚钱 朋友的行动 让约翰心思也火了 他决定 也把那上百亿的资金 拿出来买这些珠宝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很快可以再赚一百亿 二百亿 只用想一想 他就内心无比的激动 东美地新品发布会 本来计划是二天 但是现场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随着听到消息的越来越多 后面关注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少像约翰这样临时起义的人 都开始购买珠宝 而且有第一场拍买到珠宝的客人 也大方地向媒体展示自己的珠宝 那种美丽罕见和稀缺性 在全世界都刮起了一阵旋风 东美珠宝 一下子名声雀起 风头一时间无人能及 而本来不少人还觉得 刘若彤签约东美珠宝 为东美站台有些大财小用 非常的不值得 但是等到东美珠宝大火大爆的时候 刘若彤的独到的眼光和干脆 又让人津津乐道 这个女孩子也随着东美珠宝的名声 水涨船高 她甚至是历代世界小姐竞选人中 最成功的一个 甚至被人笑称是无冕之王 哪怕暂时还不是世界小姐 但是她的气派和眼光和发展 已经比例借的世界小姐都强 这也是刘若彤万万没想到的 只是一天 东美珠宝就刷新了珠宝界新品发布会 销量最高记录 仅仅一天的时间 东美珠宝卖出了150个亿 上一次记录的保持者 还是德利珠宝 三天的新品发布会 一共卖出不到100亿 东美珠宝和德利珠宝 谁高谁低 一下子高低立线 而东美珠宝第一天买海岛 用掉99亿 一转眼 一天就赚了150个亿 而后面还有二天的时间 来关注东美珠宝人更多 这让荣家这一次 也彻底打进当地的上流社会 让当地人对于华人 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那就是 华人富豪 实在是太有钱了 太有钱了 现在的荣家 不管是走到哪里 都有无数人追捧 都有无数人巴结 因为荣家展示出来的实力 已经让人很择舌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小看他 约翰手里99亿 此时已经拿出大约50亿 换成了珠宝 剩下还有几十亿 他打算在随后的二天 再抢购一些东美珠宝 所有在新品发布会后 他一直在寻找荣家父子 想和他们吃顿饭拉近一下关系 却被人告知 荣家父子正在这个酒店大厅 迎接客人 迎接客人 约翰有点奇怪 就现在荣家的在这边的地位 当地还真没有谁有这么大面子 让荣家父子二代人 都在大门口去迎接 难道是荣家在国内尊重的客人 一想到这里 约翰赶紧往酒店楼下去 这是本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光中间的大厅就有20多米高 大厅二边都是那种漂亮的观光楼梯 还隔着十几米 约翰就可以看到 荣志康父子二人 还有身边义音图役等工作人员 足足有一百多人 都站在大厅外面 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门口的红地毯 一直扑到了门外 而且耳边都有奏乐的乐队 这是国内外包括全世界 最豪华 也是最尊贵的礼节 迎接贵客的礼节 这回不但是约翰 就是一些来参加 东美新品发布会的客人和来宾 这回都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谁也没有离开 他们也都吃惊地注视着这一幕 实在是想不通 在这里出尽风头 有钱有势的荣家 此时摆出这么大的阵仗 到底是迎接谁 有人窃窃私语 难道是我国的王室 有王子要来这里 不会啊 我在今天发布会上 看到了王室的人 也和我们一样 只是作为靠前一点 并没有特殊照顾 难道是比林恩家族的人 还尊贵 要知道 林恩夫人一行人来的时候 也就小荣先生欢迎了一下 也没有出现 荣家父子都出面的道理 会是谁了 还真都是让好奇啊 类似这样窃窃私语的声音不绝 连王室来人都没有享受到 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 连林恩夫妻到来的事 也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 所有人都在好奇 今天来的这大人物 到底是谁 看 刘若彤小姐手捧着一束花 也恭敬地站在门口 难道他也要迎接来人 这人到底是谁 谁知道 此时的刘若彤 一双眼睛 不住地朝着酒店 外面看着 因为他们 都在等飞机过来 算着时间 人快来了 张凡一个人 在车里有些无聊 他本来也打算去下面 找一些流浪汉交易 可是白无常和花月影 坚持不肯 说破街这边太脏了 怕他被空气中臭味熏了 何况 有他们在 这样的累活 怎么会让他这个主子亲自来 好吧 白无常和花月影说的 好像也有点道理 其实是张凡 自己有点懒 他坐在车里 悠闲地刷着新闻 看一些关于荣家的专题报道 关于东美珠宝的新品发布会 一些刷新记录的交易额 还有各种对东美珠宝 以及荣家赞誉声音 以及还有一些 对于那天他从飞机上下来 进入酒店到时候 别人对他身份的猜测 荣家的人 曾经跪在他的面前 网上的人纷纷猜测 他究竟是谁 张凡想了一下 给荣乐成发了一个短信 抹去网上关于我的照片 还有一些猜测 既然把荣家推出来 张凡就不想把自己暴露在公众的面前 总不能以后像明星 不管是走到哪里 就是出去吃个夜宵 穿一件衣服 都会被人弄到头条热搜吧 那多没意思 他不喜欢这样 所有这些他不喜欢的新闻 还是消失掉好 收到 尊主 我马上就去处理 很快的 荣乐成那边很快回了短信 而且回信后 他马上就去处理这事情 张凡的命令对于他来说 那就像古代的圣旨不可违抗 不 在他心目中 比圣旨还重要 因为他是真心真意 死心塌地地为张凡办事 一切都以他的喜乐作为标准 尊主不喜欢的东西 那就消失掉吧 张凡又刷了一下手机 回头再来刷刚才看到的 关于酒店自己下飞机的消息 再刷已经彻底搜不到了 荣家 这效率还是不错的 挺好 张凡打了一个哈欠 准备继续刷手机 耳边却传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那是一阵阵的吟笑 还有一些男人快活的时候的声音 虽然不想听 但是那些声音 却往自己耳朵里钻 而那个方向 就是刚才花月影去的方向 他是不担心花月影出事 这个世界上 他不会受到威胁 但是别的不一定啊 张凡的脚 终于踩在了这个破阶的地面 然后就看到花月影的身影 呆呆地好奇地看着一个角落发生一幕 在哪里 十几个男人丑态百出 最中间的一个男人 是一个独臂 脸上满是惊恐 但是却发不出来声音 虽然努力挣扎着 但是却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 去推开那些撕扯他衣服的人 而有十几个男人 把他围在中间 一个个脸上 带着那种很怪笑容 似乎眼前这独臂的男人 就是一个绝世的大美女 正被他们制服了 此时如同带宰的小羔羊 有人扯开那独臂男人的上衣 裤子 有人在伸出手 在他身上摸来摸去 甚至有人做出一些很难看的动作 就像是这个独臂的男人 是一个美女 任他们蹂躏的美女 有男人在脱裤子 有人在扯那独臂男人的裤子 张凡伸出手 捂住了花月影的眼睛 一把把他往身后扯去 女孩子佳佳的 看这个不好 快给我上车 张凡瞥了一眼眼前那些人 却看到他们身上原本的寿命 却在不停地流逝着 原本那独臂男人 还有四十年的寿命 可此时剩下不到十年 九年 剩下那些丑态百出的那些人 身上本来二三十年年的寿命 此时也在不停地流逝着 二十年 十五年 十年 八年 那些流逝的寿命 都在往花月影手中飞 此时的花月影 虽然被张凡捂住了眼睛 但是手中的瓶子盖子 并没有盖上 还在不停地吸收这些人的寿命 好了 好了 女人真是不能惹 你太狠了 你这是打算把他们的命都收了 对 这些人该死 这是碰到我 要是碰到别的女人 人家会生不如死 主人放开我 我要收了他们的性命 一个个肮脏的东西 花月影跺着脚 咬牙切齿地喊着 手里没有停 张凡也没说什么 只是把他手中一个瓶盖子 给盖上后 直接把花月影搂住 往车子里搂抱 而等到距离这群流浪汉远一点后 他才松开花月影的手 你用了幻术对不对 对普通人不能这样 你会违背天道的 我不管 他们欺负我 主人你要你不生气 天道又怎么样 哼哼 这些人该死 该死 花月影这回气不行 他实在是愤怒了 这些人渣 居然一群人想玩他 既然这样 他就用了一个障眼法 让他们自己玩 自己玩个够 胡闹 这里太脏了 不适合你过来 白无常 走吧 先回去 想收割一些寿命 我们可以在城市里 找一些急缺钱的人 别人自愿出售寿命的 不要再动这群流浪汉了 他们的灵魂和寿命 都是肮脏的 张凡喊了一声白无常 很快白无常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作为天地当铺的奴仆 他不管是在哪里 都可以感受到张凡的召唤 见到张凡后 白无常恭敬低下头 尊主 已经收够了三百年的寿命 不过听到尊主召唤 我就没有再继续了 嗯 我们走吧 花月影差点被欺负 所以对一些人使用的幻术 这里太脏了 味道也不好闻 我不喜欢这里 咱们走吧 张凡走的时候 看看一眼他们刚离开的方向 该死的 那边又有些难以入耳的声音传过来了 动静还那么大 那些流浪汉的体力可真好 希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不要有女性从这边走过 免得被惊扰了 他们的车子开走了 巧的是有几个外来旅游者 因为听说破街 有这个城市里上百年的建筑 打算来拍一些照片做记录 但是考虑到这边的安全问题 他带了几个同伴 等他们走进这破街的时候 很快被一种声音吸引了 那声音听着让人面红耳赤 但是很想去看一看究竟 因为人的好奇心都会特别大 有时候明知道 有些东西不要看 可是是人都忍不住去看 我要现金 一大笔现金 回头需要买一些东西 你们准备一下就行 张凡说要用钱 这让荣志康和荣乐成都十分的高兴 是啊 他们给尊主赚了那么多钱 但是尊主一直没拿过 就算是这次他喜欢那个海岛 荣志康马上买下来 也才上百亿而已 没有人知道 尊主到底有多有钱 他随手拿出来的几袋子珠宝 还有有时候 扔给他们的一箱箱的首饰之类的东西 都是以箱计数的 因为荣志康他们并不知道 上一次张凡去了女儿国 女儿国进贡了上百箱的宝贝 还有出产宝石的火焰山一带 那有了什么好的宝贝 开采出来的原石 也会源源不断地往尊主这边送 别人想着怎么赚钱 只有他们发愁 怎么把这些钱给用出去 太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 好 好 我们马上去准备 五百亿够吗 暂时不需要那么多 十亿十亿的提现吧 钱交给花月影和白无常就好 我要来一个大动作 张凡也曾经想过 他们在神界和明界的实力 其实并不是很大 而那些真的有能力的神仙或者妖精 随着东游记的开始 会遭遇一次洗牌 有不少没有后台的妖精 会在东游记中 被孙悟空一棍子打死 那些妖精 其中有很多很厉害的 比喻那个 能和孙悟空以假乱真的六尔弥猴 还有一些有法力 却因为没有后台被打死的妖怪 自己要是有足够的寿命 有足够的法宝给这些妖精 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让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卖身天地当铺 到时候 手下强者多起来 张凡可以让花月影带着十万的妖精 横扫天界 甚至凌驾所有人之上 在那种情况下 不要说三界中欠自己债务的那些神仙妖精 再也不敢欠债不还 而且三界当铺可以成为三界中最大的一股势力 足以横扫三界 让整个三界的格局都为之改变 而寿命 对于别人来说很难 但是对于有钱的他来说 就是有点费时间 却很容易得到 那就是用金钱购买 比喻 一个人一年的寿命 可以给他三十万 十年就是三百万 二十年就是六百万 三十年就是九百万 反正钱他多的是 而需要钱的人无处不在 多得让人折舌 他要做的就是 可以让白无常 花月影和自己都行动起来 开始大量的收集人的寿命 那些寿命将尽要坠入轮回的妖精 可以给他们无穷无尽的生命 估计没有人能抵挡这样诱惑 而且 还有那些犯错的神仙 被压在底层的神仙 自己完全可以给他们一些法宝 法宝从哪里来 可以用寿命去换 如果有些寿源将近的大能 他们手上总归有一些法宝 这些宝贝搜集上来 用来奖励给对自己忠心耿耿的神仙 张凡觉得到时候天地荡扑的实力 想不壮大都难 张凡需要现金 十分钟后 荣之康已经让人送来三四个皮箱的 打开全部是美元 一叠叠的 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张凡随手拿起来一叠 摸了一下 其实都是一些纸张 但是这些纸张 却是世间的俗人 最喜欢追逐的东西 为了他 很多气离子散骨肉分离 也有很多夜以继日的 不眠不休的劳作者 钱呀 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但是这把刀 人人都喜欢 好了 你们好好干 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你们的主人 我能主宰一切 包括你们的性命和未来 都下去吧 我要休息一下了 张凡拍了一下容乐成的肩膀 这让容乐成无比的激动 主人的话语 给了他无限的希望 和无限的可能性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他觉得自己 整个人像是被打了鸡血一样 斗志满满 容家父子退出去 约翰这才有机会 去见容志康 在一个贵宾间 约翰一看到容志康 就热情地给他一个拥抱 容先生 再次见到 你真高兴呀 我觉得 我们就是天生的朋友 我的海岛能卖给你 真是我的荣幸 不同于最开始 和容志康的会面 这次约翰对容志康说话 都带着刻意的巴结和讨好 他也想和容家合作做朋友 毕竟巨大的利益之下 谁都想的一些好处 约翰先生你好 这个时候来找我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容志康对约翰还是很客气 请他坐下来后 很快就询问他的来意 我是想买一些东美的珠宝 希望价钱能优惠一点更好 这拍卖的珠宝最后到手价有点贵 还有 今天我好像看到一个穿着浅色休闲装的年轻人 是个华人 你 你怎么会有主人 是不是我听错了 开始的时候 约翰还在说着东美珠宝 后面就有些八卦的想问一下关于张凡的事情 其实 约翰这样是想拉近二人的关系 却没想到他这话一说 容志康脸上的笑容却是不见了 脸色变得很严肃 那是我主人 唯一的主人 你没有听错 我们容家有效忠的人 但是这对于我们合作 没有任何的影响 如果约翰先生喜欢东美的产品 你可以办一个VIP客户 然后每一次新品都会通知你 你可以酌情考虑买那些更划算的 容志康在外人面前 并没有掩饰自己和张凡的关系 他这样一说 却是让约翰更是好奇 这个年轻人容家的主人到底是谁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力 能让容家成为他的奴仆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偏偏约翰亲眼看到了 但是约翰还想再打听张凡的事情 却被容志康蜿蜒谢绝 不肯再多提 只是说主人喜欢亲近 不喜欢被人打扰 容志康对于他主人的尊重 让约翰甚至猜想 那海岛上住着的尊贵客人 是不是就是容家的主人 不得不说 这一次约翰倒是很聪明 容家父子走后 张凡那边又见了几个人 然后把桌子上的钱 一个人一箱子递给他们 钱有了 我们又在国外 所以大家可以干活了 寿命 用这些钱去换取大量的寿命 不要另惜钱财 要让他们自愿把寿命卖给你 当然也不是越多越好 得给他们留一些时间 好好享受有钱的那种生活 张凡对着眼前的花月影 和白武长下命令 对于这二人来说 花月影在天地当铺中 以前就曾经制造过生命丸 所以收割一些性命 用来做成生命丸 一颗可以延缓人十年五十年 甚至一百年的寿命 这样的丸子 不但可以给人用 也可以给妖精或者神仙用 至于白武长 以前是专门收割别人生命 把人带到冥府去 他虽然借尸还魂后 因为没喝孟婆汤 而且又有秘法 他的法力根本就没有流失 所以 也可以帮着张凡 收割一些 愿意用钱换取生命的人 二个人听到张凡的命令后 提起了箱子 晚上跟着张凡出了那个酒店 而他们第一个目的地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 最阴暗的地方 那些城市流浪者居住的地方 这是一个繁华的城市 有最好的酒店娱乐场所 也有最好的公司和高楼大厦 但是在一些阳光找不到的地方 也有阴暗的一面 张凡他们的车 开到一条破旧大街上的时候 立刻引得这条街上不少人张望 因为这条街实在是太破旧了 那些建筑的墙壁上都脏兮兮臭烘烘的 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而在这条街上角落里 到处都横躺着流浪汉 因为这条街本来被人买下来要拆迁 原来的那些主人 拿着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这条街在拆迁前夕 新主人却是突然暴毙 而他的几个继承人 一直在打官司 争夺别的财产 但是这个地方却是荒废下来 后来就成了流量者的天堂 大量的城市流浪者都留在了这里 本来警察驱赶过几次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那些流浪者在这里 似乎并没有对谁造成影响 既然这里原来的主人已经死了 新的主人还没确定 那些城市的管理者 也就没有再理会这些事情 任由他们在这里肆意生存 白无常他们也是 有选择的目标 选的都是那种 年纪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已经穷困潦倒 没有希望和未来的流浪者 他们只想要钱 只要有了钱 似乎就拥有了一切 可以住上漂亮的房子 不用再躲在这阴暗 充满恶臭的地方 像老鼠一样生活 所有当白无常表示 可以给眼前一个流浪汉 五十万美元 要他十年的寿命的时候 那流浪汉咧着嘴巴笑了 还有这样善良的人吗 可以给我一百万 或者二百万吗 我可以换掉我四十年的生命 实在是不行 三十年也好呀 有这么多钱 我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那个流浪汉胡子 把脸都遮住了 可看起来 也就三四十岁壮年的模样 并不是特别的闲老 你还能活三十年多 哪能换到四十年的钱 最多给你一百五十万 可是你现享受不了 多久的生活 所有给你一百万就好了 这个流浪汉 余生只有三十几年 一年五万美元 三十年也就一百五十万 已经是极限了 尊主说了 不能把一个人寿命 完全收割完 每个人都应该给他留下 舒服享受的日子 要不然嘛 这些人换了钱 根本就没什么用处 人死了 钱还在 那我要一百五十万 求你 真的求你了 你既然想施舍人 那就一百五十万吧 你就算是 现在要了我性命 我多乐意啊 哈哈 这流浪汉像是看待白痴一样 看着白无常 既然有钱人喜欢装神弄鬼 喜欢说什么用钱购买寿命 那就让他去装模作样吧 反正自己得到了钱 这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寿命 能活多少年 这个谁也不知道 眼前的人不是上帝 他说的话 自己是不相信的 但是为了他手中的钱 这流浪汉觉得自己 可以陪着他演一场戏 都是可以的 一百五十万 肯定比一百万多出很多 他可不傻 好 那就买你三十年的寿命 请签订一个合同 这样有理有据 以后 你的灵魂死了去打官司 也有证据在这里 白无常递给他一份合同 人死后会去明界 这些老外就不知道了 不过按照合同来 有理有据 不用担心任何的天道秩序 那流浪汉此时 简直要心花怒放 高呼了几声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恩赐 很爽快地 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按照这个奇怪的人的要求 按下了血手印吼 就看到这个白衣人 从皮箱里拿出 数出一百五十万现金 简直让人眼睛都直了 一百五十万的美元 对于谁来说 都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个人真的给他了 给他了 谢谢 谢谢 你真是个好人啊 实在是太感谢了 上帝会保佑你的 那流浪汉此时语无伦次 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此时自己激动的内心 他实在是太高兴了 谁说没有天上掉线饼 这不是一下子就得到一百五十万 他要拿着这笔钱 逍遥快活 把以前想做的 却因为没钱没有做的事情 全部要做一个遍 而他最想去的地方 就是一些红灯区会所 做流浪汉虽然饿不死 可以随便找个地方 能遮风避雨就好 但是想要舒服地解决生理上的需求 或者是好好地享受一下人生 却是不行的 但是有了这一百五十万 那将完全不一样了 他今晚上就去 马上就去 喊一群姑娘们过来 好好地谈谈人生 好好地挥霍一下人生 当然如果体力上不够 他可以考虑吃点药 或者借助一下外力 这些都是可以的 吹着口哨 这流浪汉提着钱 就这样兴冲冲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而类似缺钱的流浪汉 实在是太多了 白无常的生意好出奇 没有人相信他说的那些 关于购买寿命的话语 他们只相信他手中的钱 还称呼他为上帝 仁慈的上帝 这让一只作弊上官的花月影 也是跃跃欲试 他打算也去交易一批人 谁知道 确实出事了 花月影很美 美到就是 站在嫦娥面前 都毫不逊色 而且 他们是二种不同风格的美女 美帝各有千秋 虽然来到这个破街的时候 花月影稍微遮掩了一下容颜 让自己看起来丑一点 更丑一点 但即便是花月影半丑 站在那一个流浪汉面前的时候 也让那个流浪汉两眼发直 心跳加速 而且双腿都有些站不稳 眼前这个东方美女 就像是神话中的女神 实在是太美的 美帝让她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自己快要死了 要不然 怎么会出现这样幻觉 临死前 要是能摸一摸这样美女 抱一抱她 就算是死掉了 也会觉得毫无遗憾 所有在花月影打算拿出钱 和眼前这个流浪汉 做交易的时候 就看着那个流浪汉眼睛发红 像是看到什么西式珍宝 一下子往花月影身上扑 一边扑 一边还在嘶喊着 女神 你是上帝派来满足我的吗 也许是那声女神 让附近的流浪汉听到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 不死后就会想女人 不管是漂亮还是丑的 只要是女人对于她们 来说都是最好 现在猛然发现 在她们附近 居然有一个美的惊心动魄 美帝做梦 都不敢想的女神 就出现在她们面前 所有这些流浪汉都疯了 疯一般地往花月影身边冲去 钱虽然很吸引人 但是女人 女人 现在她们急需要女人 不要说想花月影 这样漂亮的女人 现在就是一个母猪 她们看着都会眉清目秀 美丽动人 花月影显然是低估了 人性中的丑恶一面 她没想到 自己被一群流浪汉包围了 而且那些人红着眼睛 死盯着自己 就像是看到最美的猎物 对于她们来说 自己比钱吸引力更大 滚 想活命地滚 想做交易换钱的 可以站到那边去 花月影指着不远处一堵墙 墙壁旁边有一个破桌子 她们可以在那个地方签合同 可惜 此时她发怒的模样 更是让眼前一群流浪汉 浑身发燥 她们此时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花月影动人的身影 和美貌的容颜 这姑娘只有一个人 我们又十几人 上呀 抓住了都能乐一乐 她手里还有钱 给我们送钱又送人 哈哈 有一个少了一只胳膊的流浪汉 大声地嚷嚷着 她体型彪悍 足有一米九五的模样 即便是少了一只胳膊 也阻挡不了 她发红的眼神 落在花月影的身上 就是她最强大最有钱的时候 都没有机会上这么漂亮的妞 没想到做了流浪汉之后 还有这样的机会摆在眼前 这里是黑暗之街 这里没有法治 这里是被人遗落的地方 一个单身的女人 落到她们的手里 只会生不如死 上一会 她们曾经袭击过一个 从这边路过的女人 把那个女人带回到地下室 每个人都能爽一爽 最后那女人虽然死了 但是她们也没有放过尸体 那段日子实在是太美妙了 而且 那个女人怎么能和眼前这美女相比 真是上帝都在帮助她们 这个独臂的流浪汉 一喊 跟着她蠢蠢欲动的流浪汉也不少 大家眼睛里此时满是欲望 那种善良已经不见了 此时满满都是恶念 没有谁会可怜此时的花月影 找死 花月影怒了 她有温柔的时候 但那是在张凡的面前 因为她是自己唯一的主人 但是在别人的面前 她则威风凛凛 英姿煞爽 这样的女人怎么会吃亏 所以 那些流浪汉一靠近她 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弹开了 第一次冲上来的 有四五个男人 其中就有那个独臂的流浪汉 按照她的设想 这么娇若美丽的姑娘 自己一只手臂都可以束缚她 让她无法地动弹 但是其他人 也想趁着制服花月影的时候 战战便宜摸一把 或者趁机开油 所有那些人也跟着冲上来了 只是谁做梦都没想到 这女人是美女 也是魔王 下一刻冲上来的人 全部被弹开了 而且重重地被摔落在地上 五脏六腑都被摔得七零八落的 简直惨不堪言 有人在吐血 有人已经傻眼了 剩下还有十多个男人 此时 都有点猛逼的状态 彼此对视一下 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 冲 冲上去 我们人多 就算是她有点功夫在身上 我们也能把她困住 这样的女人玩起来更带劲 快 冲上去 那独臂的流浪汉 只觉得胸口发麻 她此时也是异常的难受 但是强忍着一口血没有喷出来 而是冲着剩下的人 不停地呐喊着 让他们冲上去 抓住花月影 是啊 他们人多 足足有十几个人 十几个男人 会抓不住一个娇弱的女人 那是不可能的 可能是人多给他们信心 剩下的这些人 在独臂流浪汉的高呼下 呼啦啦地又冲了上来 这一次除掉在场站不起来的几个人 剩下十几个人都涌上来了 最前面的一个流浪汉 一下子冲上去 抱住了花月影 欣喜若狂地喊着 抓住了 抓住了 我抓住了 她喊得声音特别的大 喊得她身后的人 浑身的血液都往下面涌去 然后一下子也冲上去 从后面抱住前面一个人 想和她一起 抱紧花月影 让我来 让我来 抓住这妞 见者有份 不能让她跑了 后面的人喊着也冲上来了 一个接着一个地都涌上来 想牢牢地 把花月影压在身体的下面 只要一想自己身下压着一个大美人 他们就浑身发抖激动不已 那独臂的流浪汉 看着眼前像蝶罗汉一样 一个包着一个把人往下压的众人 目瞪口呆 十几个人男人 这样压下去 被压在最下面的 是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呀 散开 散开 美人会被压坏掉的 快起来 那独臂的男人大声地喊着 被压着的那些人 却个个不肯松手 似乎他们的怀抱里 此时已经抱着一个大美女 这种情况下 是男人都舍不得松开 张凡一个人在车里有些无聊 他本来也打算去下面 找一些流浪汉交易 可是白无常和花月影坚持不肯 说破街这边太脏了 怕他被空气中臭味熏了 何况 有他们在 这样的累活 怎么会让他这个主子亲自来 好吧 白无常和花月影说的 好像也有点道理 其实是张凡 自己有点懒 他坐在车里 悠闲地刷着新闻 看一些关于荣家的专题报道 关于东美珠宝的新品发布会 一些刷新记录的交易额 还有各种对东美珠宝 以及荣家赞誉声音 以及还有一些对于那天他从飞机上下来 进入酒店到时候 别人对他身份的猜测 荣家的人曾经跪在他的面前 网上的人纷纷猜测 他究竟是谁 张凡想了一下 给荣乐成发了一个短信 抹去网上关于我的照片 还有一些猜测 既然把荣家推出来 张凡就不想把自己暴露在公众的面前 总不能以后像明星 不管是走到哪里 就是出去吃个夜宵 穿一件衣服 都会被人弄到头条热搜吧 那多没意思 他不喜欢这样 所有这些他不喜欢的新闻 还是消失掉好 收到 尊主 我马上就去处理 很快的 荣乐成那边很快回了短信 而且回信后 他马上就去处理这事情 张凡的命令对于他来说 那就像古代的圣旨不可违抗 不 在他心目中比圣旨还重要 因为他是真心真意 死心塌地地为张凡办事 一切都以他的喜乐作为标准 尊主不喜欢的东西 那就消失掉吧 张凡又刷了一下手机 回头再来刷刚才看到的 关于酒店自己下飞机的消息 再刷已经彻底搜不到了 荣家 这效率还是不错的 挺好 张凡打了一个哈欠 准备继续刷手机 耳边却传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那是一阵阵的音效 还有一些男人快活的时候的声音 虽然不想听 但是那些声音 却往自己耳朵里钻 而那个方向 就是刚才花月影去的方向 他是不担心花月影出事 这个世界上 他不会受到威胁 但是别的不一定啊 张凡的脚 终于踩在了这个破阶的地面 然后就看到花月影的身影 呆呆地好奇地 看着一个角落发生一幕 在哪里 十几个男人丑态百出 最中间的一个男人 是一个独臂 脸上满是惊恐 但是却发不出来声音 虽然努力挣扎着 但是却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力气 去推开那些 撕扯他衣服的人 而有十几个男人 把他围在中间 一个个脸上戴着那种很怪笑容 似乎眼前这独臂的男人 就是一个绝世的大美女 正被他们制服了 此时如同待宰的小羔羊 有人扯开那独臂男人的上衣 裤子 有人在伸出手 在他身上摸来摸去 甚至有人做出一些很难看的动作 就像是这个独臂的男人 是一个美女 任他们蹂躏的美女 有男人在脱裤子 有人在扯那独臂男人的裤子 张凡伸出手 捂住了花月影的眼睛 一把把他往身后扯去 女孩子家家的 看这个不好 快给我上车 张凡瞥了一眼眼前那些人 却看到他们身上原本的寿命 却在不停地流逝着 原本那独臂男人 还有四十年的寿命 可此时剩下不到十年 九年 剩下那些丑态百出的那些人 身上本来二三十年年的寿命 此时也在不停地流逝着 二十年 十五年 十年 八年 那些流逝的寿命 都在往花月影手中飞 此时的花月影 虽然被张凡捂住了眼睛 但是手中的瓶子盖子 并没有盖上 还在不停地吸收这些人的寿命 好了 好了 女人真是不能惹 你太狠了 你这是打算把他们的命都收了 对 这些人该死 这是碰到我 要是碰到别的女人 人家会生不如死 主人放开我 我要收了他们的性命 一个个肮脏的东西 花月影跺着脚 咬牙切齿地喊着 手里没有停 张凡也没说什么 只是把他手中一个瓶盖子 给盖上后 直接把花月影搂住 往车子里搂抱 而等到距离这群流浪汉远一点后 他才松开花月影的手 你用了幻术对不对 对普通人不能这样 你会违背天道的 我不管 他们欺负我 主人你要你不生气 天道又怎么样 哼哼 这些人该死 该死 花月影这回气不行 他实在是愤怒了 这些人渣 居然一群人想玩他 既然这样 他就用了一个障眼法 让他们自己玩 自己玩个够 胡闹 这里太脏了 不适合你过来 白无常 走吧 先回去 想收割一些寿命 我们可以在城市里 找一些急缺钱的人 别人自愿出售寿命的 不要再动这群流浪汉了 他们的灵魂和寿命 都是肮脏的 张凡喊了一声白无常 很快白无常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作为天地当铺的奴仆 他不管是在哪里 都可以感受到张凡的召唤 见到张凡后 白无常恭敬低下头 尊主 已经收够了三百年的寿命 不过听到尊主召唤 我就没有再继续了 嗯 我们走吧 花月影差点被欺负 所以对一些人使用的幻术 这里太脏了 味道也不好闻 我不喜欢这里 咱们走吧 张凡走的时候 看看一眼他们刚离开的方向 该死的 那边又有些难以入耳的声音传过来了 动静还那么大 那些流浪汉的体力可真好 希望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不要有女性从这边走过 免得被惊扰了 他们的车子开走了 巧的是有几个外来旅游者 因为听说 破街有这个城市里上百年的建筑 打算来拍一些照片做记录 但是考虑到这边的安全问题 他带了几个同伴 等他们走进这破街的时候 很快被一种声音吸引了 那声音听着让人面红耳赤 但是很想去看一看究竟 因为 人的好奇心都会特别大 有时候明知道 有些东西不要看 可是是人都忍不住去看 等这几个人走到破街的那发出声音的角落后 整个人都石化了 那些流浪汉可真无耻 而且 全乱套了 那个被他们围在最中间的独臂流浪汉 可真惨 整个人已经瘫倒在地上 眼神暗淡人 已经变得麻木 不知道是无力反抗 还是因为 根本就反抗不了 那摄影师拍下这一切 要不是有摄像机 谁也不会想到 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 还有这样肮脏的一面 还有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 最后那充满正义感的摄影师报警了 等到警察来的时候 这一幕依旧在进行着 这一群流浪汉像是公狗一样 根本就不没有在意外界的干扰 只是把那个独臂的流浪汉 当成了绝世的美女 去肆意去疯狂地蹂躏着 警察也彻底地震惊了 破街这边没有人巡逻 这边这些流浪汉被扔在这里 似乎被人默许了 却没想到 在这里会发生这样的丑事 而且随着那摄影师的照片被曝光出来 很多事情被牵扯出来了 关于破街的归属 关于那些流浪汉的收容问题 关于多年前在这里失踪的女性的尸体 也都被找到了 那些上流社会的人 似乎此时才发现 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 还藏着这样肮脏的一面 整个社会都沸腾了 纷纷谴责城市管理者 在这样繁荣的大都市里 居然藏着这样邪恶的事情 民众沸腾了 甚至有人去一回拉条服抗议 花月影没想到自己厌恶 给他们一点换数 那些流浪汉 最后居然演变成那样 到时出乎人意料之外 不过这些人是罪有应得 他们的生命本来 已经没有多少了 在最后来了一场彻底的狂欢 估计也活不了多久 果然 那些流浪汉被安置后 很快有人莫名其妙地死亡 特别是哪个独臂流浪汉 本来是被单独安置在一个房间里 还给他请了专门的心理医生 对他进行人文关怀 和心理疏导 可是等到医生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这个消息再一次爆出来后 在这个城市里 似乎发生了危机 那些平时随处可见的流浪汉 都被收容安置了 那个破街也被竖起红线 不准任何人靠近 还有那些城市的卫道者 一次次地游行发传单 而这个繁华的大都市管理者 被人不停地质疑 而他们一次次地开新闻发布会 弄一些演讲来安抚民众 在这个时候 德力公司操控世界小姐选拔赛 迫害参赛人员的安全 行灰受贿等一系列的罪名 被人揭露出来 本来正常情况下 德力公司的丑闻 如果他们速度够快 进行一些公关洗白的话 最多也就是股价下跌 公司的股东遭受一些损失 公司的营业额会受到一些影响 会有一二个替死鬼被推出来 而德力公司的老板 还有他的女儿安娜 则会毫发无损 依旧可以到处度假 逍遥快活 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了 在这个城市的管理者 民众支持率不但下降 被民众质疑的时候 又出现这样的丑闻 城市的管理 为了让民众的视线转移 为了让愤怒的民众 相信他们的管理 德力公司就被当成了替死鬼 被推出来 重罚 这个时候 似乎只有重罚德力公司 似乎才能让民众相信 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公平公正 一定会对这个城市国家负责 一定会对民众负责 德力的老板和安娜都被起诉了 然后面对几项指控 有坐牢的风险 至于他们的公司的股价 一泄千里 这样巨大的丑闻 加上城市管理者的态度 已经注定了德力公司 不可能能善终 所有他们的股价 是一开盘就跌停 然后大小股东散户 都是疯狂出货 但是出货得有人接盘啊 没有 根本就没有人接盘 德力的市值不停地缩水 每一天就缩水几十亿 或者上百亿 这种跌幅 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而这些都是荣家乐见其成的 此时他们只用静静等待 等待这个德力公司宣布破产 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力就好 花月影在破街那边闹腾了一下 却是收到了五百年的寿命 下次不能这样了 那些人不值得你这么生气 交易寿命的事情 我刚好无事 趁着在国外这些天 可以收购一些 张凡提点了一下花月影 倒是没有训斥他 女孩子遇到这么恶心的事情 他完全可以给他们一些惩罚 就算可能会有天道的惩罚降下来 他来处理就好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真要是天道不公 他甚至可以把这天道抢夺过来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尊主 我 我 下次想这么干的时候 我会先和你说一声 花月影本来以为会被尊主重重地训斥 毕竟那死掉的人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寿命被他收割的厉害 最后才会死亡 可是尊主似乎并不在意 这让他很有些不好意思 只能红着脸讨好的说了一声 这话却被张凡瞪了他一眼 这是没有下次了 下次要出门办事 大不了可以改成男装 对于花月影来说 还真没有什么困难的 繁华都市的的霓虹灯再一次亮起 白无常开着车带着张凡和花月影 开始在这城市里穿梭着 而在这个城市里 看似繁荣的地方 却是藏着很多的心酸 没有一个人不缺钱 只是每个人缺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张凡需要找的 就是那种缺钱缺得走投无路的人 对于这种人来说 用寿命换钱 估计已经是他们能走的最后一条路了 破街的事情闹得很凶 城市的管理者开始收容那些大量的无家可归的人 开始给他们安排工作 给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 但是这些人中就有一些因为失业 一家人在外面流浪的人家 比喻保罗一家 已经东奔西朵实在是没地方去了 这一切源于半年前保罗的公司突然解雇了他 原本保罗以为靠着自己的高学历和工作经验 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份满足他需求的工作 可惜 这个社会很残酷 保罗到处找工作 可是经济不景气困扰着所有的行业 他四处碰壁 都没有找到一份可以养活他一家人的工作 这个时候房贷预期了 车贷也维持不了 一家人被赶了出来 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可是即便这样 也没办法解决眼前的困境 因为他还有个孩子 妻子也出去找工作 可是因为妻子做了几年的全职主妇 在这种不景气势时候 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最后妻子离开了他 他就剩下一个四岁的女儿 跟在他身边 孩子也没有去上学了 因为没钱 根本没办法送他去 要是把孩子送到福利结构 以后他的命运更难以预测 重要的是 两人要分开了 他们这个家就彻底散掉了 他急需要一份工作 可是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工作 保罗已经整整一年都没有找到工作 他甚至帮人除草换取一点食物 可是即便这样的工作也不好找 他很后悔 在有钱的时候 把大量的钱去贷款买了房子 高负债 就是让他根本就不敢失去工作 也不敢生病 更不敢停下找工作的决心 可是工作真的太难找了 要是能让他像以前手里有一大笔钱 他这一次绝对不会像上一次一样 首付一成就去按揭豪宅 也不会像过去一样 一点存款都没有 等到失去了工作 他连三个月都支撑不下去 就要去当流浪汉 可惜 想得再美好 他现在也很难有机会 在像以前手里有一大笔钱的时候 所有房子什么就不想了 他只想有一笔钱 能送孩子去读书 能让闺女在学校里 自己找到一份工作 为了这个目标 他这半年里 都快绝望了 就像今天 他疲惫地带着女儿走在街 而孩子看到快餐店 那诱人的汉堡包的时候 怎么也迈不动脚步 那模样 看着让他心酸无比 可是 他没有钱 只能狠心地抱着孩子 准备离开 你需要钱吗 如果我给你一笔钱 你出卖你的寿命 一年十万美金 你愿意吗 一个很温和的声音 在保罗的耳边响起 他惊讶地看着眼前 这个笑得很开朗的东方少年 还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他呆呆地看着张凡 激动地问了一句 先生 你能再说一遍吗 你肯给我钱 十万 只要给我十万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可以给你做事 给你做三年不要工钱 我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 我会很卖力地工作 保罗觉得 眼前这个人会给他工作的机会 所有这会异常激动 十万美金 对于此事他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只要有这十万 他就可以有个家 可以送孩子去上学 不用担心他去工作 孩子没有人照看 而且他也不用担心 在街上流浪 最后被人送进了收容所 也不用担心 孩子和自己分开 他想做一个称职的父亲 他不想看着孩子和他分开 一刻都不想 十万三年 不 不 一年十万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张凡微微一笑 果然这个世界上 缺钱的人很多很多 像眼前这个父亲 他虽然穿着破旧 但是他的孩子保护得很好 一只手总是紧紧地牵着他 在有车过来的时候 他都会护住眼前的孩子 他虽然看起来像一个流浪汉 但是他眼神很干净 和别的流浪汉 根本不一样 他是一个父亲 值得尊重 也值得一年十万美元的代价 一百万 先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给我一百万 你让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我能照顾我孩子十五年 不 十二年就可以了 我的命都是你的 求你了 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保罗此时很急欠 这个先生开始说十万 现在又说一百万 真要有一百万 要他做一切的事情都可以 而且 真的有一百万的 也会再好好地珍惜 绝地不会再像以前 想着去贷款买房子享受之类的 他会攒钱 会把孩子养大 哪怕一年两年不工作 也不会流落尖茫然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跟我来 签完合同后 我就给你一百万 张凡看了一眼这个保罗 还有他怀里的孩子 不过走的时候 他买了二个汉堡包 递给了保罗怀里的小姑娘 那小姑娘像是恶极了 接过汉堡包的时候 猛地塞进了口中 然后才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着张凡不住地道谢 那蓝色的眼睛和睫毛 看起来真是漂亮 保罗把孩子抱得更紧了 而他看张凡的眼神 也是充满了期待 这个人 真的可以给他很多很多钱吗 两人走到了街边公园 然后张凡的手一挥 就看到他们面前 突然出现一个像是玻璃一样东西 把他们和周围隔开了 外面有人在行走 可走得特别的快 匆忙的模样 就像是电视里的放的快镜头 甚至保罗都可以看到 一只蜜蜂飞得特别快 那速度很吓人 他打了一个哆嗦 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张凡 他发现 两人说话 没有人能注意到 而孩子还在 津津有味地吃汉堡包 根本就没有发现眼前的变化 按下血手印就行了 一年十万 十年一百万的美元 你以后的生命会减少十年 不过你放心 你完全可以活到你孩子长大 甚至 你会看到你的孩子结婚生孩子 如果快一点的话 你会看到的孩子的孩子 眼前的保罗的寿命 还有四十年 哪怕自己 拿走他十年的寿命 他还能活三十年 三十年 足够他的孩子长大成人 甚至结婚生子 听到张凡这些话 在看着眼前诡异的一幕 保罗的舌头 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 他很担心 也有些害怕 一百万 你真的肯给我一百万 我还能陪着孩子 可是 你怎么可以 让我们和他们隔绝开 我们说话 他们听不到吗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收购我的寿命 保罗用手指了指 外面匆匆地行走的人们 眼前的这个男人 是人是神他都不知道 他怕 很害怕 人 有时候知道太多 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你只用知道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收购你十年的寿命 我不但可以收购寿命 我还可以掌控一切万物 包括所有人的生老病死 张凡说起这话的时候 虽然还是神色如常 但是他这话给保罗的震撼 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掌控一切万物 保罗紧紧地把女儿抱起来 他因为用力过猛 他的女儿也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 喊了一声爸爸 让他脸色一缓 然后冲着女儿笑笑 没事 没事的 你吃东西吧 安抚好自己的女儿 保罗终于下了决心 他冲着张凡鞠躬 呈现九十度的鞠躬 感谢你 你就是我的上帝 我愿意听从你的吩咐 感谢你给我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从心来过的机会 保罗对此事的张凡 无限的感激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的内心平静下来 而很快眼前的男人 递给他一卷羊皮卷的契约 然后他按照张凡的指示 按下了血手印 他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血手印 按上之后 这张羊皮卷就像是活了一样 上面的每一个字 似乎都在活动 看得他是激动不已 看来他真是是遇到了神明 这里是一百万 交易完成了 希望你忘记今天的事情 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 不然后果自负 一箱子美金 放在了保罗的脚底下 打开箱子里面 是一张张的美钞 而等到保罗再抬起头的事 张凡已经不见了 而周围那个屏障 也已经不见了 只有路上行色匆匆赶路的行人 好像刚才出现的一幕 都是自己的幻觉 可是 女儿手里还拿着最后一个汉堡包 她的脚下还有一个大皮箱 箱子里满满都是美元 而自己手指被咬破的地方 隐隐作痛 这一切都表明 刚才的一切不是在做梦 她真的是碰到了上帝 神明 我又有钱了 女儿 我们有地方住了 我可以送你去上学了 我们不用再分开来了 保罗无比激动地喊着 对于她来说 她的人生又不一样了 有了这一百万 她可以租一个小房子 先付给一年的租金 这样 自己就算是没钱了 也有地方住 不会被当成流浪汉被抓住 然后 她会尝试联系孩子的妈妈 让她在家照顾孩子 自己则出去工作 一定要找到工作 哪怕是坐蓝领出力气活 只要有钱挣 她都会去做 她再也不会抄钱消费 也不会去贷款 有这一百万 哪怕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 她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能读书 让自己不用去收容所 让孩子和自己不再分开 这个一个好父亲 她还可以陪伴她的孩子三十年 兮兮 老板呢 真是会选交易人 花月影全程看着 张凡在那边交易 一直耐心地等待着 她也在这大街上 看人生百态 看各种各色的人 我的钱 自然是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收集寿命的事情也不着急 犹豫到合适的 你们就收购 没有 就停一停 像我一样 享受一下生活 张凡也看着那个保罗 一手提着钱 一手牵着那个小女孩子 急匆匆地往一个地方赶去 似乎是想重新找一个住处 而街头的那边 有关门的人 驱赶着一群群的流浪者上车 有人嘶喊着 有人在逃跑 不愿意被送去收容所 而那保罗牵着孩子 无比庆幸 他们可以不去收容所了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保罗不住在心底喊着 要是不今天遇到 那个上帝一样的男人 他们会很惨很惨 都市的灯光璀璨 照亮着整个公路 白无常给张凡稳稳地开车 窗户外嘈杂的声音传来 让张凡有点烦躁 这里空气不好 空气中到处是车尾气的味道 没有明珠岛 那边舒服 至于荣家包下的最豪华的酒店 张凡觉得也就那样 不是很喜欢 通知荣之康安排飞机 我要回海岛那边去 白无常你 留在这边 看看有没有 虚收大量金钱的交易人 然后收集一些生命 是尊主 明白 以前的白无常是 带走人的灵魂 收割人的性命 可是现在的他 并不会要人的性命 只会和人做交易 用金钱购买人的寿源 而张凡要回海岛 得到消息的荣之康 根本就不敢怠慢 连同刘若彤 也一直在那边伺候着 他和荣家 似乎达成一种默契 那就是张凡到来的时候 他就会很自觉地 在一边伺候着 荣家这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他们在国外 虽然有心想 挑选一些姿色不错的姑娘 在一边伺候张凡 但是有些哪怕是大明星 或者名媛之类的美人 跟刘若彤一比就差了很远 不是姿色就气质 再不就是私生活混乱的那种人 这样的人对于荣家来说 那是万万不敢 往张凡这边领的 最后选来选去 也只有刘若彤 姿色气质勉强还行 关键是 没有绯闻也干干净净的 这样在张凡身边伺候 也不至于冲撞了他 而且这个刘若彤 前后容貌变化那么大 在替台上出现那样的事情 最后却是没事 想来想去 很有可能是尊主出手 那么这个刘若彤 说不定就是尊主的人 碍于这种情况 荣家的人对刘若彤 也是客客气气的 而刘若彤因为去过陈元 所以对于张凡 那是万分的尊重 也不敢自持美貌 而目中无人 对于荣家也是异常客气 倒是让人看着很顺眼 这边空气不好 带着不舒服 我去明珠岛上 有什么事情 你们可以来禀告我 这边城市嘈杂 连带那些灯光 在张凡看来 都是一种污染 所有他要去明珠岛 好在有飞机来去方便 不到一个小时 飞机降落在明珠岛上 张凡深呼吸一口气 这里的空气真舒服 他回到原本住的总统套房 随行的只有花月影 刚回到房间里 就听到又有风铃声响起 两人相互对视一眼后 很快进入了天地当铺 见过尊主 听到脚步声匆匆赶过来的 西凉女儿国的国王英柔柔 屈膝向张凡行礼 作为异国之主 英柔柔自愿留在这天地当铺 当三年的奴仆 只要不犯什么大错 不冒犯张凡 他以后就可以安安稳稳地 回西凉女儿国当他的国王 从最开始的不甘心 到现在已经很顺从 很适应眼前这个身份 嗯 进入天地的当铺的张凡 整个人哪怕不说话 但是却自有一股紫微言 让这西凉女儿国国王英柔柔 自然不敢多言 而是低眉顺眼地下去端茶 红色的拱行门打开了 却是进来一个 无比狼狈的黄狮子精 连滚带爬地 进了天地当铺 那个黄狮精 人身黄狮头 身体无比地壮硕 但是此时头上都是血 看到张凡就扑通的一声 跪在地上 连呼三声 上神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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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黄狮精跪在地上 头都不敢抬起了 身体都在发抖 似乎遇到非常恐怖的事情 吓得都不敢吭声 黄狮精 你所求何事 只是想保住一命吗 可是你已经死了 这张凡看了一眼眼前的黄狮精 有些可惜地说了一句 却见本来实体化的黄狮精 身体一下子变得摇摇晃晃 只剩下一个虚意 而此时的他跪在地上 不住地哀求着张凡 我知道这是天地当铺 可以求的一切想求的东西 我冤枉呀 我实在是太冤枉了 我只是本分地当一个妖怪 从没干过杀人越货吃人的勾当 就算是请客吃肉 都是插手下的人去买 谁会想到 因为一时的贪念 看到那如一金箍棒 和九尺钉耙等放置在空地上 还以为是无主之物 谁知道 被那孙悟空不问青红皂白 一棍子打死了 那黄狮怪 此事无比地委屈 说来这个黄狮怪 在天竺国下郡玉华州城北七十里的地的 爆头山虎口洞中修炼 因为金蝉子试图四人奉先郡求雨之后 到了天竺国下郡玉华州 玉华州三王子 拜悟空 八剑 沙僧为师 老王爷无比地欢喜 请来铁匠 买半钢铁万斤 在王府前院搭厂 支炉铸造兵器 孙行者等三人 将金箍棒 九尺钉耙 降魔缠杖 都取出放在捧场之间 看样造作 昼夜不收 不料 金箍棒那几件兵器 本身是随身之宝 放在厂院 霞光万道冲天 锐气千般照地 三般兵器放光 引来的黄尸怪 看到这样的宝物 也没有人看守 也没有主人在此 心里还以为这是无主之物 对于他们妖精来说 天地之间无主之物太多了 有德者居之 凡人肯定是用不上这些人 所有他索性 把这些兵器弄回洞中 还打算喊一众朋友 开一个订坝会 对于他来说 意外得到这些宝贝 自然是开心不已 而说来 这黄尸怪虽然是妖精 但是一直不曾伤人作恶 哪怕就是看到猪羊等物 也是拿钱购买 而且他修炼期间 也是约束底下一众小妖精 谁也不许打架结社商人 以至于他在这玉华州几百年 和当地百姓相安无事 只是偶尔会呼朋唤友 宴请宾客 可即便如此 他也从没勒索周围百姓 更没有抢夺那些百姓的财物 或者商人 比起有些鱼肉百姓的官吏 他皇师怪算地上前心修炼 一心向导之妖 可就是像他这样老实巴交的妖怪 不过是误会之下 拿了孙行者 他们的兵器而已 并没有伤人作恶 如果说真的做错了什么 也许就是 他修的是道法 而不是佛法 这佛家的行者看他不顺眼 索性一棍子打死 可他真的是冤枉呀 太冤枉了 真是因为心口中憋着一股子怨气 虽然修的是道法 但是被佛家子弟打死 他觉得无处深冤 而魂魄又不甘心 这要摇摇晃晃地 来到了天地当铺 张凡哭诉 他真是太惨了 死得太惨了 佛家不是慈悲为怀吗 连他一个改过自行的机会 都不给 不过是勿拿了兵器而已 孙悟空一行人 也没有派人看管 更没有做出丝毫标示 等找到他后 不问青红皂白 就是一顿打杀 可怜他洞中的小妖精 平时吃个猪肉羊肉的都是花钱去买 到今日遇到佛家子弟 却是被人打成了肉酱 他们都好冤呀 黄尸怪的诉说 让张凡皱眉 本来天庭中 玉帝开始着手阻止佛家东堵 让吴刚那边派一些和天庭 有些冤冤妖精下剑 说是金铲子他们带的佛精 能让人或者妖精不坠轮回 逍遥自在 这让不少的妖精都动了心思 想把金铲子身上的佛精给抢到手 只要拿到那些佛精 他们有的可以立地成佛 有的可以步追轮回永想逍遥 这样的好事 自然是让无数的妖精蜂拥而动 但是这黄尸怪 运气太倍了 看他这模样 倒是像人间苦苦修炼成人形的妖精 无权无势无靠山 能和当地百姓共处几百年 并不让人惧怕 那就说明他 真没干过吃人的勾当 只是在山中苦苦修炼 却被孙行者一棍子打死 确实冤枉 我倒是有能让你死而复生的东西 还可以让你拥有无边无际的寿命 可是 你也应该知道 天地当铺 是不做亏本买卖的 你有什么值得我出手相救的法宝 张凡这话一说 跪在下面的黄尸怪 就一脸的纠结 他只是个苦修的妖精 修炼了上千年后才化为人形 平日里最多也就是 和一些像他一样的妖精朋友往来 根本就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就连衬手的兵器都没有一件 要不然也不会看到那九尺钉耙 就心动不已 而他现在被孙行者打死 一般神仙大能 就算是有起死回生的本事 谁又肯平白救下他去和佛祖为敌 此时肯说出这样的话语的 也只有天地当铺的主人了 至少人家并不惧怕佛祖的势力 还敢出手相救 还真的把自己的喊怨给听进去了 还肯出手搭救 这比什么佛家弟子 可要慈悲多了 一想到这里 黄尸精突然就下了一个决心 想自己为了开定罢会 让刁钻古怪 古怪刁钻二小妖 拿二十两银子下山去买猪羊 谁知道这两个小妖精被人打死后 却带着沙僧幻化的人 来讨要五两银子的尾款 自己也没有丝毫为难沙僧 痛快地给了尾款 甚至还想着 这农家路途遥远 特意留下在山洞中 用餐吃饭休息 这沙僧要看定罢会 他还细细叮嘱 客人 那中间放光亮的就是丁罢 你看便看 只是出去千万莫语人说 当时的自己 丝毫没想着杀人灭口 可是即便是像他这样善良的妖精 最后却被一棍子打死了 这世间哪有什么公平可言 自己一心与人为善 但是却被善待自己的人打死 黄诗精越想越是悲愤 此时他心一横 再次跪倒在张凡的面前 想我一心与人为善 却落得如此下场 信得上仙肯出手搭救 从此后 我这条命就是上仙的 刀伤活海也任凭差遣 就算是再次丢了性命 也是心甘情愿的 那黄诗精 此时跪拜在张凡的面前 久久不肯起身 这让张凡也感慨不已 像黄诗怪这样和谐的妖精 一心与人为善的妖精 因为没有后台 又因为修的是道教 所有被不由分说地打死 好在他也有一身本事 只是没有衬手的兵器 等到自己收到麾下 让他做了天地当铺的奴仆 如果来日他表现得好 自己大颗好生培养他 让他成为自己手下得力干将 类似这样的人妖精 自然是越多越好 当手下实力大到一定的程度 他才能横扫三剑 花月影领着黄诗怪 去签订一份契约 以后他也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赐女皇姓 名皇义 然后赐予还魂汤 和一百年的生命丸 让他适应人界情况 留在我们身边听后调遣 这个黄诗怪为人倒是善良 也不伤人 这样的黄诗怪 完全可以留在人间 帮他做事 当然 他的外形还是要适当改变一下 要不然顶着一个狮子头 旁人会吓坏的 黄诗经那边 老老实实地 跟在花月影的后面 签订了契约 按下了手印后 就看着张凡让准备还魂汤 这汤要找到黄诗怪的尸体后 给他服下后 才能让黄诗怪死而复生 所有此时 哪怕黄诗怪签下契约 也得等到天地当铺 找到黄诗怪的尸体 才能让他死而复生 刚好有空 我们去御华州走一趟吧 御华州如果速度快的话 还能看到金铲子和孙悟空 他那根金箍棒 也快到期了 而且 说不定张凡还能看一看 这佛祖安排的几个传经人 是 花月影答应了一声 他们打算直接从天地当铺 去神界那边 至于海岛这边 有荣家人打理就好 尊主兴趣所致 愿意去哪里 他自然是紧紧跟随 张凡率先踏进了 天地当铺中的红色大门 紧跟其后的是花月影和黄狮怪 此时 有黄狮怪在前面领路 他们一行人飘飘荡荡地 直往御华州赶去 而且为了赶时间 这一次 张凡是唤出金龙 直接站在龙背上 御风而行 那黄狮怪虽然是妖精 但是内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而且 黄金龙对于黄狮怪来说 是高贵物种 等级比他高出 不知道多少 而且 这微风凛凛的黄金龙 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金光 让人不敢直视 黄狮怪战战兢兢地 有些不敢往黄金龙身边靠近 却见张凡瞥了一眼后 只能硬着头皮靠近 万幸有尊主在 那黄金龙似乎对他这个黄狮怪 站在自己后背上 并没有反对 只是打了一个响鼻 吓得黄狮怪 差点从黄金龙的后背上摔落下来 虽然他 已经没有了身体 但是就这样摔落下来 也确实难堪的 那黄金龙胡须一抖 似乎在笑 可那表情却相当地严肃 似乎不敢在张凡面前造刺 其实他原本 是冥府的一条巨蟒 被张凡收在了锦印之中 却是获得了莫大的机缘 有一天一飞冲天 居然化身为龙 而龙族在其他的妖精面前 自然是优越感满满 实在是以前主人身边的仆役 都知道他的来历 所有哪怕想装个威严都没机会 现在遇到这黄尸怪 总算是让他找回点威严和骄傲 化身为龙 那可是正经的龙呀 黄金龙扬起高傲的头颅 他那模样 让黄尸怪异常地羡慕 有黄金龙当交通工具 又有黄尸怪在前面指引道路 很快 他们就来到玉华州 这边距离那火焰山有点远 低头看下去 有很多大片的枯死的树木 还有很多的怪石 那些看似枯死的树木 有些却在土星崖 尊主 就是那边了 我的住处在距离城镇七十里的地方 那孙悟空等人 就住在王宫中 也不知道离开了没有 黄尸怪此时有些激动 这玉华州 已经好几年没有下雨了 水能滋润万物 而这玉华州 干旱的不但让城中的百姓 颗粒无收 而且还让树木都大片地枯死 为此 玉华州的凤仙骏 一直在求雨 用各种办法求雨 只要能让这老天爷下雨 他们会奉若神明 而就在这个时候 去东土传教的金蝉子一行人 路过此地 那孙悟空看着此地三年大旱 低雨为下 就上天庭询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却弄清楚 凤仙郡王曾经在祭祀的时候 犯下大错 把祭祀的贡品推倒在地上 然后被路过的野狗吃掉了 偏偏这一幕 又落到了玉帝的眼中 玉帝大怒 才会让玉华州 凤仙骏三年低雨为下 而孙悟空让凤仙骏郡王 带着百姓向上天 祈福请求原谅后 这才求得一场甘露 凤仙骏郡王大喜之下 留着金蝉子一行人 在王宫住下 偏偏遇到郡王的三个王子 喜欢武棍弄刀的 非要拜孙悟空一行人为师 这才引出了 为了给那些工匠们仿造兵器 孙悟空等人 把兵器放到院子中 供那些工匠学习仿造 而被黄狮怪 还当成无主之物给偷拿走了 才引出这样一段故事 只是黄狮怪 领着张帆去他洞府的时候 却发现 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虽然前阵子有一场雨水 但是爆头山湖口洞中 此时却是一片荒凉 山上还有没有熄灭的烟火 到处都是灰土 枪的人难受 爆头山上 到处是被焚烧的痕迹 山上的枯树 本来已经在发新芽 但是被这场大火烧得不成模样 至于黄狮怪住的虎口洞 洞口已经被碎尸封住了 根本就无法进入 而在这洞口 还有一些狐狸黄鼠狼袍子 被烧焦的尸体 看得黄狮怪心痛不已 虽然因为是魂魄的缘故 无法流出眼泪 但是却忍不住哀吼 是我害了这一众儿郎呀 他们跟着我修炼 平时勤勤恳恳地从没做饿过 却没想到惨遭这样的恨祸 是我害死了他们呀 黄狮怪无比地心痛自责 这些儿郎在别人的眼睛里 都是妖精 可是在他的眼里 都是曾经在自己跟前的鲜活的生命 他们并没有害人 也没有去山下 骚扰玉华州的老百姓 只是老老实实地 待在这豹子山老虎洞中修炼 为何那些传经人 就容不得他们 就算是自己有错 也不该一棍子打死 自己手下这些儿郎则更是惨 只是因为跟了自己 此时都是伸手异处 让人无比的痛心 去找你的尸体吧 越快越好 张凡抬眼看了一下 这满洞的被烧焦的尸体 和被烧得光秃秃的山石 心底也有些不好受 让黄狮怪赶紧去找他的尸体 因为那黄昏汤 只有在喂下黄昏汤后 他才能再次依附在身体之上 然后死而复生 要不然像黄狮怪这样的状态 怕是支撑不了多久 就会魂飞魄散 而且冥府那边 说不定也会有灵体捉拿 他去冥府走一趟 只要把尸体找到 让黄狮怪喝下黄昏汤 他和天地当铺的这份契约 就算是进行中 一切都很顺利了 花月影站在洞口 盯着那被塞满碎石的洞口 手一挥 从洞口的里面 冲出来一股洪流 把那洞口的碎石 冲得到处都是 洞口这才被清理干净了 而那股洪流 却转眼就不见了 水 这么多水 黄狮怪吃惊地看着花月影 无比地羡慕 玉华州已经三年没有下雨了 树木枯死 虽然前阵下了一阵小雨 缓解了一下汗情 但是对于黄狮怪来说 水实在是太珍贵了 他们除掉 维持生命引用外 根本就舍不得一丁点的浪费 但是没想到 花月影居然可以把武器来用 实在是奢侈地 让人无比地羡慕 真好呀 黄狮怪记得自己是被孙行者一棍子 打死在这虎口洞中 所有他直接就往洞中跑 整个人飘飘荡荡的速度非常的快 可是等到他飘到洞中间的时候 却发现 原本宽敞舒适的石洞 此时已经被毁得七零八落的 原本的石桌石凳子石头床 都被敲碎了 变成一堆的丸石 可是原本散落在石洞里的他 和手下喽啰的尸体 却是一个都没有看到 这 我的尸体不见了 这黄狮怪惊呼一声 他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的尸体 居然会不见了 其实 他并没有离开太久 从洞外 那些燃烧还没有熄灭的火 就可以看出来 可是他的尸体了 尸体了 没有尸体 他难道就一直以这种 魂魄的状态活着 那还有什么用处 尊主 我的尸体不见了 外带 我的兵器 也不见了 还有那些被打死的喽啰 统统的都不见了 黄石金 这回真的是慌了 无比的慌张 整个人都 没有了主心骨 只能向张凡求助 张凡的目光 扫射了一下这洞口 那巨大的一人多高的石椅 都被敲得粉碎 几乎看不清楚原本的状态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当时激烈的打斗 难怪黄石金会死 去问孙悟空他们 他们肯定知道 你尸体的下落 毕竟当时你被打死在这洞中 别人并不知晓的 这 我会不会被那凶人打得魂飞魄散 黄石怪有些害怕 那日被打的一幕 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那孙行者本来就厉害 偏偏还有两个帮手 自己在他们三人合力 围攻之下 简直没有还手之力 当时他还想过要搬救兵 可是还没等他逃走 已经被打死了 因为一直在修炼魂魄 加上他心中有冤屈 十分的不甘心 这才求到了天地当铺 有尊主在 他们敢 一个猴子一只猪而已 有什么可担心呢 张凡没说话 花月银满不在乎的 来了一句 那几个传经人 他还真没放在眼里 这黄石金是被吓破了胆子 然后才会这样 走 我们带你去问那些人 替你讨回一些公道 花月银的话 让黄石怪一时雨夜 激动的都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七十里路 就算是不召唤出黄金龙 对于他们来说 也费不了多少时间 下山的路 走过一片枯树林子 那树林树干高大 几乎可以遮天蔽日 这一条路上的光线 明显变暗 哪怕就是大白天 走到这里 也变得阴森黑暗 一路上本来也没见到什么人 只是在这条路上 遇到二个穿着长袍子 正在歇脚的路人 站在路边好奇地看着他们一行人 甚至那二人 还特意向张凡行礼 这位先生 我看你刚从那边抱子山下来 可曾看到 那边有什么异常 我二人在这边迷路了 只是眼看天色已晚 怕在那边遇到什么妖精 所有特意向你们打听一二 张凡和花月影过来后 已经换了一身玉华州的打扮 所有猛然看起来 就像是玉华州的本地人 外形并不是特别的突兀 所有这回被拦住问路 张并没有烦恼 只是笑笑 山上干净得很 被人放了一把火 什么都烧得金光 不过这豹子山很大 你们要真的迷路了 顺这条路 就可以上豹子山 向前走 七十里则是城镇 张凡看了一眼那两个人 脸上带着玩味的微笑 有种看破不说破的怡然自得 这 先生你们朝那边去 能不能顺个路 四个人结伴行 也好过二个人孤孤零零的 这二人这回说着说着 就想和张凡他们结伴行 花月影笑盈盈地看了张凡一眼 却见他没有反对 冲着他点点头 这天快黑了 几个人一起 刚好热闹一点 你们说是不是 是 是 人多热闹点 我们就是喜欢热闹 那两个穿着长袍的男人 打着哈哈笑 一身深色的衣服 衬托得脸卡白卡白的 偏偏又在一边 打着哈哈 笑得让人觉得好假 而那边的黄狮怪 站在张凡他们的身后 一直没说话 只是有些好奇地 看着这二个人 总觉得身上凉嗖嗖地 说不出来 哪里不舒服 而且也不知道 是光线的问题 还是这树荫的问题 这二人的脸总是模糊不清 黄狮怪心底有点奇怪 他是妖精 就算是漆黑的夜晚 看人的脸 也是一清二楚 没有理由 死后却是 看不清楚人的脸 因为有这二个人加入 张凡他们走得并不是很快 走着走着天就黑了下来 而那两人却是提议 在前面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毕竟大晚上的赶路很辛苦 行 反正时间还早 张凡很意外地 也没有反对 其实按照他们的计划 遇风而行 估计这会早就到城里了 但是这会 张凡就想看看 这两个人想干什么 他们鬼鬼祟祟的 还以为自己没察觉到 他们的异常 真是笑话 这两人一靠近他 张凡就感觉到 不对劲的地方 可能是太无聊了 很久很久 没有人会冲着他动手了 所有他很想看看 这两个突然冒出来的人 到底想干什么 这风呀 真是大 头发都吹乱了 两个穿着长袍的男人 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 居然拿出了镜子 一面光滑的镜子 本来在一边笑盈盈 看着他们的花月影 愣住了 这 真是无趣啊 张凡的目光 盯着哪两人的镜子 却是很感兴趣的模样 不住地拿眼神瞄呀瞄的 甚至问了一句 你那镜子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而且很漂亮 张凡这一开口 让本来就想卖弄一番的两个人 更是哈哈一笑 其中一个人站起来 无比得意地举着手中的镜子 摇晃了一下 你们可不要小看我这面镜子 我这镜子 是天上的嫦娥仙子 聚集无数的天才地宝 然后花费三年的时间 才练制了这面镜子 这镜子 可是一件好宝贝 这两人居然 提到了月中的嫦娥 这让花月隐忍不住 移了一声 因为她想起自己 曾经从广寒宫中 带出来的镜子 那照妖镜 可是嫦娥特意地 献给尊主的礼物 当时嫦娥也说 那镜子非同小可 是自己亲手炼制出来的 没想到在这里 也碰到两个这样的人 真是奇怪了 你们想照就照吧 刚好我这边 也有一面镜子 和你那镜子 倒是有几分相像 而且 我这也是嫦娥炼制的 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说话间 张凡的手中 也多了一物 却是上一回花月影 去广寒宫的时候 嫦娥亲手送出的礼物 没想到在这里 却是遇到这二个人 手里也自称是 拿着嫦娥炼制的照妖镜 而且在张凡说话的时候 那两人却是突然举起了镜子 只见一直站在 张凡身后的花月影 身子一闪 却是挡在了黄尸怪的前面 似笑非笑地 看着那两个人 此时张凡手中的镜子 也漫不经心地举起来了 那二人正在纳闷 手中的宝贝 怎么就突然没用了 还不甘心地 用手摇晃了一下镜子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两人是什么妖精 半路拦住 我想做什么怪 张凡手中的镜子 也扬起来了 而那两个人 还对着自己的镜子 不住地摆弄着 实在是想不明白 自己这镜子 怎么就不灵光了 突然张凡手中白光一现 那两个本来脸 都有些看不清楚人 突然就变成了 另外一副模样 一个穿着白衣 一个穿着黑衣 手里拿着枯桑棒和铁链 脸上却是卡白卡白的 你们是冥府的人 到底想干什么 这镜子 又是从哪里来的 张凡此时 一看二人打扮 再看他们身上 再也遮掩不住的阴气 和他们的打扮 就已经知道 这两个人是冥府的 相当于原来 黑白无常手下 勾魂使者 他们贸然出现在这里 说不定和身后的 黄尸怪有关系 你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来捉拿黄尸怪 去冥府进入轮回 他既然没有成仙 就应该去冥府 转世投胎 那两人此时 还强自镇定 向张凡分辨着 甚至还搬出了冥王 死去的人 或者妖精畜生 都归我们冥府管 你是何人 还敢庇护着黄尸精 小心冥府 折掉你的阳寿 让你身不如死 坠入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这两个勾魂使者 原本有点疑惑 但是此时 却是越说越是理直气壮 绝对在张凡面前 就不该怂 原本是察觉到 花月影气息太强大了 他们不敢直接勾魂 就想起 走的时候 冥府赏赐下来的宝贝 就是因为怕勾魂的时候 遇到一些硬茬子 比喻像黄尸怪这样 修炼千年的妖精 勾魂的时候为了方便 才会特意请出这勾魂镜带上 而两个勾魂使者 原本打算 让用这勾魂镜 先困住张凡和花月影 然后带走黄尸怪 却没想到 张凡手里 也有同样一把镜子 他们的勾魂镜子 对花月影 根本就没用 但是张凡手中的镜子 却是把他们刻得死死的 而这两个勾魂使者 根本就不知道 眼前的张凡是谁 这会居然大放厥词威胁张凡 这让张凡不由哑然失效 本来这两人的来得古怪 他也是带着戏耍的味道 才故意没有揭穿 是没想到 这两人居然还敢威胁他 真是两个小丑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张凡想了一下 心底已经有了主意 他们不愿意向自己吐露什么 但是有人会让他们开口说话 我们是冥府的使者 你要是想死后不被折磨 趁早乖乖地放了我们 不然有你好看的 这二个勾魂使者 还在叫嚷着 却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两个勾魂使者 扭头看向那传来脚步声的地方 却见白无常大步走了过来 看到他们两人的时候 白无常停下脚步皱眉 三号 四号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 你 你居然是阴帅大人 这二个勾魂使者在冥府 确实是被人称呼为三号和四号 而他们两人 再看白无常的脸 有几分相识 再想一下 能熟悉喊出他们名号的人 也只有冥府内部地位比他们高的 想来想去 冥府如今还没有归为的 只有十大英帅之一的白无常 而眼前的人可正是白无常 一想到白无常 可是大名鼎鼎的十大英帅 是他们顶头上司的上司 那是一点也不能怠慢的对象 这二个勾魂使者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白无常的面前 拜见英帅 求英帅做主 帮我们把这黄尸怪和他的从犯拿下来 让我们能去冥府交差 这二个勾魂使者 此时看到白无常 那是大喜过望 白无常一直是十大英帅中 实力很强的一个 有他肯为他们做主 肯定能拿下那黄尸怪和包庇他的人 说不定还能顺手 把张凡手里的镜子也拿到手 那镜子比他们手中的宝贝 可要强出许多 黄尸怪和他的从犯 你们说的是尊主 天地当铺的主人 大胆 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居然敢对天地当铺动手 不想活了 是不是想魂飞魄散 白无常怒吼 这两个混账东西一句 那训斥的话语 吓得两人一愣一愣的 什么 眼前这人是天地当铺的主人 这 这 天地当铺 他们就是在耳聋在明府 也曾经听说过 因为明府的三才庄 实在是太有名了 那可是连孟婆庄 都不敢招惹的对象 连十大英帅都绕着走的对象 而三才庄的主人 据说就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那无名庄主 他们遇到了 都会恭敬客气绕着走 因为实在是惹不起啊 英帅大人 是不是弄错了 一个勾魂使者哭丧着脸 吃惊地问了白无常一句 却被白无常顺手 就给了他一巴掌 怒气不争地骂一句 我不在明府 好你个白三 都学会顶嘴了 白无常这一说 吓得那二个勾魂使者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头一下子低垂下来 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一下子变得无比的老实 这下 他们是遇到克星了 那黑四算是聪明一点 这会跪在地上 不住的张凡那边移动 一边移动 一边还用手打自己的脸 不住地向张凡求饶 上神饶命啊 我们也是收到明府的勾魂令 说是豹子山老虎洞的 黄世金今日死亡 要去明府报到 因为黄世怪 是修炼千年的妖怪 所有按照惯例 上司特意赐给我们勾魂镜 好捉拿 这黄世怪归明府 只是我和白三 在这豹子山和老虎洞搜索许久 都没有看到黄世怪的魂魄 这才一直在这附近游荡顺便寻找 却没想到遇到上神 因为感觉到上神身边的姑娘不寻常 我们想麻痹上神 用勾魂镜偷袭 制服你们 还带走被你们庇护的黄世怪 怪我们有眼无珠 实在是没有认出上神来 那黑四此时心底无比的傲骂 这要是带不回黄世怪的魂魄 他们这一趟任务 算是失败了 回去是要受到重罚的 可是重罚 也比白无常大人说的魂飞魄散的好 真是没想到 他们简单的一个任务 居然遇到天地当铺这样的硬茶子 有天地当铺的人 庇护着黄世金 他的魂魄怕是勾不走了 而且这个白无常大人 怎么对这天地当铺的人这么恭敬 还来得这么是时候 真是怪了 可这样的话语 这二个勾魂使者 只敢藏在心底 脸上却是丝毫不敢说出来 白无常 让他们离开吧 这黄世金我已经收在麾下 打算让他起死回生 至于你们两个人 直接回禀 你们上次就行了 张凡最后一句话 是对那二个勾魂使者说的 不管他们想干嘛 黄世金的魂魄 自己肯定不会给他们 别说两个小小的勾魂使者 就是十大英帅 还不是自己的奴仆 所有张凡 根本就没把这事情放在心上 既然是弄清楚了 他们是冥府的人 那么张凡也没打算绕弯子 直接让他们滚就是了 这二个勾魂使者 有些畏惧地看着白无常 犹豫着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办不成这次的任务 他们回到冥府 也没好果子吃呀 你们回去吧 把这事直接回禀 黑无常就好了 万一被上面怪罪 就推到天地当铺好了 这是一件小事 冥王不会怪罪你们的 白无常自然是知道 冥王虽然厉害 但也是奇软怕硬 所有呀 这件事情 这二个勾魂使者直接说 最后会不了了之 一个黄尸怪而已 冥王也不会计较的 只要冥王不追究 剩下的人自然是得过且过 谁还会碰这个眉头 是 是 多谢多谢了 那两个勾魂使者 总算是找到了主心骨 连连冲着白无常表示感谢后 这才灰溜溜地拿着勾魂镜 回到了冥府 一路上 他们两人就在商量着 该怎么回去交差 等见到上司后 两人倒是老老实实地 倒豆子一般 把自己看到的知道的 都告诉了上司 并不敢有什么隐瞒 而他们的上司再三确定 他们没有说谎后 就把这些都层层上桌到冥王那边 并且把勾魂镜收回 因为这东西再冥府 也是有登记造册的 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拿去用的 什么 黄尸怪被天地当铺的主人 受到麾下 他的动作好快啊 难道也是察觉到 这天要变了 居然还有白无常 不是说一直想投胎转世吗 没想到 也是去了天地当铺 冥王鞋躺在床榻上 手里端着一杯红红的 也不知道是酒水还是血的东西 此时一隐而尽 跪在他下手的黑无常 此时却是低下头 什么话都没有说 因为 白无常和他关系颇好 他也没想到 白无常本来说转世投胎 却跟天地当铺有了瓜葛 要知道冥王大人 心底肯定不快 好大胆子 这就是我手下的十大英帅 跟了我几千年了 突然冥王手中的酒杯落在了地上 摔得粉碎 而地上一片鲜红 黑无常的头垂得更低了 我知道白无常和你关系素来很好 你去调查一下 他到底有没有投靠天地当铺 冥府有冥府的规矩 天地当铺的手伸得太长了 三才庄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冥王虽然很愤怒 但是他脸上还在笑 他越是这样 知道他性格的黑无常越是警惕 其实冥王要是发一通脾气 白无常这事情在他心底就不算什么 但是他越是这样 虽然愤怒 但是却还有理智 还在镇定自若地笑 那才越让人感觉到可怕 因为这表示 他是真正地动怒了 冥王一怒 怕是要服侍千里了 而且天地当铺显然让他十分不快 要不然这边不会一直盯着三才庄 看他有没有什么异常 因为三才庄的庄主吴明 好像就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而这个人其实一直被冥王忌惮 特别是上一次 吴明干净利索地干掉鬼王后 冥府这边看着表面 对三才庄特别的客气 其实也暗中一直在坚实着三才庄 怕他的势力做大 启禀明王大人 这个吴明 最近一直闭门不出 很少独自出三才庄 看着比较正常 并没有什么反常之处 听着不能放松 明王白白手示意 黑无常可以下去了 等黑无常走后 孟婆匆匆赶来见明王 而地上已经被收拾赶紧了 但孟婆一 靠近明王的时候 多年的直觉就让他感受到 明王不高兴了 孟婆不敢多言 只是低眉顺眼地给明王行礼后 乖乖地站在一边 等候明王的吩咐 有消息传来 白无常和天地当铺走得很近 而且他那模样 似乎恢复了记忆 不像是转世投胎的样子 你去查一下 他当时转世的情况 还有 他到底有没有投靠天地当铺 要是投靠了 就处置掉吧 再提拔一个英帅起来 明王这话 让孟婆心底一惊 白无常居然和天地当铺 勾结在一起了 他胆子好大 居然敢犯明王的忌讳 是 我会妥杀安排这事情的 大人不要生气 天地当铺 也不是全无弱点 他们要是真的 强大的话 仙医院的主人不会消失掉 而换了一个凡人做主人 孟婆和别的英帅不一样 可能是同为女人 明王对于他更为倚重一些 也更为相信一些 你那边速度要加快 黄魂汤给了天地当铺后 人家很多人都被他们救活了 我们等不要太久了 我有种直觉 怕是要出事了 明王的交代孟婆 一直不停地点头 心底也暗声警惕 那边天色越来越晚 白无常和张凡 却是边走边说话 尊主 我在那边又说够了 五百年的寿命 听到你传唤我 马上就过来了 不知道是有何事 白无常是天地当铺的奴仆 只要张凡召唤他 不管他在哪里 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有特别的快就赶过来了 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本来遇到 那两个勾魂使者 有些好奇 想确认一下他们的身份 加上他们手中的镜子 和当初嫦娥上供的镜子 有几分相似 想着你是名副的人 所以打算问一下你 当时那两个勾魂使者 曾经拿出勾魂镜子 还曾经吹嘘过 说是他们手里的宝贝 是嫦娥仙子所炼制的 偏偏和他手中的 有几分相似 所有张凡好奇 打算问一问 勾魂镜的事情 我倒是知道的 五百年前 嫦娥仙子确实到过 明府一趟 好像是来采药的 当时不知道 他和明王说看什么 明王曾经派出 十万英兵 和二个英帅协助他 似乎帮了大忙 走的时候 送了一面勾魂镜子 给明王 白无常说起这一段 倒是有点记忆 不过他记忆最深的是 那一次采药 说是为了去九幽之地 采摘什么矿 当时下去十万的英兵 但是回来十之不到一二 而且 领队的牛头马面 也曾经受伤了 回来后 硬是三年没领过差事 一直在敬仰中 那一次 明府损失惨重 但是也不是全无收获 嫦娥为了感谢明府 那一次鼎力相助 临走的时候 赠送了一面镜子 就是这勾魂镜 这勾魂镜 比一般的勾魂宝贝 好用多 在明府 主要是对付一些 有法力修为的妖精 或者灵体 几乎是百发百中 非常的厉害 估计这一次 明府捉拿黄尸怪的魂魄 考虑到黄尸怪 是修炼过的妖精 怕不好捉拿所有 才带来了勾魂镜 也算是下了血本 谁知道 却是无功而返 哦 一个勾魂镜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白无常 你看看这面镜子 张凡没想到 一面勾魂镜而已 看似不出 却有这样的来历 应该是嫦娥欠了明府的大人情 所有才会送出自己炼制的法宝 而自己手里嫦娥 也同样送出一面勾魂镜 呵呵 难道当初她炼制了两面 或者是 炼制了很多面镜子 遇到需要送人情的地方 就赶紧送上一面 白无常恭敬地 接过张凡手中的镜子 心底还在纳闷 当初明府 得到那把勾魂镜 明王亲自测试过效果 非常的高兴 嫦娥离开的时候 她还亲自送了一程 只是没想到 天地当铺 也有着勾魂镜 白无常手拿着这勾魂镜 仔细地看过 她用手摸了摸镜子 冰凉的一面 然后再看上面精美的花纹 再看镜子下面的一段明文后 脸上露出惊讶的目光 甚至白无常还用手 试试这镜子的重量后 心底就有数了 尊主 我明白了 这镜子当年就是用的九幽之地的矿石 当时虽然折损了几万的阴冰 其实得到的矿石并不是很多 我可以保证 嫦娥最多也就炼制了两把勾魂镜子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 这面镜子比起明府的镜子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可以这样说 明府的那面镜子 更像是半成品 或者是失败品 白无常手里拿着镜子 却是感慨不已 这两面镜子 咋一看都是勾魂镜 但是不一样 明文不一样 明府那面镜子 是当年嫦娥仙子匆匆炼制而成 而这一面镜子上的明文显示 比明府那面镜子晚了三年 也就是说 这面镜子 嫦娥仙子炼制了三年 加上这镜子的材质 虽然都是用的九幽之地的矿石 但是这个等级比明府的高出几倍不止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白无常不住地感叹着 要是没有这面镜子 估计他以前也觉得 明府那面勾魂镜很厉害 但要是和张凡这面镜子一比 那差距就太大了 简直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哦 这样说来 那嫦娥倒还识趣 行 这东西你收着吧 张凡微微一笑 顺口就把这面镜子赏赐给了白无常 其实这面镜子 对于张凡来说 真的是太普通了 感觉都没什么用处 这次要不是这两个勾魂使者 在他面前炫耀什么勾魂镜子 还提到嫦娥 他都快忘记了 嫦娥曾经向他敬献十件礼物中 还有这面勾魂镜 再听这白无常说话的语气 对那勾魂镜是满满的羡慕 话语间更是推崇备致 那谷子羡慕 怎么也掩饰不住 张凡索性把这个面镜子送给他 啊 尊主 无功不受禄 奴才 奴才受不起这么珍贵的东西 白无常心底一惊 马上就跪在了地上 双手拖着那镜子 强压住心底的机动 却是怎么 也不肯收这样的宝贝 勾魂镜比明府那个要好得多 当年明府折损了好几万的英兵 还有二个英帅受重伤 还有明王那么大面子 也就得了一个劣质的勾魂镜 即便是这样 这勾魂镜不是有特殊情况 都不会拿出来用 这东西的稀罕之处可想而知 而尊主的这面勾魂镜 比明府那一面更好 价值更高 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宝 他就这样随手送给自己 白无常不敢收 虽然不敢收 但是白无常很激动 激动得浑身发抖 他是知道这东西的价值的 越是这样 越是感觉到 尊主真是太大方了 他虽然是一个奴仆 那是做梦都没想到 有一天 居然还有机会 得到这样的宝物 真是折杀他了 一面镜子而已 忠心耿耿给我办事的奴才 我从来不会亏待 张凡看着白无常 这慎重的模样 哑然失笑 只是一面镜子而已 没想到这白无常 搞得这样激动 本来张凡就觉得 一面镜子拿在手里也是鸡肋 还不如送给食货的人 再说白无常跟在他身边办事 倒也忠心耿耿 上次就是他找到嫦娥的 这次四处收集寿命 也相当的卖力 应该奖励一番 我赏赐的东西 拿着 要是给我办事做不好 有奖就有惩罚 记住 你是天地当铺的人就好 张凡不肯收纳镜子 倒是真的赏赐 给了白无常 这让捧着镜子的白无常 又惊又喜 又是激动 半想都说不出话语来 低头的时候 眼角甚至隐隐有泪光 他双手像是捧着出生的婴儿 此时异常地小心 把镜子贴身收好后 白无常虔诚地再一次趴下 多谢主人赏赐 我一定会铭记在心 感激万分 我的命和自由和灵魂 都是主人的 白无常此时 在心底暗自发誓 主人这样对待他 他简直就是肝脑徒弟 也无法回报 他的眼角有些湿润 几千年了 他都快忘记了 自己还有能感动流眼泪的时候 在人间待久了 居然越来越脆弱了 得了那面勾魂镜的白无常 跟在张凡身后 整个人显得特别的高兴 虽然他在调整 自己的气息和表情 但是那开心 却是怎么也掩饰不住 折镜子对于他来说 真的比他性命珍贵多了 可是主人就赏赐给他了 是为之急折死 此时的白无常只觉得 这天底下 当真只有主人最好 原本去天地当铺为奴的郁闷 此时一扫而空 黑暗的路边 突然出现星星点点的灯光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村庄 这让白无常脚步都放慢了 尊主 前面好像是村庄 要不要我们去休息一下 顺便找人打听一些 知不知道豹子山的情况 毕竟 这里是距离豹子山最近的村落 就算是有人想运走黄尸怪的尸体 也得经过这里 路上白无常已经弄清楚了 黄尸怪的尸体不在老虎洞中 他们怀疑是被运送到城里 张凡的本意是 直接去找孙悟空 或者跟着出征的那些人 问黄尸怪的尸体去了哪里 毕竟黄尸怪魂魄魄还在 要是没有了尸体 他想死而复生 那就难了 白无常说的也有道理 张凡看着天色却是很晚 索性听他的就在这村里 看能不能找到地方借宿一晚上 顺便打听一下情况 等他们走进这村落 这才发现这村子特别的大 而此时天色已晚 家家户户按说应该关门庇护 但是这里的人家 却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 热闹地说着什么话 而空气中飘来肉香的味道 一家灯火通明的家里 好像正在大百言习办什么喜事 白无常想了一下 赶紧去那户人家攀谈一番 却发现一件让他想不到事情 不过这户人家房子宽敞 此时也很乐意收留他们歇下来 而且还特意 把他们安排了一桌韭菜 还特意请了 村里几个年纪大的老者做陪 那模样对张凡他们非常的客气 而张凡进门的时候 却是闻到一阵浓烈的檀香味道 那黄尸怪本来想跟着进来 却是突然捂住了眼睛摔了一跤 然后惊恐地指了指 这户人家的中堂之上 在那里有一个金黄黄佛字 而且在中堂之上 还有一套崭新的僧人的衣服鞋帽 摆放得整整齐齐 让准备进门的张凡有些惊讶 不过他没有说什么 只是顺手把黄尸怪 扔进了天地当铺之中 然后带着黄尸怪走进这户人家 面对那金黄黄的佛字 黄尸怪却再也没感觉到压力 而那户人家看到张凡他们凝视着中堂 却是满面笑容地向他们施礼 几位贵客 莫非也看出来我家的大喜之事 正要恭喜贵处 我看着你家张灯结彩 宴请宾客 肯定是有大喜事 但是却没有张贴喜字 或者百年好合之类的 心底正在好奇 和这家房主打招呼的是白无常 这户人家看着是半喜事的模样 但是门上贴着佛字 却没有贴着喜字 看着就有几分怪异 偏偏这户人家的主人宴请宾客 高兴异常 怕是有什么蹊跷之处 哈哈 客人问得好呀 说来也是我们祖上积德 像我这穷乡僻壤之处 最近几十年 也难得有这样让人高兴的事情 这家主人的喜悦是难以掩饰 而看着他主人说话的时候 小胡须一抖一抖的十分有趣 客人请喝茶 容我慢慢道来 原来这户人家姓孙 有两个儿子 一个叫孙大郎 一个叫孙二郎 其中那大郎已经结婚生子 二郎也有十六岁了 幼时虽然也读过书 但是却没有考上秀才 但是眼看着孙二郎年纪也不小了 孙家在村里也算是富裕人家 所以就想着先给二郎说一门亲事 却不想二郎说什么也不愿意 父子因此时时争吵 偏偏前几日 有去东土传教的和尚来 城里城外的人都去看热闹 特别是这和尚据说求雨 这让附近的村民多了一点八卦 可是谁也不相信 那和尚真的能求道雨 毕竟这封玉华州凤仙郡 已经大旱三年 根本就没有没有降过一滴雨水 百姓不要说种庄稼 就是山上的树木也枯死无数 许多老百姓生活都无以为继 卖而卖女的桃荒的如此都不少 而这这三年间 无数的僧人和道士都来求过雨 但是却都没有用 凤仙郡的郡王也曾经想过无数的法子 让人求雨 但是都没有用 只是让百姓徒增失望而已 这是这一次 出乎所有人意外之外 来的几个和尚 真的求来一场甘露 让凤仙郡下了一天夜的雨水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对那几个和尚 也是净若神明 当时的孙二郎也挤在人群中 对那和尚膜拜不已 郡王更是大宴宾客 邀请这几个高僧 在宫中做客 并且让宫里的三个王子 拜着高僧为师 而高僧的确是告诉郡王 这凤仙郡三年无语 是因为他们不尊老天爷 三年前 郡王在祭祀天地的时候 因为刚好和夫人置气 怒气冲冲之下 打翻了祭祀的贡品 贡品被野狗吃掉了 而恰好被玉帝闲暇的时候看到 玉帝勃然大怒 这才导致凤仙郡三年无语 而要想风调雨顺 必须遵佛教 所有他们打算 在郡王府邸之中 办一个佛法班 挑中一批人 由高僧亲自讲佛法 这孙二郎也是运气好 因为年轻由十字 被选中在高僧身边倾听佛法 而像孙二郎这样的 被选中的二郎 地位非常高 郡王不但亲自接见了 还免掉他们一家人的赋税等 而且 孙二郎此时就等同有了官身的人 一下子就有了俯怒 这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这就就是一家有人中了举人 也就这就这个待遇了 一高兴 孙家就宴请宾客 请邻居们都来喝酒 庆贺孙家二能当和尚 张凡坐在上座 一直在听孙家会声会色地讲述着 他们的孩子的遭遇的大喜事 这对于孙家来说 真是跟孩子去当官一样 让人高兴啊 那三个高僧道倒是厉害 对了 他们只会念经吗 白无常在套这家主人的话语 因为这里距离豹子山并不是特别远 至少比距离城镇要近一些 孙行者他们剿灭了豹子山的黄尸怪 他们肯定会知道 果然那那户主人一听到白无常的话 倒是笑了 客人你们不知道 这几个高僧可不是光会念经 人家可是真正的神仙一般的人物 不但会求雨还会捉妖精 那豹子山上有一只狮子精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都不知道 这远道而来的高僧 却是一下子找到豹子山的老虎洞 还把那狮子精打死了 这户家一说到狮子精 张凡也忍不住倾听起来 却见那户主人见他们听得用心 说的也是兴高采烈 不住地夸耀 那几个神僧怎么厉害 现在他们在城中传教 在城中受了三个王子为徒弟 而他们家的孩子 也有信败神僧的座下 甚至可以说是三个王子的师弟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对于这户农家 来说就是一步登天 难怪要大摆筵席 这确实是让人开心的喜事 跟高中举人一样难得 哦 那请问一下 狮子精的尸体 你们可曾看到去了哪里 是被那些高僧带走了吗 嗯嗯 白天来了很多将士 然后他们走的时候 拉走了好大的一只大狮子 足足有三四米高 我从没看到那么大的狮子 难怪说是成精了 那户主人还绘声晦涩地讲述着 他们一些村民看到的大狮子 足足有好几米长 实在是太吓人了 要不是那狮子已经被打死 他们都不敢靠近 那狮子被带到城里了吗 嗯嗯 应该是 我们这里距离城里还有四十里地 明天村里不少人都想进城去看看热闹 这样的大狮子 活了七八十的老人都没见过 就更不要说我们了 那户主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嘴里的狮子精 其实就站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看 一直怒目以对 而且听到自己的尸体 被运到城里后 黄狮怪不住地走来走去 坐立不安的模样 让白无常不由看了一眼张凡 我们今天先在这里歇息一晚上 明天天一亮就赶路离开了 多谢大哥的招待 白无常看到张凡在点头 忙对那户主人表示感谢 而人家送上来不少的韭菜 白无常悄悄塞了一定银子 主人不收 却被白无常告知 这是恭喜他家的 一定要收 推推让让之间 那主人还是拿下了 很快给他们安排好最好的客房 张凡打算先休息一下 人还没睡下 就听到有人敲窗户的声音传来 是我 尊主 外面窗户边站着的是白无常 身后却是黄狮怪 尊主 我想先去城里一趟 先把他的尸体找到 我怕有人毁坏尸体 他就不能死而复生 而且我先去打头阵比较好 到时候 约定一个地点碰头就好 对于白无常他们来说 其实几十里路很快就能到 张凡也是一样 只是张凡这一次 除了复活皇室怪外 还想看看这玉华州 几个和尚的事情 毕竟佛祖派出弟子东渡传教 和他想象中的并不一样 西游和东渡 人还是那几个人 但是意义全变了 而且天庭那边也没有坐视不理 甚至蠢蠢欲动 张凡打算先看看情况 再考虑天地当铺在中间 充当什么角色 嗯 你们先去打探消息 我这边随后就来 有需要我会联系你 这个白无常坐视 倒是很用心 可用 白无常得到张凡首肯 向他行礼后 这才飘然消失 和他一起走的 还有皇室怪 对于他们两人来说 去城里四十里地 几乎没花费多少时间 就这样飘飘荡的 就来到了凤仙郡的城门外面 那高二三十米的城门 上面挂着明亮的灯笼 大门紧闭着 这个时间是宵禁时间 城门紧闭任何人不得进出 这也是张凡在路上 停留一宿的原因之一 白无常围着城墙绕了半圈 很快发现一处戒备松懈的地方 他也没多坐停留 带着皇室怪 就这样像一个纸片人一样 轻飘飘地飘到城门中 然后迅速不见了 进了城门后 就是城内 这凤仙郡城内和城外 简直截然不同 城内的界面上 都是铺着青石板 两边的酒铺茶楼 都挂着灯笼 可以照清楚地面 只是这些店铺 都是大门紧闭 街上也没有人走来走去 偶尔可以听到 一二个打羹在喊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等类似的话语 而且不时会一小队的巡夜人 带着刀剑棍棒 走在这大街上 看着道士井然有条 比外城看起来 更加干净整齐 白无常茫然四顾 本来他打算 劫持一个巡夜人 问一下皇室怪的尸体 到底藏在何处 可惜 他们对于这个城里 是完全陌生的 就凭着这些街道 那些巡夜人 就算是告诉他们 那狮子精尸体在哪里 他们都一定找得到 何况 随便一个巡夜人 还不一定能知道 那皇室怪的尸体 还不如仗着他速度快 带着皇室怪 在城中多绕几圈后 说不定皇室怪自己 都可以找到他的尸体 走吧 你在前面带路 感觉一下你的尸体 到底在哪里 皇室怪都是修炼千年的妖精 哪怕死后 明府都担心不好勾魂 而特意让勾魂使戴上勾魂镜子 那就说明他的实力不低 此时 白无常让他在前面带路 就是想让他自己寻找自己的尸体 皇室怪在前白无常在后 两人这一路走来 就看到一座宽门大院里 大门敞开着 里面灯火通明 周围周围有檀香燃烧的味道 再看这房子位置 在城里的中心不说 关键是占地面积也宽阔 亭台楼阁高门大院子 一看就是显贵的人家 而这大门敞开着 完全就不受宵禁的影响 里面的人进进出出 并没有阻拦 而进出的人 居然都是光头的和尚 难道这里是一座寺庙 白无常心底有些纳闷 随我进去看看 城门都阻拦不了白无常 何况是这样的人家 所有他说着话 就带着黄尸怪 走进了这屋子里 却见里面的和尚就更多了 这些和尚 都是白衣白衫僧人的打扮 光头上的结巴 还是心印 看起来应该都是 新剃度不久的和尚 这让白无常想起今晚上 遇到那户人家的话语 他家的孩子 就是在城里出家 而且在神僧座下 倾听神僧的传教 看来那户人家说的不假 这僧人的待遇 倒是真的好 可不像是苦修的模样 而且一个个家人连付税都给免了 这可是身份地位最高的一种象征 哼 黄尸怪心底很不快 自己的死 就是那些和尚造成的 还慈悲为怀了 在他看来 那些人比自己还坏 至少他不会动辄取人性命 那边有动静 我们去看看 白无常示意 黄尸怪向一个方向看去 那边有一个老者 急匆匆地带着几个下人模样的人 手里抬着几口箱子 急匆匆地向一个院落走去 两人紧跟齐上 然后就看到那老者恭敬地走进院子里 冲着屋内一个和尚模样的行李 见过大师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还往笑纳 那老者说话的时候 就让人打开了那几个箱子 不出人意料之外 箱子打开后 固然都是黄白之物 谎化了人的眼睛 让窗户外的白无常 都有瞬间失神 这钱可真不少 这个老者怕是有点来头 要不然 哪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精英之物 见过大人 不知道大人所求何事 那和尚看起来有三十多岁 虽然也是和尚的打扮 但是头上的香疤已经很久了 而且看他身上精美滑贵的僧衣 还有这单门独院的待遇 这中年和尚地位应该是不敌 我生平无所求 只求能为老母严寿十年 以报答 她十月怀胎之恩 眼下我母亲已经病人高盲 怕就是这一两日的时间 我 我想求神僧出手就遗救我母亲 这老者说这话的时候 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 黄白之物虽然多 但是能救下母亲性命 让她多活十年 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 神僧佛法无边 但是也讲究因果关系 既然你如此识趣 我就代为通报一声 能不能让你得偿所愿 那就要看缘分了 这和尚的话语 让那老者不住地表示感谢 然后跪下来冲他磕头后 这才千恩万谢地离开 而等到那老者离开后 这和尚慢悠悠地走下来 眼睛看着那些黄白之物 忍不住拿起来 用手把玩一下后 这才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神僧 他们可曾睡下 神僧房中的灯还亮着 他们应该不曾歇息 听到外面的声音 这和尚拿了一件袈裟穿在身上后 这才带着几个小和尚 朝着这院子最深处走去 神僧 白无常在心底低念了一句 心底已经明白了 神僧怕也是在这里住下 而这和尚这么贪婪 跟着看一看就好 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那个和尚走进灵外的一个院落 在那个院落里很安静 并没有其他人的声音 而白无常就看到一个销售的和尚 正在打坐 那个年轻的和尚身上 穿着一尘不染的僧袍 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桌子上更是光可照人 他虽然坐在那里 但是一双眼睛却如同深渊 让人根本就看不清楚 他在想什么 而且他坐在那里不动如山 让人不敢直视 似乎他的那双眼睛 能看清楚世间万物 外人看不清楚 但是白无常却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在这个神僧的身边 有金光流动 看得白无常心底一紧 都不敢靠得太近 怕被发现了 小僧见过神僧 今日有城中一个园外 为人至孝至纯 哀求神僧救他母亲一命 并且为他母亲求寿十年 还特意送来了佛钱供奉和香油钱 那中年和尚一挥手 就让人抬进来一箱子黄白之物 只是白无常有些奇怪 那老者抬进中年和尚住处的 是三箱子黄白之物 到了这个神僧这里 怎么就变成一箱子 而且他把收钱说得那么清新脱俗 佛钱供奉和香油钱 嗯 明日你安排时间吧 趁着我们还没离开 正好可以为城中的百姓 多做一点事情 至于这些黄白之物 那就收好吧 以后可以做建造寺庙 或者另做他用 这神僧其实就是金铲子 他点点头看了中年僧人一眼 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这让那中年僧人十分高兴 冲着他行李后就准备离开 既然来都来了 客人为什么不进来坐一坐 金铲子这句话 其实是对屋子外面的白无常喊的 而听到这话的白无常 心底一惊讶 想着他们身后还有张帆 倒是没有扭捏 直接就进去了 金铲子 白无常一进门 本来打算问询一下金铲子 为什么纵容手下大弟子 打死黄尸怪 出家人既然是以慈悲为怀 为何一定要取人性命 可惜他这话还没说完 刚一进门就听到金铲子大喝一声 妖孽大胆 还敢停留在人间 说着不问青红皂白 抬手就是一个佛手印 嘴里开始念动着咒语 白无常就看到他嘴里 一个个金字都在往外冒 而那些字突然变大 像是一座山一样 分别往自己和黄尸怪身上砸去 白无常大惊失色 自己还好一点 好歹还有人身 但是黄尸怪却是一个魂魄 这些魂魄在常人眼里 就是孤魂野鬼 这些东西最怕的就是佛家的佛经 很多佛经是有进化作用的 像金铲子这样的高僧 那念出的佛经 直接能让黄尸怪魂飞魄散 所有白无常狠急 黄尸怪是主人收留的 自己今晚上把他带出来 要是真的出事了 自己怎么交差 主人对他恩重如山 他怎么能让黄尸怪魂飞魄散 一想到这里 白无常直接冲到黄尸怪的面前 想要护住他 只是那金字不但对黄尸怪有影响 对于他影响也是特别大 因为他本来也是明府的十大英帅 佛经对于天然鹦鹉灵体 都是有克制作用的 金铲子的佛经 不但能让黄尸怪魂飞魄散 也能让白无常身受重伤 甚至死亡 一个巨大金字 落在了白无常的身上 只见他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体像是被几万斤的锯石头砸中 疼得他咬牙切齿 只觉得身上骨头几乎被砸裂开了 佛家恐怖如斯 真是让他措手不及 惊慌之下 扔出一面勾魂镜 这是张凡赏赐的宝贝 也是白无常身上最为厉害的法宝 此时白无常只能拿这个自救 要不然 受伤是小事 就怕他们无意中 两个人都被折损在这里了 只见那勾魂镜果然不简单 比起明府那镜子 要强出许多 镜子一出现 原本还在念镜的金铲子 只觉得神思恍惚 头疼欲裂 口中的经文 就再也念不出来了 他异常惊讶地 看了一眼那勾魂镜 这宝贝居然这样厉害 能让他一瞬间 有灵魂出鞘的感觉 他甚至有这种错觉 自己要是一意孤行 继续念经 恐怕下一刻 他的魂魄就真的会离开身体 被这勾魂镜 承虚而入 所有情急之下 金铲子选择固守心神 这就让白无常带着黄尸怪 从容逃走 而后一阵脚步声传来 跳进来一个干瘦个子不高的 猴头模样的和尚 却正是这一次 东渡大唐传教的金铲子的同伴 也是金铲子的大弟子孙行者 本来孙行者来头不小 他是战斗圣佛 但是虽然被封佛了 因为性格问题 心直口快 性格暴躁 在灵山很是受排挤 这次能东渡大唐 对于孙行者来说 倒是觉得是一件好事 金铲子 因为是佛祖清传子弟 而孙行者虽然地位不低 但终究是边缘化人物 而且 他们下山的时候 佛祖再三叮嘱 要保护金铲子的安全 他们几个相当于是金铲子的护卫 只是金铲子为了笼络人心 让他们可以称呼自己为师父 此师父可不是比师父 金铲子这边一有动静 孙行者马上就冲了过来 师父 刚才妖气冲天 可是有妖精来了 师父可曾受伤 其实金铲子看着瘦弱 但并不是手无腹肌之力 他可是佛祖的徒弟 比观音菩萨位置还要高 又岂不会捉妖降怪的手段 所有孙行者 看到有妖气的时候 并不是特别担心金铲子的安危 妖精碰到他 谁死谁活还不一定了 无碍 一个戒尸黄魂的阴差而已 还有一个居然是狮子精的魂魄 怕是你们白天打死的黄尸怪 只是这二个不入流的妖精手里 居然拿着一件至宝 能让正在念佛经的我 心神不宁 差点就灵魂出窍了 这可是一件好宝贝 金铲子想着那宝贝的模样 细细地和孙行者说了一遍 却见孙行者一拍大腿 说出另外一番话来 那两人修为不高 但是盛在有一件好宝贝 那宝贝既然能扰乱你的心神 那就是说 有勾魂夺魄的能力 这样的东西 估计也只有名符有 孙行者很快分析到这宝贝 很有可能是从地府传出来的 俩人正在说话间 那猪八戒和沙悟镜 也听到动静 匆匆地赶了过来 等听到金铲子说被妖怪袭击 其中还有黄尸怪的魂魄 并且提到了一面 像镜子一样的宝贝 那八戒突然说了一句 是不是这么大一面镜子 怎么这么像明府的勾魂镜 那可是明王的宝贝 等闲人是拿不到的 八戒说起自己知道的那面勾魂镜 而模样却和刚才金铲子看到的 几乎差不多 再一想到那白无常浑身 怎么也掩饰不住的阴气 金铲子不住地点头 八戒如何得知那勾魂镜的 五百年前 我曾经去广寒宫 想见嫦娥仙子一面 玉兔曾经说 仙子去了明府 我又追去了明府 却看到嫦娥仙子送明府一面勾魂镜 明王当时十分高兴 那镜子 就是像师父看见的那般模样 金铲子原本还不是很相信 但是八戒地说起那勾魂镜的模样 几乎和自己刚才见过的一模一样 天底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所有今晚上是明府的人招惹他们 我们一路东渡去大唐传扬佛法 也曾救人无数 其中不少人是寿命已尽 却被被我救活了 而明府是负责勾魂的 被我们坏了规矩 自然是不高兴 金铲子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心底却想起晚上的时候 那个中年和尚说过 一户人家敬献香油前 想让他救下母亲一命 像类似这样吧的事情 他们一路上做了不少 不救人 怎么去宣扬佛法的强大 不让人看到 他们能求雨灭妖 让人起死回生 谁会相信佛法无边 不过这样 就得罪了明府的人 居然找上门了 这还了得 一个小小的明府算什么 还敢和他们硬抗 悟空 你有空去明府走一趟 去敲打敲打那些不长眼的人 佛祖慈悲 那也是看谁 金铲子又喊了一声阿弥陀佛 一边孙悟空本来就皮气躁 心底藏不住东西 被金铲子这样一说 也没做停歇 转世就去找那明府的麻烦了 像明府那样情况 他还真的不担心 侥幸跑掉的白无常和黄尸怪 此时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这和尚真凶啊 难怪黄尸怪会被打死 简直不问青红皂白就下手 什么众生平等 简直就没把他们当成人 走 找尊主去告诉他这个消息 那些和尚不是好东西 一个个太凶了 你的尸体 怕是要费点周转了 无常兄弟 多谢你救我 黄尸怪此时心底越发有气 这些人打死他 还这样对白无常 偏偏还被人尊为神圣 佛族选出这些和尚东渡传教 是打算用拳头打出来吗 白无常也没和黄尸怪多说 他们先是出了城门 外面天已经亮了 而白无常则选择在 近城的一处茶滩边 等待着张凡 因为主人说 今天上午会近城 他们就不用先赶过去 只用静静等待 他来就好了 太阳还没出来 清晨的露水还没有散尽 张凡带着花月影缓步而行 而两人看着走得很慢 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但是那个小村 距离这边四十里 他们一路走过来 速度应该是极快的 张凡很远就看到 路边的白无常和黄尸 见过尊主 见过花月影姑娘 昨天我们进城了 没有找到黄尸怪的尸体 不过却是找到了 东渡传教的和尚的落脚点 要不是我们跑得快 还有尊主赏赐的东西 今天怕是见不到尊主了 白无常此时苦笑 把昨晚上的遭遇 一五一十的和张凡讲了一遍 却听得一边的花月影都皱眉 尊主 这些和尚好生无礼 见人就打吗 我们差点吃了大亏 白无常此时一肚子的懊恼 想着自己晚上的时候 再谨慎一点就好了 也许就不会被金蝉子发现 而且他在城里也看到了 城里到处弘扬佛法 这也许就是都这些和尚 要东渡大唐的目的吧 我们来试 拿走黄尸怪的尸体 再给他们一点教训就好 让他们长点记性 记住不能谁都是一棍子打死 张凡看了几个奴仆 花月影 直接去找金蝉子 或者孙悟空 要黄尸怪的尸体 也不用过去找了 张凡和白无常 他们想的不一样 既然来了 就直接找他们要尸体 让黄尸怪死而复生就好 至于他们给不给 那要看去要尸体的人是谁 够不够强势 果然 花月影带着白无常 去那户宅院的时候 却刚好碰到要出门的金蝉子 金蝉子前呼后拥 站着不少的僧人 而花月影拦着他去路的时候 也没有客气 直接喊了一句 突驴 黄尸怪的尸体在何处 快快交出来 要不然 你可别想离开这里 花月影本来不是无礼的人 可是这金蝉子同行的人 打死黄尸怪 又差点弄死了白无常的事情 让他十分不快 尊主没让他动手对付这些人 但是不妨碍花月影骂几句 故意挑起这金蝉子的怒火 果然花月影这一骂 本来跟随着金蝉子前呼后拥 准备离开的那些人 一下子就怒了 哗啦的一声 就把花月影和白无常围在了中间 特别是金蝉子看到白无常紧跟在 花月影身后的时候 脸上微微有点动笼 这个人不是明府的人吗 而且 昨晚上孙悟空心底大怒 已经去了明府 要找明王的麻烦 他知道今日还没回来 而明王那边的人 却来人挑衅 当真以为他们这些传经人 都是好欺负的 呵呵 你居然又来了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是明王吗 他最多管得了黄尸怪的魂魄 什么时候 还有黄尸怪的尸体 明府简直无法无天了 连佛祖的事情也管了起来 明府 花月影突然愣住了 很快脸上出现一丝窃喜 明王 明王 你给我出来 瘦弱但是异常精神的孙悟空 在明府外面大吵大叫 因为明府的人 并不准他随便进入 而且了 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大群明府的人 一个个都戒备森严地看着他 有的手里还摸着武器 一副随时怕他翻脸的模样 孙悟空脾气暴躁 以前和明府 也有过几次的摩擦 而且结果并不是很好 而且很多明府的差异 对于他几次 在明府闯获那是记忆游行 所有这回 他根本就进不了明府 谁会知道 这个疯子下一步想干嘛 孙悟空也不以为意 所有在哪里大喊大叫 也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妥当 要是明王真的装死 死活不肯见他 他最后还是会冲进去 只不过 开始还是要给明王 一点点面子 人家好歹是地府之主 原来是孙悟空呀 你又来做什么 是不是又想烧我的明府 很少露脸的明王 一身红色的镜妆 突然就出现在 孙悟空的面前 上一次孙悟空 在明府闹事的时候 差点把明府一把火给烧了 那次明王就恼恨他不已 甚至去天庭和佛祖面前告状 最后 孙悟空被佛祖一顿惩罚 说来已经是百年前的事情 可这明王并没有消气 所有对于孙悟空 并没有一点好脸色 明王大人 上一次是一场误会 误会 最后佛祖和玉帝都出面了 你也说过 再也不会找我寻仇 嘿嘿 我这很多年没有看到明王大人了 大人越发得漂亮了 这一次 我是想问你一下 你们家的勾魂镜还在不在 最近有没有离开过你的手 这孙悟空嬉皮笑脸的 和明王开着玩笑 但是耳朵却一直在听明王怎么说 要知道 明王虽然讨厌他 但是自持身份 倒是轻易不会撒谎 勾魂镜 你问这勾魂镜干嘛 昨天有人拿勾魂镜 去抓一个妖精了 后面把镜子 给我交差了 你这猴子 跑到这里来问我 勾魂镜是什么意思 听说你被佛祖拍到东土 去传教了 怎么还有闲心 跑到我这里来 明王虽然不喜欢孙悟空 但是这回还是耐着性子和他说话 总不能让他这个没有礼貌 脾气暴躁的家伙 在这里大吵大闹 最后搞不好 又失手烧民府吧 最后倒霉的还是他 真是让人郁闷无比 抓妖精的魂魄 是不是昨天去抓黄世精的魂魄 我说的是不是 孙悟空一下子想起金蝉子说过的话 说那带着黄世怪的 很像一个鹰差 而那勾魂镜 就是那个鹰差 取出来对付金蝉子的 这现在听明王这样一说 简直半点不差 你怎么知道 这勾魂镜现在就在我这里 你问他做什么 明王有点疑惑 他手里突然出现了勾魂镜 一看那镜子和八戒描述的镜子一模一样 而且黄世怪也对住了 那孙悟空一下子像是明白什么 手里金箍棒一下子出现 吓了明王一跳 他手中的勾魂镜捏得更紧了 这个孙悟空来了 果然没好事 自己得小心对付 好你个明王 就许你告状 就不许我老孙告状吗 你派人打伤袭击金蝉子 百年前的恩怨你 居然还放在心上 你这个小心眼的妇人 有本事和我打一架 孙悟空是个暴躁脾气 直来直去的 现在确定了 袭击金蝉子的是明王的手下 带着这勾魂镜 这会是不依不饶 非要拿着他去监狱地才行 还说他小度机场网费 是一介之主 简直没有一点的度量 孙悟空打架厉害 真的骂起人来 那也是十分的毒舌 当下那些言语 气得明王浑身发抖 差点就暴走了 再想百年前 明府就被他烧过一次 这一次 他又来借过闹事 如果这一次 又让他不轻不重地离开了 以后还不知道 他会生出什么事端来 所有这一次 明王也没打算退缩 孙悟空要告状 刚好一起去天庭 请玉帝评论 这次要是孙悟空 再无理取闹 他非得请玉帝制裁他 或者求玉帝给他一个痛快 能让他好好的 和孙悟空打一架 这猴子 欺人太甚 孙悟空并不知道 自己误会了明王 这会见明王死活 不承认自己错误 还要和他上天庭告状 也是无比愤怒 两人争吵着 就上了天庭之上 只是上南天门的时候 却刚好吴刚准备上朝 两人争执之间 吴刚到时听了个清楚 孙悟空是佛祖那边弟子 明王是三界中明界之主 位置 其实比孙悟空要高出不少 但是孙悟空武力值超高 而且为人暴躁 就像是个滚刀肉的 天不怕地不怕 不知道闹过多少事端出来 这好不容易听说 孙悟空似乎要东渡大唐传经书 天庭中倒安静了一段时间 没想到 这回又出事了 明王见过高高在上的玉帝后 这回义愤填膺 无比愤怒地指责孙悟空 这孙悟空在我明王府外面 大吼大叫 藐视的明王府不说 还污蔑我 派人去打伤他的师父 我最近都没有出明府 而且也没从没派人去打杀他师父 更没有想过要报仇 这孙悟空是欺人太甚 网狱帝明察言成这个孙悟空 最好是压在哪里 关上个一千年 明王这次是真的动怒了 一个两个都当他是好欺负的 天地当铺的人欺负他 他有些拿不准天地当铺 此时的实力 毕竟天地当铺 曾经纵横三界 连玉帝都敢追着 要债得很角色 但是这个孙悟空 就太过分了 他不过是佛祖 跟前的一个佛爷而已 而且还是空有虚名的人物 居然在自己面前一再挑衅 都欺负到明府大门口了 真是疏能忍 审不能忍 这一次说什么 也为自己讨回这个公道 玉帝看了一眼孙悟空 脸上明显不悦 这个孙悟空总是闹事 百年前还差点烧毁了明府 最后还是佛祖出面 才保下他 但是对于明王的这一次告状 玉帝也没有权幸 只是瞪了孙悟空一眼 那意思是他有何话说 玉帝 我有证据啊 证明确实是明王派人 去打伤我的师父的 孙悟空这次也上蹦下跳 表示自己有证据 勾魂镜 我师父是被勾魂镜袭击的 这勾魂镜 只有明王才有 而且明王亲口承认 他曾经让人拿着勾魂镜 去抓黄尸怪的魂魄 而我们就在玉华州奉仙俊 百年前 我差点拆掉了明王府 明王一定是怀恨在心 趁着我们这次东渡大堂来报仇 理由足够充分了 孙悟空这话一说 明王都要暴跳如雷 这只猴子 真是能下班 不是 不是我 我真要向报仇 一刀子 把你劈成无数块 我还让手下二个 不入流的勾魂使者 去抓你们 那不是送死吗 何况 冤有头债有主 真的要报仇 我也不会让人 袭击金铲子 而是直接对付 你就好了 明王此时也不顾身份 和孙悟空 在灵霄宝殿上争吵起来 气得在最上面的 玉皇大帝 都连连咳嗽 示意殿前将军注意一下 别让这两人 在灵霄宝殿上 闹起来了 那明王此时也异常气氛 自己都解释那么久 这个猴子 好像还是听不懂一样的 胡搅蛮缠 简直气死了 明王此时心底郁闷气愤 看到那猴子模样 不知道从哪里 飞出来一只软鞭子 疯狂地抽象那猴子 既然讲不通道理 那就谁的拳头 大谁就赢了 百年前 自己心底的火 就无处发现 百年后 这仇再报吧 而且 明王心底一直有一个执念 那就是 百年前对孙悟空步步退让 以至于明府地位越来越低 本来自己也算是一介之主 可这百年来 都沦落到什么地步 天地当铺的一个奴才 都敢欺负明府 佛祖做下一个子弟 也来欺负明府 今日看玉帝这模样 又想霍悉尼 与其还是像百年前那样 最后自己被压制 还不如现在痛快地打一把 把这孙悟空打趴下了 打出明界的威风来 不但以后 孙悟空会老实一点 就是别人见到明府的人 也不至于各个想欺负 越想明王越是气愤 这回什么都顾不得 和那孙悟空 直接就在灵霄宝殿开打 玉帝却朝着无钢实眼色 让他把这二人拦开 要打 可以出去打 不要在这里闹事 其实玉帝也不想管 这明王地位高 可是实力太差了 这孙悟空 偏偏又是佛祖的人 佛祖又护短 稍有不慎 怕是又要生出事端来 多一事 还不如少一事 他们愿意打 就让他们去打吧 只要不闹到自己的头上来 玉帝倒是想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睛 明王的鞭子 就像是一条龙在飞舞 而那孙悟空 此时也挡不住 手中的金箍棒也捂了起来 两人的动静有点大 那边无钢冲了出来 开天府往中间一送 去 无钢这样一喊 就看到二人被他这斧头 送出了灵霄宝殿 然后明王和孙悟空 两人在南天门打了起来 不过这一次 明王发了狠 抽空的时候 一手拿着勾魂镜 对着孙悟空摇晃看一下 那镜子虽然差点 但却因为使用人是明王 加上孙悟空也没想到 明王会来这一招 所有下一刻 孙悟空只能神思恍惚一下 然后下一刻他的肩膀处 就被狠狠地抽中一鞭子 明王的鞭子 可不是普通的鞭子 真的抽中在身上 立刻有死气侵蚀孙悟空的身体 哪怕他已经是佛爷 但是那死气 像是无鞭无际 顺着被抽中的血肉 丝丝侵入 你这无赖猴子 这一鞭子让你知道 明王府也不是 你可以随便污蔑的 伴随着明王的大笑声 那猴子一下子 从南天门区坠落下去 那明王冷哼一声 还是要拳头硬实力强 下次见到这泼猴 无赖不讲理的时候 只管打就是了 不过明王离开的时候 还是去了灵霄宝殿 冲着玉帝行礼 并且告知他 孙悟空已经被自己给打跑了 以前玉帝遇到这样事情 都是会管一管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东边大唐无比的繁华 天庭和灵山 还有明府 本来灵山和天庭 已经实力差不多 明府则差离开许多 根本没法子和他们抗争 只能算是有这样一个地方 不管是哪一方 都没放在心上 但是一旦灵山势力过大 超过了天庭那么明府的位置 就显得很微妙了 谁拉拢了他们 势力也会随之大增 所以明王打孙悟空 玉帝那是乐见其成 只要不是在自己怂恿下 把灵霄宝殿打他掉了 怎么都好说 所以 这回玉帝却是在安抚明王 这个孙悟空 也是该管教管教了 你既然出手了 教训这泼猴一顿也就好了 等我遇到灵山的佛祖 一定会好好的和他念叨一番 让他把这猴子管教管教 玉帝这样一说 就等于站在了明王这边 相对于以前总是霍西尼 不敢得罪灵山的态度 已经是好了太多 多谢玉帝 多谢玉帝 明王这次是喜出望外 连忙称险 然后这才心满意足 含笑地离开了天庭 玉帝离开灵霄宝殿的时候 喊了吴刚跟随着他去了御花园 最近玉帝特别信任吴刚 众神仙对此是见怪不怪 已经习以为常了 明王回到明府后 招来了孟婆 她脸上的笑容早就掩饰住了 而等到秉退四周的人后 孟婆也知道了 在天庭上发生的事情 她对于这次明王没有忍让 出动出击有些奇怪 这不是很像明王一直奉行的原则呀 灵山派人东渡大唐传教 已经打破了平衡 触犯某些人的忌讳 机会已经来了 我们不用再低头潜伏了 死一时比一时 真的表现出来太弱了 被人拉拢的时候就没有价值 以前是二大势力旗鼓相当 明府要是过于强大 会被他们联手收拾掉的 但是他们之间已经关系 已经松动了 估计也没空管我们了 天庭和灵山那边一旦对上了 都会小心翼翼 对于明府的监管 肯定是会放松 这一点明王比谁都清楚 以前为什么明府最弱 那是没办法呀 因为不管是灵山还是天庭那边 都在明府安插了人手 他想安安稳稳做这个明王 就得睁只眼闭只眼装傻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既然要立威 就得找出目标 你盯着点三才庄 开始收网了 开始慢慢动手 除掉三才庄的人 明王冷笑了一声 对于明府来说 一个天庭一个灵山 就已经很让人讨厌了 但是他们实力太强 此时不能轻易动手 但是天地当兔 也在明府有自己的势力 那么就 趁着这次立威的时候 除掉就好了 三才庄实在是太矮眼了 是 明王 孟婆看着明王那 跃跃欲试的表情 也知道多年来 她的韬光养晦 能屈能伸 此时明王大人这般模样 这天地真的要变了了吗 慧气 慧气 这死妖婆 还真的是太狠了 明明是她的人挑衅在先 却偏偏强词夺脸 还用鞭子打伤我 真是慧气 孙悟空降落在一处溪水处 只觉得被鞭子抽中的地方 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她想清洗一下 却发现 里面都可以看到白骨 而且越烂越深 让她疼痛异常 这个死妖婆手里的鞭子 着实厉害 里面蕴藏着死气 居然能吞噬人的生机 让人越来越难受 这还得赶紧回去拿药治疗 并且让师父念经进化一番 不然伤势怕是好不了 孙悟空也是识货的 一看光用水 清洗上药 根本就不行 还得回去找师父念经进化 除掉这死气才行 孙悟空马上腾云驾雾 直接奉仙俊飞去 而金铲子那边 却还是把花月影 当成了冥王的人 因为谁都知道 冥王是女的 他身边受重用的 顺手的都是女人 他们一来就要黄石怪的尸体 加上金铲子先入为主 把白无常直接当成冥府的人 把花月影 当成白无常搬来的救兵 所有这回不肯让 却没想到 花月影也是个狠角色 不肯让 那他也不客气 手一挥 在户房子很多地方 就出现了火光 本来那些和尚 都跟在金铲子身后 可此时 房子着火 自然是要救火去 花花的人群都散开了 救火为主 好在沙欧镜 还有猪八戒 都冲了出来 全部都围在了金铲子的身边 手里的法器都拿出来了 对花月影默默以对 你们枉杀无辜 黄石怪罪不至死 但是被你们打死 这会赶紧交出黄石怪的尸体 我们就会离开不再纠缠 如果你们执意不肯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花月影说话的时候 白无常也严正以待 从手里掏出了那面勾魂镜 这镜子质量 可比冥王那个好处了太多 哪怕白无常的实力 没有冥王高 但是对付沙欧镜 他们已经是绰绰有余 花月影随着天地当铺 慢慢强大 实力也到了一个 非常恐怖的层次 所有面对着金铲子 他是丝毫不怕 只有那黄石怪 此时焦急万分 原本以为从天地当铺出来后 直接去了老虎洞 找到自己的尸体后 就可以死而复生了 却没想到 尸体被人带走了 还折腾这一大圈 此时面对金铲子他们 佛祖的大弟子 他们背后代表的是灵山 是神僧 自己只是一个没有后台 没有背景 老老实实修炼的妖精 这 这 这能拿回自己的尸体吗 黄石怪心底很慌 他知道自己没能力也没背景 天地当铺 把他收作奴仆 只是一纸契约 而且他还没给天地当铺 做过任何事情 没有一点点的功劳 就这样 还想着天地当铺 强势地得罪佛祖的人 给他抢夺尸体 黄石怪不敢想 他绝对不可能 万一 万一不行 就不要那具尸体了 自己借尸还魂吧 虽然最后 实力会有一个天花鼎 会因为身体的缘故受到限制 但至少不会给天地当铺 招来大敌 像他这种人 不能为天地当铺 做出太大的贡献 他觉得 不招惹是非 不给尊主树立强敌 也算是他一个小小奴仆 能做到的一点心意 所以 黄石怪想退 想离开 不想要那尸体了 他飘到花月影身边 拱手 姑娘 我看就算了吧 那尸体我不要了 我随便找一个人 借尸还魂就好了 黄石怪心里 其实在低血 但是不能因为他 让天地当铺吃大亏 自己最难的时候 是他们愿意出手搭救 哪怕是妖怪 也得感恩 不行 主人让我给拿回尸体 就一定得拿回来 几个秃驴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连我们的东西 也敢窝藏 估计是真的以为三剑 只有灵山最大了 花月影是满不在乎 他是曾经见过大世面的人 也曾经看过 天地当铺辉煌的人 所以对于金铲子 和沙物镜他们 还真的就没放在心上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有什么牛的 灵山不为尊 难道还以你们明府为尊 大胆妖念 把他们都留在这里 让明王亲自来道歉再放人 这回金铲子因为先入为主 完全就把花月影说的那些话 当成明王那边的 还以为明府也想和灵山一争高低 哈哈 真是太好笑了 明府 虽然也是在三界之中 但是明府真的不够看呀 灵山和天庭 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说这些话 他们没资格 也没实力 而且自己苦修的佛经就是明府的克星 一想到这里 金铲子嘴里就开始吐出一段段的金纹 那金纹从他的嘴里冒出来 每一个字都闪动着金光 每一个字都往花月影和白无常等人冲去 金光大字对于黄尸怪来说 那就是克星 他不住地躲避 十分地狼狈 但是对于花月影来说 没什么影响 他一下子冲出去 手一挥就看到无数的熊熊烈火 往金铲子席卷去 那火焰下的还有一些 跟在他们身边的僧人 纷纷后退 来得好 金铲子大喝一声 大火而已合足畏惧 可是 等到那些大火焚烧着 把那些散发出金光的文字 一个个包裹在中间焚烧的时候 他才赫然发现 这些并不是普通的火焰 这是可以焚烧世间万物的三位真火 有人拿着水桶 往这火上面浇水 可是那水浇在上面 却是不见熄灭 非但如此 却有越烧越旺盛的趋势 这让金铲子心里一慌 这不是普通的火焰 用水是熄灭不了的 而且 控火的人如果不收手的话 这火会一直燃烧永不熄灭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抵挡得住三位真火焚烧那么久 而不被毁灭 他的真惊也不行 一分神经铲子 就感觉到一股子热气扑面而来 然后就看到自己眉毛和头发居然烧了起来 这下金铲子彻底狼狈起来 那边杀物镜和猪八戒赶紧上来帮忙灭火 一边的白无常却是找到了机会 举着手中的勾魂镜 只见猪八戒一个不留神 整个人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然后生死不知 那边的白无常又惊又喜 这勾魂镜果然是宝贝 就这么一照面 把猪八戒的魂魄给勾上来了 没有了魂魄 这猪八戒 这个身体 就会变成活死人 或者过了三天 没有找回魂魄的话 他也会死掉的 没想到 他们在金铲子一行人中 居然还占到这么大的便宜 真是让人扬眉吐气 开心不已 此时的白无常乐的整个人一扫阴影 只觉得天都蓝了 水都清了 整个人天空都明媚了 这个猪八戒 可是原本的金铲使者 而且还有三十六般变化 在灵山上 也算是实力很强的人物 这才会被派到东土传教 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 能把这样的人打败 把他的生死掌控在手中 白无常都觉得自己 快膨胀了 快飘了 他实在是太高兴了 而那边的黄尸怪 也非常聪明 见到猪八戒被射魂 他嗖的一声 就钻进了猪八戒的身体里 猪八戒的突然栽倒在地上 让花月银也看到了 再看金铲子的狼狈不堪 杀物尽故此是彼的慌乱 花月银也忍不住笑了 你们要想让猪八戒活命 就把黄尸怪的尸体 赶紧送到城外十里地去 要不然 猪八戒的身体 我们就借用了 猪八戒也是猪妖成佛 所有他原本的身体 也是可以给黄尸怪用的 而且比起黄尸怪原本的身体 还要强出很多 这具身体不错 不错 猪八戒再一次站起来了 但是却换成了黄尸怪 真正的猪八戒 却是在勾魂镜里 不住大喊大叫 师父救我 师弟救我 快去找猴哥来救我 救我 猪八戒还在呼救 那边的花月银 却是心满意足的收手 反正尊主说过 一定要拿到黄尸怪的身体 现在他们把猪八戒带走 等到金铲子他们 主动送黄尸怪身体来交换就好了 妖怪 还我师兄 那沙悟竟看着花月银 带着猪八戒要走 这会急了 他也知道 师兄的身体 被黄尸怪占据了 所有想拦下他们 可惜 他根本就是有心无力 一个会放火的 那三位真火翘无声息 不知道就从哪里冒出来 他和金铲子 根本就抵挡不了 而另一边那白无常 一直拿着勾魂镜 在一边虎视眈眈 稍微不注意 他和师父两人会像八戒一样 瞬间被吸进勾魂镜里 到时候 魂魄一样被困住了 所以沙悟静眼睁睁地 看着花月银 他们一行人 兴高采烈地 带着猪八戒离开了 虽然那个猪八戒的魂魄 已经换成了黄尸怪 几个人腾云驾雾一下 到了城外 那高高的城墙 根本就拦不住他们 等到他们来到张凡的面前 一个个脸上的笑容 那是再也掩藏不住了 见过尊主 幸不辱命 我们把猪八戒的身体 带回来了 然后让他们 送黄尸怪的尸体 过来交换 花月银他们下来的时候 队伍中多了一个 猪头猪脑的猪八戒 张凡也没有惊讶 因为里面的魂魄 是黄尸怪 而黄尸怪和天地当铺 签订契约 所以他的魂魄 张凡是可以感觉到的 只是没想到 花月银还是挺聪明的 居然知道 让他们自动地 把黄尸怪的身体送回来 这招比原本想着 黄尸怪自己找到尸体后 复生后离开要好得多 张凡点点头 示意大家先进门 在这里有一处村落 只有三二户人家 张凡选中其中一户人家后 给了一笔钱他们 让他们过几天再回来 这是让他们暂时避让 因为不知道金铲子 他们会不会想出别的办法 来抢夺猪八戒的身体 不过他们要是拾去的话 最简单的 最有效的一种办法 就是直接把黄尸怪的身体送回来 一切就万事大吉 他们也不会真的 把金铲子和猪八戒给杀了 花月银离开那房子的时候 把那火焰也给收了 顺便给下了一场雨 总算是把那些僧人住的房子 给保住了 岂有此理 这明府的人欺人太甚 也不知道悟空去天庭 告状怎么样 百年前 他就差点烧了明府的房子 没想到这一次 金铲子叹一口气 念了一句佛经 他修炼的是言出法随 所有念经文的时候 那些佛经也是有攻击性的 只是谁也没想到 那个妖女居然会放火 放的还是三位真火 所有这言出法随中念出的经文 还是拿着大火没办法 师父 不要放在心上 估计也是明府 一直怀恨在心 才会有这样的事情 好在也没有人伤亡 就等大师兄回来 咱们再看怎么营救二师兄 不过我们 还是要喊三个王子过来 让他们看好 黄尸怪的尸体 看到底怎么办 这里 只剩下沙悟静和金铲子两个人 人手严重不够 沙悟静马上 让那中年僧人 去三个王子过来 而正在这个时候 却见孙悟空 突然出现在这屋子里 此时的孙悟空颇为狼狈 他身上衣服都裂开了 脸上也出现了丝丝的黑气 一只手臂垂下来 都可以看到里面骨头 精神更是伪顿不堪 一看就是受重伤的模样 大师兄回来了 怎么会这样 沙悟静赶紧喊金铲子 而那边孙悟空也大吃一惊 因为师父此时模样 也十分狼狈 眉毛都烧光了 本来就没有头发 这眉毛再没了 真个人看起来就特别的怪异 而且身上的袈裟 也被烧破得是 浑身是破洞 师父 那孙悟空一急 眼前一黑 整个人却是晕倒了 我和冥王上了天庭 找那玉帝老儿平领 可恨那玉帝老儿 不闻不问悉尼 根本就不为我做主 我和那冥王 当场就在灵霄宝殿上打起来 谁知道那冥王十分狡猾 他手拿着勾魂镜 差点把我魂魄勾走了 最后又用鞭子偷袭我 把我打伤 他鞭子里有死气 只是一鞭子 就把我打成这样 师父你们这是怎么一回事 被抢救过来上了药的孙悟空 一醒来 就把自己在天庭上的遭遇 说给了金铲子他们听 而那边金铲子 也说起了 他们被花月影袭击 猪八戒被勾魂的事情 而且还说起 花月影走的时候 曾经留言 让他们把黄尸怪的尸体 送到城外十里 用来交换猪八戒的尸体 如若不然 猪八戒就会被永远地 关在了勾魂镜子中 怕是再也去不了大唐了 几个人一路东行 虽然也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却没有像这次这么棘手 他们居然打不过 而且天庭这边又故意无作为 让金铲子和孙悟空十分懊恼 要不我去禀告灵山佛祖 这冥王实在是太过分看 而且天庭这边也是故意敷衍 求佛祖做主 金铲子此时很气愤 天庭这是故意纵容明府的明王 他们只是打死一个妖怪而已 居然有人用猪八戒的性命 来威胁他们 或者 他们干脆去搬救兵过来 求菩萨灭掉那几个人 还有明王居然敢打伤孙悟空后 大摇大摆地离开 就应该让灵山佛祖的人 去明府质问 为何如此目中无佛 先把八戒救出来 然后再 直接找观音菩萨 和我们上天庭告状 要预递给他们一个说法 要不然 我们几个去明府 搅一个天翻地覆 孙悟空此时身上的黑气 已经被Search控制住了 身上也上了药 整个人精神了许多 此时他对明王 也是非常的不满 明王真是胆大包天 把他打伤成这个模样 就敢一走了之 而且 还用勾魂镜 来收走猪八戒的魂魄 不过说来 明王手里这勾魂镜 倒是个宝贝 得想法子把他弄到手 不能让他白吃这个大亏 他孙悟空 还从没像现在这样狼狈过 是啊 师父 我们还是要先救下 二师兄才好 一边的沙悟镜 这也急了 他觉得别的都好说 但是猪八戒不能不救 正在商议这事的时候 外面出现喧哗的声音 就看到三个面目英俊的少年 齐齐地走了进来 他们就是玉华州 凤仙郡王的三个儿子 也就是刚刚拜孙悟空 他们三人为师父的三个王子 那大王子也不过二十一二岁 小王子也就十七八岁的模样 此时听到他们的二师父诸八戒 被妖怪抓走 那时大吃一惊 慌忙带着凤仙郡的一些兵马 匆匆赶来 而且还按照传信人的指示 派重兵看守着皇师怪的尸体 不让人靠近 这回三个王子 齐齐地跪在了金蝉子他们的面前 向他们请战 我奉仙郡有几十万兵马 父王让我们带上十万兵马 供师父们调遣 去救我们的二师父 一定要把人给救回来 二王子败在猪八戒的座下 手里拿着一个九尺钉耙 这回听说师父有难 也是焦急万分 向金蝉子请命 希望能带着手下将士出征 把二师父给救回来 只是他这话一说 不管是金蝉子 还是孙悟空和沙悟静 却都没有说话 再看师祖金蝉子脸上的眉毛 都没有了 虽然换了一件僧袍 但精神伪顿面色凝重 而大师父则居然受了重伤 此时虽然伤势已经好转 但是整个人看起来 情况并不是特别好 这让三个王子面面相对 却是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来 这天底下 哪还有比三个师父更厉害的人 要知道 三位师父可以求雨 上达天庭 下通名府 而且那千年成经的妖怪 在三位师父手里 也不堪一击 在他们心目中 就从来没想过 他们的师父会吃亏 有谁还能让他们的师父 这样狼狈不堪 所以这三个王子 心底无比地惊讶 但是却表示 他们愿意为救二师父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却没想 金蝉子却是让他们先出去 等他们商量好了以后 再告诉他们 该怎么办 这三个王子指得退出来 但是去叫来一些僧人 询问当时的情况 等到他们听到那美猫姑娘 临走的时候 曾经说过 让几个师父 把黄尸怪的尸体 送到城外十里的时候 眼睛一下子亮起来了 特别是大王子 一伸手 让两个弟弟探头过来 一副他有话要说的样子 然后几个人在一起 低头窃窃私语 大王子的话语 让剩下两个王子 不住地点头 只觉得大王子的主意 真的太好了 十里外的张帆落脚的地方 此时白无常居然在做饭 虽然比不上徐子军 但是看起来像模像样的 也很熟练 而且 黄尸怪弄来不少牛羊肉 大锅 煮得香喷喷的 让张帆看起来 倒是有几分的食欲 这家小院子里 有一株桂花树 张帆坐在桂花树底下 花月影正在给他泡茶喝 顺便说一下 自己解决这件事情的经过 那几个和尚 没有一个能打 我只是用火烧了一下房子 就吓得那些人大呼小叫的 而且还把那个和尚的眉毛给烧没了 哦 尊主 告诉你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花月影赶紧用废水 给把茶杯洗干净 然后把茶叶放进杯子里后 又端起杯子 给张帆倒离开一杯水 说话的时候 花月影因为心情好 整个人笑得如同三月的桃花 那个和尚 佛祖的弟子 居然自作聪明 哈哈哈哈 他把我们当成了冥王的人 还以为我们是冥王派去的 估计他就是想报仇 也去想着 找冥王报仇了 花月影说到这里是十分的畅快 他可是时刻记得尊主 叮嘱他的事情 让他拿到黄尸怪的尸体 要不到尸体不妨动一下脑筋 他是懒得动脑筋 要不到就开打 打得他们求饶认输就好了 哦 要真是这样 那就有趣了 我们不妨给吴明传一个消息 张帆瞬间也来了兴趣 吴明在明府 那是张帆给安插的一个钉子 明府也是张帆第一个据点 那里他觉得挺好的 尊主 可以吃饭了 白无常端来一大盆的牛羊肉 招呼着张帆来吃饭 本来对于他们说来 哪怕二三天不吃 也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张帆对于美食一直很喜欢 白无常知道他这个爱好 所有这会主动做美食 也是心底真正的万分感激张帆 那么珍贵的勾魂镜 尊主居然赏赐给看他 这可是至宝 至宝 对于白无常来说 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所以在白无常的心底 已经不知道怎么感激张帆 他只会用自己 能想得到的一切法子 来讨好他 嗯 都来尝尝这边的肉汤 张帆招呼了一声 喊花月影一起过来坐 而白无常和黄世金 却有些拘束 说什么也不肯坐下来 却坚持要在一边 伺候张帆用餐 说什么张帆是主人 他们是奴仆 没有道理做一起的 张帆看看白无常和黄世怪一眼 对于白无常来说 他的思想估计一时放不开 不过张帆也没有勉强 打算一会让他们自己 再弄点吃的 只是张帆刚吃了一口肉 就突然说了一句 有大量的马匹和军队 在朝着这个方向来 你们去看看 我也听到了 说不定是来送黄世怪尸体的 正在吃饭的花月影 也站起来了 他领着白无常和猪八戒 就冲了出去 而张帆看着本来热闹的小院子 一下子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再看桌子上热气腾腾的牛羊肉 也没多想低头吃肉 反正手下有好几个奴仆 这点小事用不着他来操心 花月影朝着城门方向走了半里路不到 就停下来看到灰尘滚滚 无数的马匹践踏在地面上 影得地面轰隆隆的都像是在颤抖一样 那动静非常的大 冲在最前面的是三匹白色的马 坐在上面的却是三个穿着滑跪的年轻人 却是凤仙俊的三个王子 他们一番商量后 却是避开孙悟空他们 偷偷地跑来 想把猪八戒抢过去 因为他们打听到 花月影几个人 让把黄尸怪的尸体 送到城门外十里地方 而他们借口要寻城则溜了出来 没多久 就看到专门在路边等他们的花月影 和白无常等 看 是二师傅 是二师傅 领头的是三王子 他最先看到 已经附在猪八戒身上的黄尸精 他根本就没想到 猪八戒还能站在他面前 所有这回惊呼起来 从马上跳考虑下来 二师傅 你不是被人抓走了吗 快 快随我们回城 大师傅也受伤了 我们是来带你回去的 三王子最年幼 也是最单纯的 这回冲到黄尸怪面前喊他回去 而他身后 却是整齐地排列着 成千上万的马匹和将士 兜兜盯着那黄尸怪 因为他们都以为 眼前的是猪八戒 尸体了 尸体怎么没带来 你们带来这么多将士 是想干嘛 黄尸怪也明白这三王子 怕是认错人了 但是他也没点破 只是询问自己的尸体在哪里 二师傅 在一个很好的地方藏着了 你别担心 他们是不是结识你的人 交给我们好了 我兄弟可是带了十多万人马过来 一个人吐一口唾沫 就能把他们淹死 这三王子此时还有些天真 却不知道 不管是白无常 还是花月影 都不是他们可以对付的 花月影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将士 脸上似笑非笑 扭头看向一边的白无常 你能对付吗 嗯 不过这些人都很无辜 要不 擒贼先擒王 白无常摸了一下勾魂镜 他可以 把这些人的魂魄 都射到这镜子里 可是这些将士都很无辜 没有必要让他们丢了性命死一次 那就让我来吧 你抓人 我放火 突然在三个王子身后 出现一堵火墙 而那三个王子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黄尸怪和白无常 一人抓了一个 制服在地上 至于那机灵的大王子 看着不对想跑 却发现身后都是火 而那些将士想冲上来 救这三个王子 却发现 马匹怕火焰 他们根本就不能靠近 非但不能靠近 有些马医 看到火都受惊了 又蹦又跳的 根本就search控制不住 这种情况下 想救三位王子 实在是太难了 你们都给我听着 想救回你们的人 就去用把黄尸怪的尸体给我送完 要不然 我一天杀一个王子 刚好杀三天 花月影为了让这些将士们知道害怕 故意把话说得非常凶狠 果然听到他这些话的将士 一个个都慌神了 因为有火焰 他们根本就不能冲过来 所以 哪怕有十多万的人 此时却乱成了一锅粥 被花月影这样一吼 纷纷后退往城里跑 张凡一顿饭还没吃完 这三个王子被带了回来 跪在了他的面前 三个王子心底异常地忐忑不安 他们实在是想不通 这些人怎么会这么厉害 看着都不像是凡人 一个个这么厉害 最后却把他们带到一个凡人的面前跪下 再看张凡 年纪似乎比他们大不了多少 可是人家手下这些人 居然比几个师父都厉害 比他们手下数十万人都厉害 简直 简直让人觉得鬼神都怕 你们是凤仙俊的三个王子 你们也是那几个和尚的徒弟 你们有没有想过 当和尚免除赋税 还修建庙宇 有这些钱 为什么不新修水利 让凤仙俊能风调雨顺 求雨 你们的师父离开后 谁又会求雨 与其靠求雨 还不如想办法取地下水 想办法广修渠道多开荒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求佛不如求自己 张凡喝了一口茶 那边花月影看着他的茶杯茶水变浅了 赶紧又给买上 这在三个王子心目中 凶神恶煞 不能招惹的花月影 此时在张凡面前 不知道有多温顺 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 无比的殷勤 根本就不像那一个人 可抵挡数十万人的姑娘 还有眼前这上位者什么意思 谁都想风调雨顺 但是很难 与其把这些寄托在老天爷的身上 还不如自己想办法 可以多挖鱼塘或者湖泊 或者拓宽河流 这样缺水的时候就可以用得上 只要有水 粮食才有收成 张凡一边喝茶 一边在那里说着闲话 这凤仙郡的郡王 其实对百姓也非常不错 而且他的三个儿子 已经长大了 与其让他们去跟着和尚学武 不如和他们谈一谈 治理凤仙郡缺雨的法子 当年的火焰山 比这凤仙郡更加缺水 最后还不是变成鱼米之乡 老百姓安居乐业 不就是因为 有河流有水源吗 能开的荒地多 百姓有土地种 然后城镇的赋税 也就多了起来 那三个王子开始跪在地上 对张凡充满畏惧 但是听他说话 听着听着 又忍不住仰起头 绝对他说得非常对 可是他们这里缺水源呀 真的没有水 我们拜师 也是希望师父们离开后 我们自己能求到雨 这样有雨水的话 老百姓就不走投无路 也不会流离失所 那大王子跪在地上 此时却是忍不住 分辨了一二沟 求雨不是法子 能流住雨水才是 而且 和尚要去东土大唐了 你们要做的 不是发展城中的僧人 而是要开渠道开荒地 好了 你们想自由 用黄尸怪的尸体 来换就可以了 张凡喝茶的时候 只是随便喝了几口茶 就再不再言语 凤仙俊的王子们 就看他们能不能听得进去 如果是听不进去 自己说的再多也没用 如果听得进去 几句话足矣 白无常看到张凡不再言语 就把几个人都用绳子捆绑好 然后和黄尸怪负责 把人送到另外一间房子关起来 而后去看锅里的肉 还有热的 也赶紧多吃了一些 尊主 这几个王子是不是傻 就凭十万的凡人士兵 就想对付我们 细细 他们恐怕不知道 当年十万天兵天将 都没有能拿住我 他们的人 难道比天兵天将 更加厉害吗 花月影嘻嘻笑着 只觉得 遇到世界上最为可笑的事情 那边的白无常 也感叹了一句 其实有那勾魂镜 别说有十万将士 就是百万将士 也抵不过那勾魂镜 毕竟他们都是普通人 但是我担心 勾魂镜力量太过于强大了 会让这些普通人魂魄受损 所以一直没出手 在面对数十万将士的时候 如果白无常是心狠手辣歹毒之辈 他会用勾魂镜对付那些人 效果会十分好 但是那些人死伤会惨重 弄不好十万大军魂魄全尸 那奉仙俊损失 可就无比惨重 所有他们抓住几个王子 逼退那些将士的 用的是三位真火 而不是他的勾魂镜 嗯 喝茶 喝茶 张繁威笑着点点头 手中虽然有利器 但是心怀慈悲 这白无常也算是如此可教也 不错 不错 几个人在院子里有说有笑 而跟随着大王子他们的将军 此时差点累的吐血 一边拆人去禀告郡王 一边来禀告三个王子的师父 三个王子被抓 这可是他天的大事 得赶紧让神僧们去救王子才行 而且还得通知老王 告知他那些妖人提出的要求 只要皇尸怪的尸体 交换三个王子就行 三个王子是多么重要 一个妖怪的尸体 又算得了什么 要不是 有人看着那妖怪尸体 巨大罕见 说是要把皇尸皮给包下来 给王上做一件狮子皮做垫 谁会想着 把这皇尸精的尸体给带回来 真是招惹祸端了 这将军连滚带爬地 跑到金铲子他们的面前 把三位王子 私自带兵 去讨伐那些妖人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 告诉了神僧等人 等到他们听到三位王子 不过一个照面 就被人生情活捉后 连连摇头 骂那几个王子糊涂 实在是太糊涂了 那些是冥王的人 不要说三个王子领兵十万 就是我们领兵百万 都不一定是人家对手 冥王有能夺人性命的勾魂镜啊 十万人也不够人家镜子吞噬的 金铲子叹息一声 十分的无奈 他的经文 虽然能言出法随 但是对那勾魂镜也没有用 毕竟 那是冥王的宝贝 到现在 他们还以为 白无常手中拿的是冥王的宝贝 师父 还是让我去找一找御殿 然后找一下菩萨 让他们帮我们 抢夺三个王子和二师弟 冥王真是欺人太善 不能就这样饶了他 孙悟空此时身上的伤势 已经search控制住了 但伤口还是没有愈合 这会挣扎着 要起来去搬救兵 从灵山离开的时候 佛祖曾经说过 他们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可以直接去找菩萨帮忙 遇到什么事情 也可以去玉帝那边找玉帝告状 有佛祖在后面 玉帝不敢太过放肆 但是上一次上天庭 玉帝明显的霍兴泥 对于他们东渡大堂并不热心 但是顾及到面子和佛祖 只是没把这话说出口而已 悟空 你身上伤势并没有好 还是歇一歇吧 让沙悟进去天庭 或者去找菩萨告状 算了 沙师帝人微言轻 那冥王十分无礼 沙师帝不一定打得过他 我的伤势不碍似的 等着我去去就来 孙悟空是个急性子 说话兼人就已经闪了 他先去了天庭 只是还没靠近南天门 就看到那些守门的都在喊 那猴子又来了 那些守门的将士 对于孙悟空印象很深呀 这猴子刚和冥王打架受伤 这才多久又跑到天庭来了 想干嘛 有守门将士拦住了孙悟空 毕竟不是天庭的人 他是灵山的人 我要去监狱店 快点通报一上 这一次孙悟空倒是客气了一点 毕竟上次和冥王打斗落败 这些南天门的将士们 都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这次说是告状 更多是求人 求玉帝管教一下冥王 所有孙悟空倒是难得的客气 而吴刚在孙悟空来的时候 也接到了消息 因为他当时就在玉皇大帝的跟前 这猴子 没完没了了 又来了 玉帝正在听取 听到孙悟空的消息 却是皱一下眉头 这猴子真是没完没了了 还能不能让人开心点 但是也不能拒绝不见 毕竟孙悟空是灵山佛祖 坐下的战斗圣佛 这样的封号 也算是佛祖的得力战将 还真不能不见 毕竟佛祖和天庭之间关系不错 宣答过来吧 你们都下去吧 玉帝最后一句话 是对那些正在歌舞的仙子们说的 至于吴刚 则稳稳地站在玉帝身边 他可是玉帝的心腹之臣 自然是要留下来保护玉帝的 孙悟空一见玉帝 就冲着他作衣 然后围着玉帝绕了一圈 显得十分的亲热 这让玉帝脸上 总算是有了点笑容 玉帝老儿 明王不管手下人 让他们在凤仙郡行凶 不但抓走了我的二师弟 而且还抓走了 凤仙郡的三个王子 你到底是管还是不管呀 那凤仙郡的三个王子 好歹也是你的子民 受你的庇护 如今他们被抓 你总不能坐视不理 这孙悟空 这回用了激将法 把凤仙郡的三个王子抬出来 他们是玉帝管辖下的凡人 被冥王的人抓住了 玉帝怎么能不管 上次我一直听冥王喊冤枉 说是你冤枉他了 吴刚 速速去传冥王上来对峙 猪八戒被抓玉帝可以不管 但是真的是凤仙郡的三位王子被抓 玉帝则不可能不管 因为毕竟是他的子民 他在享受着香火供奉 冥界其实此时也在波涛暗涌 因为孟婆已经开始抽调手下的势力 想对那三财庄进行围剿 只是三财庄的庄主实力太强了 冥王打算最后出手 强势镇压这三财庄的庄主 把天地当铺的势力 彻底在冥府清除掉 玉帝的召唤 让冥王愣了一下 走的时候还算他聪明 告诉孟婆 除掉三财庄的事情 稍后一点动手 因为去天庭 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怕耽误他们的计划 孟婆接到命令后 又按兵不动了 这让三财庄的吴明心底 暗自吐槽 这女人真是反复无常 好不容易机会快来的了 怎么又变成了缩头乌龟 原来接到张凡消息的吴明 早就做好了准备 打算借着这个机会 在冥府把势力再扩大一些 甚至 他都在想多安插一些人在冥府 他等冥王的人先动手 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个时机眼看就要等到了 冥王这边又缩回去了 真是心里累啊 这个冥王胆子太小了 冥王匆匆地上了天庭 在看到孙悟空的时候 依旧是在灵霄宝殿上 而这一次 孙悟空又一次指责他的人 劫持了凤仙骏的三个王子 还有他的二世帝 冥王一听 又被孙悟空污蔑了 想着自己的 想打压清除天地当铺的行动 再一次被推迟延缓了 气就不打一出来 整个人差点就暴跳如雷 起奏御帝 这孙悟空身为佛家弟子 但是却口出狂言 处处污蔑本王 求玉帝为本王做主呀 冥王此时冲着玉帝哀求 甚至还挤出几滴眼泪 让在天庭两边的神仙面面相识 这冥王还真是能屈能伸 当着这么多人面 还能掉眼泪 不过也由此可以看出来 这孙悟空 怕是真的冤枉人家了 玉帝老儿 这冥王在撒谎 抓我二世帝 和三位王子的 确实是他的手下人 而且还手持勾魂镜 那可是冥王的法宝 求玉帝明鉴 为我主持公道 这一次 孙悟空也丝毫不退让 不住地在玉帝面前 指责冥王撒谎 而玉帝看他二边的人 只觉得头大 不过他看了一眼 站在身边的吴刚 给了他一个眼神 却见到吴刚冲了出去 分开两个正在争吵之人 灵霄宝殿之上 如此争吵声和体统 吴刚响雷般的声音 让俩人总算是安静了下来 玉帝那边喊了一声 太上老君 老君 既然二边人都在喊冤枉 不如你下届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回来再给我禀告 既然孙悟空和明王 都在叫冤枉 那就派人出去调查吧 能让玉帝相信的 太上老君 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而那边的孙悟空 看到玉帝终于 肯派人下去调查 这边心底倒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想到 上一次就是玉帝或心泥 自己才受伤 那么这一次 自己也得去搬救兵才行 所幸孙悟空去南海紫竹林 他和观音菩萨 都在佛祖坐下 离开灵山的时候 佛祖曾经下令 佛家弟子不管是谁 只要遇到他有难处 都得出手相助 所有孙悟空去找观音菩萨 那是心安理得 只是还没到 进紫竹林的时候 孙悟空就闻到 一阵异乡扑鼻 他动了一下鼻子 就顺着那一箱 跟随了过去 却见三间茅草小屋 小屋前面有一个院子 院子里有桂花树 而桂花树下 有石桌石凳子 在那石桌上 刚好放了一杯茶水 那香味 就是从茶水里飘出来的 好茶 好茶 这莫不是九品莲香茶 孙悟空看到那 满满一杯茶 而四下也没有看到人 而他正式口渴的时候 端起那茶 就咕嘟咕嘟地都喝了下去 大胆泼猴 你居然偷喝我的茶 一个三尺高的童子 却是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手里端着配茶的干果 气急败坏地指着孙悟空 大喊大叫 这人孙悟空却是认识 原来是观音菩萨 座下的善财童子 你的茶 哪有 哪有 这茶又没有写你的名字 那孙悟空见识 善财童子 一边嬉笑着 一边把那杯茶的茶叶 都给吃掉了 只留下一个空空的杯子 气得善财童子 只跳脚 却是无可奈何 这茶可不是凡品 他刚泡好茶 想着没有干果搭配 这才去端了一盘 干果不过眨眼的功夫 这茶居然被这泼猴 给偷吃了 谁能想得到 在这紫竹林 还有小偷 而且还是这已经去东土传教的孙悟空 真是气死他了 善财童子是越想越气 扭头就走 偏偏孙悟空一直跟在身后 而刚进紫竹林 就听到有人说 酒品莲花茶丢了 这善财童子 心里咯噔一声 脸色惨白 狠狠地瞪了一眼孙悟空 这泼猴害惨他了 善财童子偷偷弄的茶 自己还没尝到 却又被人偷喝了 偏偏这会要被人发现了 真是太惨看 那孙悟空 一看善财童子的模样 嬉戏一笑 赶紧去找观音菩萨 那边的善财童子 偷喝酒品莲花茶的事情 却被发现了 被师兄狠狠被训斥一顿后 还领了二十鞭子 这让善财童子心底 把这孙悟空恨了个半死 观音菩萨眉目慈善 听到孙悟空一番戏说后 一直没说话 只是递给他一瓶丹药 这是我闲暇炼制的一瓶丹药 可以驱除死气毒气 我看你身体里还藏着死气 你先吃一颗 以后就算是在被 明王的鞭子打中 也无碍了 观音菩萨 不愧是大慈大悲 孙悟空虽然顽劣 但此时也知道好歹 冲着菩萨作医 多谢多谢菩萨 还请菩萨到时候和我走一趟 帮我就回三个人质 还有二师兄 嗯 我自是要跟你去一次 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观音菩萨点点头 示意孙悟空先走一步 他随后就来 凤仙俊城外十里外有祥云落下 正在喝茶的张帆抬起了头 来的人应该是天庭的人 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吗 你们看好那些犯人 花月影再泡一杯茶 有客人来了 张帆抬头示意花月影泡茶 而那边太上老君已经过来了 此时他化身为一个拿着拐杖的老者 来敲门讨一碗茶水喝 快请进吧 张帆也不点破 只是请太上老君进院子喝茶 而太上老君一进门 似乎就听到后院有声音发出来 这回则是明知故问 是何声音 是凤仙俊的三个王子 他们带着人去打死我家奴仆 并且把奴仆的尸体带走了 我家奴仆黄尸怪 虽然下凡为妖精 但是一步伤人 二不做伤天害理之事 只是拿了孙悟空 他们的兵器而已 却被他们一顿打死 黄尸怪也有错在先 我也没想着要谁偿命 但是黄尸怪是我的仆人 他的尸体也该归我所有 这凤仙俊的三个王子 私藏我奴仆的尸体 又冒犯我 我只是让人把他们困住 小座惩罚而已 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张帆这话说得轻描淡写 一边的太上老君心敌也有数 那就是他虽然极力掩藏 但是依旧在这个看起来 就像是凡人的面前败北了 太上老君忍不住再一次打两张凡 在他面前这个凡人 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 鼻梁高平头帅气 却有些瘦辱 但是一双眼睛清澈明亮 如同星辰 让你多看一眼 就舍不得一开眼睛 而且 这人给人赶紧很奇怪 猛然一看 就像是普通人 但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手下的奴仆 可以瞬间灭掉数十万人 可以一个照面 就把猪八戒魂魄魄给抓了 还把人的魂魄给换掉了 那猪八戒可不是普通的神仙 他是灵山的净坛使者 不管是在佛门 还是天庭那实力不弱 而且 他会三十六遍 在佛门的战斗力 是很强大的 这样强大的神仙 在眼前年轻人奴仆面前 没走过一招 偏偏那白无常 还有眼前这个做丫鬟打扮 端茶到水的姑娘 那眉眼间的顺从 那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 而且 这两人真的 就做着仆仪的事情 那白无常 甚至在厨房烧火 而且非常的卖力 那表情神态 根本就不像是作伪 没有半点的勉强 似乎能做这些事情 是他最大的荣耀 这才是最可怕的 眼前的年轻人 奴仆都这么厉害 他能是一个普通人 所有太上老君和张凡 说话的时候 都是竖起耳朵听他讲话 丝毫不敢大意 当太上老君听到张凡说的那些话 心底还真的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甚至点点头 觉得张凡说的真的是有几分的道理 人家只是要回奴仆的尸体而已 并没有说要打死孙悟空或者金铲子 甚至也没有说要打死猪八剑 只是要金铲子那边用黄尸怪的尸体亲自来换 而且顺便说到一件事情 当初谁带兵去打杀的黄尸怪 事后让人赔礼道歉就好 也没有揪住不放 提出异常过分的要求 我听这位小哥这样说 倒是有几分的道理 只是不知道小哥尸臣何处 洞府何处 太上老君知道自己瞒不过张凡 这回干脆也不装了 直接问他师父和莱莉 这也是一种摸底 如果能攀附上关系 太上老君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要是莱莉惊人 他更会做这个和事老 然后卖一个好处给张凡 毕竟孙悟空他们是临山佛祖的人 就算是吃点亏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一个闲散的凡人而已 没有什么失诚和莱莉 难道就因为我是普通人 就不能为我家奴仆讨回一公道吗 张凡看着风轻云淡的 可是那话说的 却让太上老君一时雨色 没有传承和莱莉 没有传承和莱莉的人都能这么厉害 还真以为他一把年纪都白活了 或者以为他真的是老眼昏花 看不出这年轻小哥的几个奴仆 个个不凡 这样有能耐的人 口口声声说自己 只是普通人 鬼才相信这样的话 反正他是不会相信的 没有一点能力和底气 面对着佛祖的大弟子 还敢说什么为奴仆讨一个公道 面对自己 明明已经看破他的身份 却是一点都不惊讶 还敢对着他条件 那是完全把自己放在天庭 或者金铲子同等的位置上 不过就人家奴仆的这个能耐 人家完全有这个底气 为底下奴才撑腰 讨腰公道 那也实力才行 这样的普通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以前自己可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太上老君一时间脑子转过很多弯 但依旧是面色不显 还是一个笑呵呵老者的模样 而且他还和张凡又客套许久 这才笑呵呵拿着拐杖出了小院子的门 只是刚出门不久 他就像一道青烟一样消失在小院子外 院子里的花月影就开始笑 尊主 你看这太上老君去了天庭 还不知道会怎么评价你 这老头就是太上老君 今天倒是第一次见挺实趣的一个老头 张凡又喝了一口茶 虽然他知道刚才和他聊天的 很有可能是天上派下来的神仙 却还是没想过居然是太上老君 不过想一想这个老头 应该是情商很高深的玉帝信任 才会被派下来 希希 我以前见过这老头的真身 只是他肯定记不起我来了 毕竟很多很多年了 我还以为尊主你也知道太上老君 我管他是谁 就是玉帝老儿来了 我也是这样对待 我本来就是一个人烦人 就让他去猜吧 看能不能猜出我到底是谁 张凡大笑着 现在好像是越来越有趣了 是孙悟空到处在搬救兵吗 天庭之上 太上老君回去的时候 玉帝已经把孙悟空和冥王都叫来了 不把这二人的恩怨解决好 怕是他们三天二头的上天庭告状 吵的人不得安宁 玉帝老儿 这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冥王的人在下界对我下手 阻碍我们去东土传教 你看我都被打伤了 而且我们手下三个徒弟 也被他的人抓走 还有我的二师弟的魂魄 也在那勾魂镜中 孙悟空到现在还是一口咬定 是冥王的人下的手 求玉帝明断 这真的不管我的事情 我那勾魂镜里 根本就没有猪八戒的魂魄 这孙悟空如果在血口喷人 我会用鞭子狠狠地抽他 是死是活我都不管了 冥王这回也非常的不满 这个孙悟空就像是阴魂不散 一而再再而三地 一直死缠着自己放 简直是顽固不化 他就不信 这个猴子不怕被打死 两人正吵得不可开交道时候 突然有抱观音菩萨驾到 这让场中的争吵 一下子停了下来 然后就看到观音大士 缓缓走来 并且向玉帝行礼 向灵霄宝殿上的 其他神仙点头 观音菩萨这次来 所为何事 玉帝对观音菩萨 十分客气 这回放下正在争吵的 明王和孙悟空 转身却是低声询问 菩萨所来为了何事 我也是闲来无事 想来听一听这个公案 看一下打伤金铲子 勾去猪八戒魂魄的 到底是谁 菩萨微微笑着 他这一出面 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算是表明了 灵山对东渡大唐 传经人的一种态度 那就是 天庭要是包庇明王 打压孙悟空 呵呵呵 这是肯定不会就这样 善罢甘休 当然 观音菩萨一副 与世无争的模样 而且 他说话并没有咄咄逼人 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有些话哪怕不说 只要他人站在那里 一切静在不言中 玉帝自然是明白的 对 对 玉帝查一下 打伤金铲子的人是谁 太上老君不是下去了吗 应该知道的很清楚 孙悟空一见观音菩萨来了 这回也有了底气 说话的声音都洪亮了许多 他倒是要看看 明王真的对猪八戒不利的话 玉帝在观音面前 还敢包庇明王 太上老君被推出来后 先是冲着玉帝行礼 然后又冲着观音菩萨行礼后 这才慢慢地说起自己的见解 我下界后 直接找到了绑架三个王子的人 却发现 原来是因为孙悟空和猪八戒 打死人家奴才皇师怪 而那皇师怪的主人 是一个看着像凡人的年轻人 据说姓张 孙悟空 你们自己有错在先 人家只是要求你们 送还皇师怪的尸体 再给他们赔礼道歉 他就既往不救 放你们去东土传教 似乎和明王没什么关系 太上老君在天庭 也是位高权重之人 而且不打狂语 他这话一说 观音菩萨都忍不住 看了孙悟空一眼 这要是真的 那孙悟空他们 可真是有错在先啊 那明王一听 和自己没关系 脸上都不由轻松起来 连连对太上老君失礼 还是太上老君调查的仔细 虽然那猴子百年前冒犯过明府 但是当年拾过境迁 也没有计较这些 也没想着要报仇 偏偏这孙悟空还诬陷我 被我鞭子抽打 也是他自找的 怪不得旁人 明王这会把自己 用鞭子打孙悟空的事情 完全就推脱干净了 甚至说孙悟空旧由自取 而灵霄宝殿之上 不少神仙都觉得 太上老君的调查 要是真的话 这事还真是孙悟空理亏 你打死人家奴仆 智慧人家要奴仆的尸体 扣押你的人 根本就不过分 谁叫你伤人在先 老君 你不要胡说 我就不信 我送还皇室怪的尸体 那些人会把三个王子 和八戒还给我 哼哼 那勾魂镜 可是在明王的手里 像勾魂镜的法宝多得很 你怎么就死咬着我不放 明王此时也快被孙悟空 这个死心掩直着 狂给气疯了 恨不得再狠狠地给他挤鞭子 没见过这样死心眼的人 都说过多少回了 他就是不相信 孙悟空 你先送出皇室怪的尸体 打死人家奴仆 就赶紧道歉 我做一个见证人 如果那皇室怪的主人 出尔反尔 刚好观音菩萨也在 明王也在 天庭的人也在 正还帮你教训教训 那皇室怪的主人 太上老君也没有弄清楚 张凡的姓名和来历 只是知道他是皇室怪的主人 所以 这回愿意做个和侍老 好歹把这事给接过去 要不然 这猴子和明王一直闹腾 这天庭也不得安宁 玉帝一发火 少不得让他这把老骨头 又跑来跑去的 孙悟空 太上老君的提议不错 你打死人家奴仆 去道歉也不错 至少可以 把你二师弟换回来 如果那人无是生非的话 那就让菩萨和老君等 随你下凡一看 吴刚 你也下去看一看 玉帝把吴刚也给喊上了 而孙悟空环视一圈后发现 几乎所有人的意见 就是让他低头 低头给那皇室怪的主人道歉 并且把尸体给送回去 这让他心底十分不爽 可是不爽也没办法 不管是天庭 还是菩萨 看那样认为错 在于他们 谁让他们先把人给打死了 可是 当初打死皇室怪的时候 也没听说过 皇室怪的 有什么主人 罢了 罢了 多想也无一处 孙悟空就随着仲仙 一起去了玉华州的凤仙郡 然后去看到了 被层层看守的 皇室怪的尸体 那尸体果然是非常的大 足足有四五米高的 一头大雄狮 哪怕已经死了 但是依旧是威风凛凛 毛发散发着光泽 十分的漂亮 原来是一头狮子精 难怪人家主人死活不放 一定要拿回这头狮子的尸体 说不定是有复活的法子 这么好的一个奴仆宠物 谁也舍不得扔掉的 太上老君点点头 一边的的吴刚 其实早已经知道 这皇室怪被主人收服了 这会也故意开口叹息一声 这家主人还是不错的 就打死人家养的宠物 别人没要你的命 都是极好的 还想怎么样 吴刚这会是完全的 偏向了张凡这边 而他代表的 是玉帝的意思 听到这话的众人 忍不住看了吴刚一眼 但是都没有说什么 毕竟吴刚说的理由 虽然有点歪 但也算是人之常情 将心底心 他们谁家的奴仆 哪怕是做错事情了 估计也不会让孙悟空给打死 所以现在这样看 还是孙悟空 他们理亏 所以 这回太上老君出面了 要求孙悟空 他们师兄弟几个 就按照人家的意思 亲自把这皇室怪的尸体 给运送过去 并且赔礼道歉 当然 如果这招还不行 他们一行人下界 也不是吃素的 孙悟空 看向大慈大悲的菩萨 而那菩萨也点点头 如果他们肯饶了八戒的性命 把皇室怪送回去 也是可以的 少生纠纷 则少伤人性命 菩萨也以为 宁熙人是比较好 少伤人性命 则是最好的 那明王一直没说话 只是冷笑 要想有皇室怪这样的奴仆 他都不一定能做到 那勾魂镜却是在他的手里 而那孙悟空 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污蔑他 他这次到时要看看 这孙悟空会怎么说 既然大家已经拿定了注意 孙悟空和金铲子 虽然不乐意 但是也只能把这皇室怪的尸体 往城外送 而他们还没出城门 凤仙俊俊王 却是匆匆赶来了 那凤仙俊的俊王 看起来也就四五十岁的模样 身穿着蟒袍 但是却难掩脸上的焦急之色 因为他的三个王子 都被抓走了 这让他一个做父亲的 怎么不心急如焚 看到孙悟空和金铲子的时候 倒头就拜 神僧救救我儿 在这郡王的心底 估计也只有这几位神通广大 可以上达天庭的神僧 可以救下他的三个王子 所有他没有犹豫 此时满怀着希望 倒头就拜 而且一边拜倒 一边哀求孙悟空他们 赶紧出手救人 不过哀求到时候 却是发现 那个胖胖的神僧猪八戒 怎么就不见了 大师 那二师父去了何处 难道是去出手 救我三个王子吗 嗨嗨 八戒 也被那妖人给抓走了 金铲子是出家人 出家人不打狂语 这会指得把猪八戒 被人抓走的事情 告诉了那郡王 吓得那郡王一哆嗦 整个人都傻眼了 神僧这么厉害的人 居然都被人抓走 那抓神僧的妖人 该有多厉害 而且 他的三个王子 还被那妖人抓走 这 这难道是性命难保了 这凤仙俊俊王 此时心急如焚 面对神僧 却又不敢多话 只是观察到 跟在神僧面前 还有几个人 别人还好 唯独那观音菩萨 慈眉善目的模样 让他心底一颤 这些神僧请来的朋友 怕都是些神仙一般的人物 绝对都是他仰望不止的存在 要是有他们说不定 说不定他的三个儿子还有救 黄尸怪的尸体 实在是太大了 许多将士一起搬运 都没办法 把人装到马车上 上一次这黄尸怪的尸体 还是二师傅珠八戒 背回来的 这一次 他们这些凡夫俗子 可就非常的棘手 几乎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 这会只能干瞪眼 大家都让开一下 不要嗑着碰着 就听到身形高大威猛的吴刚 走了过来 手一抬 还没碰到那黄尸怪的尸体 重打几千斤的黄尸怪 就被轻飘飘地给抬起来了 直接放到另外一辆马车上 那马车的车轮往下一线 从那车轮的痕迹就可以知道 这马车上的黄尸怪有多重 不过在看那吴刚 连呼吸都无比地平稳 似乎没有用一点神力 就凭着天生的力气 就把这黄尸怪给搬运到马车上 看得众人心底有些惊讶 难怪这个吴刚 这么受御地的重用 确实是有点真本事 而那凤仙俊俊王此时 眼睛都直了 真是神人呀 他可是记得当初二师傅猪八戒 背着这黄尸怪的尸体 还是有些吃力的 甚至气虚喘喘 可即便这样 当初他们凤仙俊的人 都直接口称神仙 确实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呀 这壮士比二师傅还厉害 一想到这里 凤仙俊的俊王 赶紧来这边和吴刚攀谈起来 对他暂许有加 不住地竖起大拇指 恭恭敬敬地 向他询问一些事情 吴刚看他是凤仙俊的郡王 而且十分有理 这回也很洒脱地告诉他 孙悟空他们的计划 就是用黄尸怪的尸体 去换三个王子和猪八戒 这郡王就觉得有些不妥当 一个黄尸怪的尸体 换四个活人 而且其中还有一个 神仙一般的二师兄 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想到这里 他低声问吴刚 神仙 你说人家肯换吗 要不要我再准备一些礼物 哀求那神仙 把我家孩子放掉 凤仙郡王想到 他们抓到俘虏 都是要足经营牛羊之物 没有理由他的三个王子 加一个师父 只是这样空手 带着黄尸怪的尸体去求人 郡王明里 确实应该带一些礼物 这样更加诚心一些 俗话说得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 多带着东西 总归比空手强 吴刚立场不一样 他自然是向着天地当铺说话 而那边郡王看他神力 早已经把他当成了神仙 这会马上让人带礼物 跟随在他们后面 只是不知道 这一次 那三位王子 能不能被放回来 郡王出行 随行的不少 加上护送黄尸怪的那些人 浩浩荡荡的一行人 都往城外石里奔去 而那太上老君一行人 也是早早地到了 那个农家小院子 吹烟四起 此时应该有人在里面 来得几个人大喜 不过彼此对事宜眼后 却还是把太上老君 给推出来了 让他去和这里的主人对见 太上老君有些犹豫 却是推了推身边的吴刚 想让他和自己一起去问一问 什么时候可以换人 老君既然不想去 你且在这里休息一二 我去看看就来 吴刚想了一下 里面的人是谁 他心底已经有数 既然自己想去 那就不用陪着太上老君了 索性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毕竟他也是天地当铺的人 而吴刚愿意去 让随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做梦都没想到 玉帝的心腹之臣 居然是小院子的人的奴仆 而吴刚这一次去 主动带着一些郡王准备的礼物 敲开了院子门 那院子门打开后 又迅速关上了 里面的人是谁 冥王点起脚尖看清楚 因为这个小院子层层禁锢 外面的人想窥视到里面有什么 那是根本就看不清楚的 冥王在想 等他们谈妥后 所有事情搞定过后 他就要去堵住这些人 看是谁冒充明王府的人来 败坏他的名声 而且还得看他们手里 到底有没有和勾魂镜很像的法宝 要不然 孙悟空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认错 冥王怀疑 他们手里也有 和勾魂镜类似的法宝 可惜 冥王都看不清楚 院子里的到底是谁 院子门关上了 张帆在桂花树下喝茶 吴刚一进门 身上那骨子气息 就让附身在猪八戒身上的黄尸怪 心底一惊 因为眼前的这人 可是天神 天上真正的神仙 这人地位太高了 没想到孙悟空居然把天神请下来 和他们谈判 也不知道 主人最后会怎么办 黄尸怪的目光看向张帆 就看到他跪倒在张帆的面前 毕恭毕敬地对他行礼 奴才吴刚 见过尊主 吴刚这话一说 惊得黄尸怪 下八都快掉了 这天神吴刚 居然也跟自己一样 是尊主收的奴才 天了 黄尸怪只觉得脑袋嗡嗡地想 简直不敢相信 这就是事实 怎么可能 这吴刚可是天神 天上的神仙 居然也是主人的奴才 那就是和自己一样了 黄尸怪的心 怦怦止跳 心底激动不已 看向张帆的目光 更是死心塌地万分敬佩 嗯 你下凡了 是猴子把你请来的吗 外面什么情况 你们那边决定怎么办 猴子都请了哪些救兵 张帆这几个人问题问下来 吴刚慌忙 把外面的一些情况 都告诉了张帆 包括明王和孙悟空二次打斗 闹到天庭请玉帝做主 包括此时外面 奉仙俊俊王准备一些礼物 想换回自己的三个王子 还有外面的明王 以及观音菩萨都来了 他们也是打算先礼后兵 如果不行就抢夺 当然所有人并不知道 这小院子里的人是 天地当铺的人 也不知道 吴刚也是天地当铺的人 所有此时院子里人 知道外面情况 但是外面的人 却不知道院子里的情况 尊主 如果你要拿下外面的那些人 我可以和你们理应外合 我甚至可以出其不意地 干很多事情 吴刚对张帆 倒是忠心耿耿 这会依旧是以 天地当铺的利益为重 以张帆的命令为重 张帆却在思考 吴刚告诉他的一些事情 关于孙悟空 关于明王 没想到 他们居然起了这么大误会 那勾魂镜 估计在孙悟空的眼里 也只有明王那边有 这倒是很有趣 你在天庭安心做事 轻易不要暴露了我们的关系 至于这一次 我的目的就是要 黄尸怪的尸体 其他的都不重要 而明王和孙悟空的误会 那是越重越好 只有水浑浊了机会才会来 张帆宽慰了吴刚几句 吴刚算是自己 在天庭安插的钉子 这个钉子就这样用掉 实在是可惜了 所有他有自己的处理方法 很快 张帆对吴刚交代了几句话后 就看到他不住地连连点头 小院子的门再一次打开了 吴刚走了出来 表示他直接把 黄尸怪的尸体带进去 然后再把凤仙郡的郡王也带进去 那边的人答应放人 不过人家只是同意让吴刚进出 并不肯见外人 明王和孙悟空虽然也想进去 但是却没有法子 吴刚根本就不让进去 说是里面的哪位不让 至于里面的到底是谁 是哪路神仙 吴刚表示自己 也说不上来 但是里面的人很强 身上有骨子阴气 他不敢妄动 阴气 有人看向明王 从明府来的人身上 总是有骨子阴气 当然有人遮掩得住 外人看不清楚 但是有人遮掩不住 或者法力比较高的人 可以看清楚 那些人身上的阴气 吴刚这些话 确实让明王脸一黑 小院子里的是明府的人 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 让跟黄尸怪的尸体一起进去 我想看看 是那些人敢冒充我们明府 明王想趁机一起进去 可是却被吴刚给拦住了 玉帝派我来 是帮助你们把事情解决好 要是人家不肯遵守诺言 我会第一个冲上去 此时大家还是老实点 按照人家提的规矩来才好 吴刚明面上是天庭玉帝派来的人 此时不管是孙悟空还是明王 谁也不敢真的和他撕破脸 多少还得卖他一点的面子 而凤仙郡王战战兢兢进去的时候 却是一眼就看到 站在一边的三个王子 他们此时身上都没有被捆绑 只是很老实地站在一边 听桂花树下一个年轻人 在讲什么事情 有水源可以开渠道 饮水灌溉 或者把下雨天的雨水都存储起来 变成鱼塘湖泊 那些荒地有水源 才能种庄稼 只有这样 才能解决根源问题 有田有地有水源 自然就有百姓的富足 才会有百姓的拥戴 凤仙郡王愣住了 这人居然在讲治国强国之道 他是谁 他想干什么 凤仙郡王冲着张帆拱手 然后也站在一边听 农业是国之根本 而吃饱饭后 就可以发展商业 让老百姓口袋富裕起来 但是前提是一个 郡队有军队的支撑 军队的强大 才能支持一切的发展 张帆说的 在后世一切很浅显的道理 指出 他们把钱都拿来修建庙宇 给僧人免税 提高僧人的地位 增加僧人的数量 实在是太愚昧了 只是因为 这些僧人能求雨吗 不 这些僧人是求不了雨的 要想风调雨顺 就得修渠道修水塘 建立发达的灌溉系统 而不是靠一些僧人求雨 而且 那些僧人会加重城里的负担 那些庙宇 那些免除的赋税 那些不是劳作的僧人 都会让本来的大汉之后的凤仙郡 陷入更深的泥潭 凤仙郡郡王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先生 只觉得 他说的一切 简直让人闻所未闻 而且真是处处为百姓所想 而且他说的真的是太对了 这些话 那些大臣们 其实也都说过 但是因为自己的三个王子都豪武 崇拜神仙 而他们所拜的三个师父都是僧人 为了让师父们满意 凤仙郡才会大行佛教 其实 在这几个神僧来之前 凤仙郡并不是很信佛 更多的他们愿意相信 自力更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不是靠吃素念经改变自己的命运 多谢神仙解惑 小人一定铭记在心 我会注意 Search控制僧人的数量 还有寺庙的规模 凤仙郡的郡王跪在了张凡的面前 他似乎知道张凡的意思 可以拜佛 但是不能全信 也不能全郡家家户户都拜佛 而不是生产 黄尸怪的尸体可以留下 你们带着猪八戒 可以出去了 这一次 张凡是以白无常放出猪八戒的魂魄 他的魂魄一直关在勾魂镜中 黄尸怪的魂魄 从猪八戒的身体里出来后 直接钻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然后 张凡给了他几滴黄魂汤 只见喝了黄魂汤的黄尸怪 很快就复活了 而亲眼看到 他们复合的凤仙郡王父子 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真是神仙啊 这黄尸怪明明死了一二天了 尸体冰凉 而且他们看过不知道多少遍 但是抬进来后 这神仙只是花费片刻功夫 真的就让这黄尸怪复活了 这是让人膜拜的神仙手段 凤仙郡王这边 不住地跪下向张凡磕头 在他们看来 这位神仙比几位神僧 更加厉害无比 他说的话语 才是真的圣人语言 半点也不会错的 难怪那力气大如山的神仙 都对他们如此顺从听话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神仙 凤仙郡王再一次 膜拜在张凡的脚下 而张凡说的那些话语 再一次在他的心底响起 小院子外面的明王和孙悟空 都很有些交集不安 他们想冲进这个小院子 可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再看看前面不说话的吴刚 谁也没有这个胆子 突然 那个郡王带着三个王子走了出来 众人齐齐松了一口气 这三个王子被放出来了 那就说明猪八戒也能被放出来 只是他人怎么还没出来 里面的神仙说了 要他放人可以 剩下的三个和尚 要对他这个小院子 进行三跪九扣 对打死他奴才赔礼道歉后 猪八戒就可以直接复活放出来了 这奉仙郡王的话语 让本来焦急等待的孙悟空 几乎暴跳如雷 不行 不行 俺老孙可不答应 他又不是佛祖 怎么能三跪九扣地赔礼道歉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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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悟空的脑袋摇晃得像波浪鼓 不管说什么 一万个不行 就是不行 他天不怕地不怕 还没向谁三跪九扣赔礼道歉过 这怎么能行 金铲子也皱眉 这怎么能行 是不是故意在刁难他 这样不好吧 我们是佛祖坐下传经人 怎么能对人三跪九扣赔礼道歉 一向性格平和的沙悟 竟听到这个消息后 都觉得无法接受 就更不要说脾气暴躁的孙悟空 可是这一次 那郡王不说话 只是护着自己的三个王子 然后规劝 一般地说了几句话 那神仙说 他的奴仆被你们打死 是被你们打死 让你们三跪九扣代表的是诚心道歉 让你们以后在动手的时候 多想一想 佛家不杀上 这郡王这话一说 另一边的观音菩萨 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而一边的吴刚 也是不住地点头 其实这事情错真的在几位师父 好端端地把人打死 人家能轻易拿了猪八戒的性命 只是让他们三跪九扣的 赔礼道歉而已 也没有提出一命抵命的说法 我觉得几位就是为了自己徒弟和师弟 就算是委屈一点又何妨 总好过去天庭搬救兵 吴刚自然是极力赞同 让孙悟空他们 向院子里的人三跪九扣 主人想干什么 他都会全力支持 一边的太上老君 摸了一下胡须 也点点头 吴刚将军说的其实不错 你们既然是传经人 一路上自然是会遇到千辛万苦 这一次就算是为了师弟 丢一次面子也无妨 面子总比师弟的性命重要 能道歉解决的事情 何必要拳头来 何况 太上老君也极力赞同 让孙悟空他们三跪九扣 反正这貌似是最简单一个解决方法 最重要的是 对于他们来说 真的没有什么损失 只要让他们几个道歉了 那孙悟空就不会再去找玉帝 自己也不用跟着跑来跑去 把事情办好了 他虽然没有功劳 但是也有苦劳 是啊 几个师父既然要传教大唐 自然是也能屈能伸 做错事了 道歉又何方 又不是要谁的命 冥王此时看似劝说 但是却阴阳怪气的 他都想笑着看热闹 看猴子三跪九扣 只用想想 就觉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没错 我没错 那个黄尸怪 偷到我们的兵器在先 我打死他又有什么错 这会让我给他们赔礼道歉 我不干 孙悟空突然跳起来 义愤填膺 悟空 悟空休得胡闹 金蝉子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心却是喊住了孙悟空 当日 也只有他和白无常 他们交手过 他的言出法随 对于白无常和花月影 根本就没用 而且 那些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迅速地search 控制了猪八剑 后面抓走三斗王子 就没什么悬念了 这一批人 他们弄到 现在连人家来历都摸不清楚 而且 孙悟空又受伤了 此时虽然看着他们 请来太上老君 殿前将军 还有明王 以及观音菩萨 其实 除吊观音菩萨和他们 都是灵山座下的 剩下那些 都不是真心帮助他们的人 特别是明王 看看他阴阳怪气的模样 估计不落井下石 都是好的 至于吴刚和太上老君 他们的法力高强 可是你看看他们的态度 就代表着一切 怕是如果孙悟空不愿意道歉 这些人非压着他去 不然的话 以后孙悟空上天庭求救 谁知道还会遇到什么事情 这两个可是玉帝的心腹 代表着是玉帝的意思 佛祖和玉帝 本来是彼此互相尊重的 他们不能打破这个平衡了 金蝉子之所以被选去东土传经人 不但是因为他是佛祖的弟子 而且还因为他不像孙悟空那样冲动 他有大局观 他遇到事情心智坚定 能冷静分析那种 对自己是最有利 所有他才会成为传经人 这个队伍中的头是他 而不是冲动 暴躁的孙悟空 师父 那些人欺人太甚 让俺老孙去把那个小院子 打他个稀巴烂 孙悟空大喊大叫着 就要往那小院子冲去 却被太上老君慌忙拦住 不可 不可呀 你二师弟的命 还在人家手里捏着了 悟空 不得胡闹 观音菩萨一句话 喊得孙悟空 像是被戳破的气球 瞬间就老实了 别的人话他可以不听 但是观音菩萨的话语 他却是不能不听 菩萨 俺老孙 这些人欺人太甚了 孙悟空还在争辩 却见菩萨在摇头 悟空 不得无礼 你确实有错在先 不问青红皂白 就打死人家的奴才 将行比心 你要是打死我做起 你说我让你跪下来道歉 是不是很合理 菩萨这话说的 孙悟空直摇头 菩萨 可你是菩萨啊 那些人岂能跟你相提并论 悟空 你还是没有明白啊 让你东土传经 就是让你成长起来 那么多子弟中 为什么要选你 去东土 菩萨一副恨铁不敢刚的模样 恨不得敲打一下孙悟空 这猴子暴躁脾气 什么时候能改 能把小院屏蔽掉 他们都无法看清楚 里面的一草一木的人 岂是等闲之人 人家的实力摆在这里 不管是天庭的人 还是明王 或者佛祖 坐下的菩萨 此时都看不清小院子里人的深浅 这就已经够了 人家不管是提出什么要求 你只能答应 连人家深浅都看不出来的人 还想和人家为敌 你够资格吗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赶紧地去向人家 三跪九寇的磕头赔礼 把你二师弟就回来 菩萨这一开口 孙悟空都惊呆了 原本以为菩萨会为他撑腰 谁知道菩萨还压着他 让他赶紧赔礼道歉后 好把猪八戒救回来 一时间 孙悟空呆坐在哪里 两眼发直 整个人像是魂魄出窍 半想都没缓过神来 失望的情绪 很快弥漫着他整个身体 让他几乎不能自已 旁边的太上老君和吴刚 也在一边劝说着 让孙悟空等以大局为重 赶紧去救回他们的二师兄 一边的沙悟静 这会也听菩萨和太上老君的话语 用手推了推孙悟空 大师兄 还是和我一起跪下吧 当初也是怪我们 不问青红皂白 把人家奴才打死了 有些人 真的不能惹啊 沙悟静贪一口气 这三界之中 牛掰的人多得很 不光是有玉帝和佛祖 很多人就是佛祖 也会另眼相看 而他们就更加惹不起了 这样的人 愿意宁悉人士 只是让他们磕头赔礼 已经是好的 这眨眼功夫 就取了二师兄的魂魄 要真是惹怒人家 没有菩萨和太上老君等人的帮忙 他们剩下三个 也不够看呀 所有 磕头吧 认命吧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人家太强了 他们只能低头 沙师弟 我 孙悟空叫了一声杀师弟 一下子扭过头气的浑身发抖 想他孙悟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生平最恨给人低头 这 这居然让他跪下来 给人赔礼道歉 简直就像是在他胸口捅刀子 让他忍无可忍 他的眼睛发红 强忍着一股子愤怒 可是又知道 今天他只能听菩萨的 和太上老君和吴刚他们的 因为他们代表着 三界最强的几个人 他要是今天赌气 不给他们面子 接下来去东土大唐传教 真要是在遇到什么事情 想找他们帮忙 那就更加难上迦南 可这去东土大唐 还有万里之遥 一步步走来 要盖上一百多个国家的通关御碟 中间谁知道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心底再有恨 再不愿意 这口怨气都得吞下来 孙悟空红着眼睛看四周 就看到所有人都在看自己 他咬咬牙 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 又叫了一声 师父 这才又看到 金铲子也低下了头 闭着眼睛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一切静在不言中 几个人这才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一起慢吞吞地 往那小院子走去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段路 就像是他们去西天取经 一路新来 那是异常的艰难 简直赶得上 他们要走得万里之遥的苦难 几个人都低垂着头 一步步地往前挪动着 那边的孙悟空 一只手都捏出青筋 暴躁的脾气 差点就压抑不住了 可是再难再不情愿 也得压下来 因为形势比人强 他孙悟空虽然无法无天 但是也有低头的地方 所有走到那小院子前后 孙悟空看了一眼 在前面已经扑通跪在地上的金铲子 一下子闭上了眼睛 总有千万般不愿意 孙悟空还是弯下了膝盖 万般无奈地 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那地上的灰土 见其老高 似乎迷了他的眼睛 让孙悟空的眼睛更红了 然后眼泪无声地花落下来 滴到了下面的灰土下 瞬间不见了 传经人金铲子 邪大徒弟孙悟空 三徒弟杀物 觐见过上神 实在是我家徒弟太鲁莽 误杀上神的奴仆 望上神大人大量不要计较 希望上神能 宽恕我家二徒弟 放了猪八戒一命 我们下次一定会注意 再也不会这么鲁莽行事 金铲子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一直注意这里的 凤仙郡王和三个王子 此时脸上难眼惊讶 吃惊地看着这几个神僧 当初他们求雨的时候 是多么的神勇威武 在他们心目中 就是最强大的神仙 谁也比不上 毕竟能让他们 凤仙郡下雨的神人 又能让天空中出现神仙的人 那该是多么厉害 而且 到这几个神僧各自会武艺和许多种的变化 还能一举击毁黄尸怪的洞穴 凯旋而归 对于凤仙郡王和他的三个王子来说 这几个神僧 简直就是最强大最厉害的存在 但此时他们心目中的神 却是跪在小院子外面 祈求别人的原谅 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但是他们几个 可都是见过那个理着平头 打扮怪异的张凡 而且 那个上神还对他们和蔼可亲地说过几句话 那些话语当时听着就觉得有些特别 此时想来更是句句真言 句句都比佛家的真经还要有用 特别是 对于他们奉仙郡的一些情况 简直是对症下药 一点都不错 只有这样才能名副国强 他们是得到了天大的造化啊 一想到这里 那郡王激动不已 也扑通一声地跪在了地上 在他的身后的三个王子 此时什么话都没说 也是一样地跪下来 向着小院子磕头行礼 而那小院子子门虽然关闭着 外面的人看不清楚里面的情况 但是里面的人 却是可以清楚地看清楚 外面发生的一切 包括孙悟空他们下跪 本来正在喝茶的张凡 看到孙悟空闭着眼睛 虽然是万般不情愿 但还闭着眼睛跪下来了 张凡心底一颤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 连天宫都敢闹的孙悟空 今天居然给自己跪下来了 这一跪重于泰山 真是难为他了 这猴子心里苦呀 哈哈哈哈 不过张凡心底倒是挺痛快的 浑身上下 就像是三福天喝冰水 从上舒服到下 每一个毛孔都舒张开来 太痛快了 没想到 不管是菩萨还是太上老君 都是不约而同地 压制着猴子向自己下跪 张凡觉得 他们都是怕麻烦 不想自己出力 只是想怎么简单怎么来 能让猴子跪下道歉 就能把猪八戒救出来的话 他们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反正跪下的也不是他们 鄙视 这一次 张凡狠狠地鄙视了一下 菩萨和太上老君 几个老滑头 白无常 黄尸怪 把猪八戒放出来 抹去他 这段时间记忆 让他出去 白无常送他出去 然后再和冥王打个招呼 最好弄点误会 哪怕就是在金铲子和孙悟空心底 扎一根刺也好呀 那个冥王可没安好心 既然都看到孙悟空和金铲子 向自己下跪了 张凡也算是心满意足 本来只是拿回黄尸怪的尸体 救活黄尸怪 然后让他变化后跟在自己身边 可是抓了那么多人 就换一个黄尸怪的尸体 张凡觉得有点不划算 索性让金铲子和孙悟空 向他三跪九寇行大礼 原本也没有抱很大希望 毕竟金铲子和孙悟空 都不是等闲人 却没想到机缘凑巧之下 这孙悟空 还真的向他下跪了 这一跪 让他心满意足 无比的畅快 似乎一下子 走到了人生的巅峰 外面的孙悟空 一旦跪下来 然后就进行繁琐的三跪九寇的 三跪九寇 要双膝跪下三次 磕九个头 这是最敬重的行李方式 也是表示 心底非常的尊重和诚心 这是拜大神最高的最大的礼节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隆重的 而金铲子在最前面三跪九寇 孙悟空和沙悟静景随其后 那猴子虽然非常不情愿 可是却依旧跟着金铲子后面三跪九寇 说来也奇怪 在他们跪下诚心叩拜后 张凡之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 他似乎看到 三界混沌之中 有什么发光的东西 嗖的一声飞出来 然后越飞越快 快得根本就看不清楚是什么 然后那道金光闪闪的东西 似乎飞到了天地当铺之中 张凡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事情 他眼睛一闭 人已经回到了天地当铺 在那张宽大的桌子上 此时放着一对金光闪闪的流星锤 一看那流光一彩的模样 就不是凡品 尊主 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我刚听到动静 我就跑过来了 这东西就在这里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的 那边有些慌张的阴柔柔 已经跑了过来 但是他也很猛逼啊 没事 你下去吧 不用管这东西 张凡笑了笑 心情那是格外好 他可是亲眼看到 这流星锤似乎是从混沌之中飞出来的 这可是先天的质宝 只是这东西 为什么飞到了天地当铺 什么意思啊 张凡这边刚试着拿起那锤子 看到锤子上面写着 混沌流星锤五个大字 他一拿到手里 就感觉到这东西十分不凡 怕是和开天府一个级别的法宝 混沌流星锤 这东西居然重新出世了 这实在是太好了 太好了 在张凡来到天地当铺的时候 他身后的花月影 也紧跟着回到了天地当铺 开始他还没弄明白 张凡为什么回天地当铺 可当他看到桌子上的流星锤后 惊呼了一声 脸上的喜悦 那是怎么都掩藏不住 你知道这个混沌流星锤的来历 知道 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 这东西我以前在天地当铺见过 可是 后来 说来这事情 还有一段故事 花月影说到这里是 激动不已 花月影说到这里 停顿考虑一下 似乎在平复自己激动的心情 他怎么能不激动 这混沌流星锤 当年也是天地当铺的宝贝 他曾经没事的时候 就擦拭一番 时常检查 也盼望着 有人能把这东西借过去 不过那个时候 天地当铺的宝贝 实在是太多了 花月影每天都忙碌着 都有事情在做 所有这个混沌流星锤 似乎最后还是没有借出去 和众多的天地当铺的宝物 都放在一起 只是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 天地当铺的宝物 好像在减少 有时候对不住册子 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人发现 等到发现的时候 当铺里的放置宝物的架子 已经空出来不少 当时的主人 就命令花月影彻查这件事情 花月影还记得 那段时间 他没日没夜地守着那些宝物 可是宝物还在丢 隔三差五地就丢一件 丢得让人心慌 丢人让人想哭 但是却哭不出来 他们没办法解决 天地当铺丢宝贝的情况 当时的主人极得厉害 可是却怎也找不到 这些宝物去了哪里 有一次 花月影甚至亲眼看到 那宝物 从架子上飞出去 然后他在后面追 眼看着飞到了混沌之中 而当时的旋风飞大 他根本就不敢跟随进去 他自己被那疾风给卷走了 因为当时的疾风 扫了一点到他的身上后 让他浑身伤痕累累 身上几乎都割破了 后面他把这事情 禀告给当时的主人 主人去了混沌之地 很久很久之后才空手而回 却是不准花月影 在说起混沌之地的事情 而那个时候 天地当铺的宝物 还是会经常不翼而飞 久而久之 天地当铺的宝物再多 到了最后 很多交易人来 却拿不到想要的宝贝 以至于天地当铺的生意 越来越差 再加上主人 从混沌之地回来后 整个人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有些逾期不还的客人 主人也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是很在意 主人都这样 花月影倒是想追回那些 借出的宝贝 可是她一个气灵力量 终究有限 天地当铺生意不好 也会影响她的力量 时间长了 这一切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以至于到最后 情况越来越糟糕 到后来 天地当铺的主人失踪 天地当铺的不少货物失踪 很多货物被逾期不还 直到张帆进了天地当铺 成为这里的主人 这还是花月影时隔很久很久以后 才重新看到混沌流星锤 重新出现在天地当铺之中 听到花月影说起这混沌流星锤 张帆也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个宝贝 居然还有这样一段来练 花月影 你说 你以前在天地当铺 见过这流星锤 我今天感觉到 这流星锤 是从混沌之中飞出来的 会不会当初这都宝贝失踪 就是去了三界的混沌之中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东西能回来就是好事 好事 比起让我们自己亲自去找 危险重重 已经是好了许多 尊主 你想一下 用什么法子 才能让天地当铺 曾经丢失的那些宝贝 重新回来 这可比去收那些鱼器的宝物 更重要呀 此时的花月影 激动不已 都差点要跳起来了 这是他做梦都想要的好事 他实在是想不通 当年天地当铺的那些东西 怎么会失踪 然后现在那些宝贝 又怎么会回来 他真的是想不明白 这 我当时看到金铲子和孙悟空一行人 对我进行三跪九扣的时候 脑子里就似乎是看到了这流星锤 从混沌之处飞出来 然后就像你看到的这样 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 失去的宝贝 和飞回来的宝贝 和金铲子孙悟空有什么关系 或者是其他事情引起的 对于这些 张凡其实也不太清楚 但是现在看 总归是好事 至少他们失而复得了一件宝贝 这流星锤 既然是和开天府差不多 张凡觉得 如其放在天地当铺中 还不如把这些东西 给了黄尸怪 这黄尸怪 虽然修炼千年 但是却打不过猪八戒 和杀物镜等人 这不就是没有趁手的宝贝兵器吗 要是这流星锤和开天府 是一样的好东西 那么就把这宝贝赏赐给黄尸怪 反正黄尸怪和天地当铺 签订了契约 只要契约在 他的性命自由灵魂 都归自己所有 自己的奴仆强大了 他才能坐在小院子里 不用露面 就可以接受人家三贵酒的大礼 而且 吴刚得了开天府 白无常得了勾魂镜 这流星锤送给黄尸怪 那是正合适 说到白无常 此时的白无常 已经按照张凡的吩咐 把勾魂镜里猪八戒的魂魄 给放出来了 并且让他魂魄 回到猪八戒身上 这还不算 白无常又出手抹去 猪八戒的一些记忆 比喻他被抓的记忆 看到张凡和花月影 他们的记忆 然后办完这些事情后 白无常就准备 把猪八戒送出小院子 而小院子外面 已经叩拜外的金铲子 和孙悟空等 此时身上都沾满了泥土 但是却没有动手去清除 因为他们 还是看不清楚 小院子主人的模样 也不知道真的动手清除的话 会不会让那小院里面的人不快 可是等了一盏茶的功夫 小院子里似乎还没动静 这下孙悟空就安耐不住了 一下子跳了起来 手里拿着金箍棒器的魂发抖 俺老孙被骗了 俺老孙被人耍了 啊 无比气愤的孙悟空 一下子跳起来 就想拿着金箍棒 把这小院子砸个稀巴烂 真是恨死这地方了 就是在这里 他被骗得好惨 悟空 不得无礼 孙悟空 且慢动手 且慢动手 观音菩萨和太上老君 齐齐地喊着孙悟空 让他不要冲动 千万不要冲动 而正在此时 小院子的门打开了 就看到白无常带着猪八戒 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本来暴跳如雷的孙悟空 一看猪八戒 手里的金箍棒 也没有打人了 这回抢先几步 小跑到猪八戒身边 上下打量着他一圈后 心底那骨子火气 总算是消掉了 而此时的白无常 却做出一个让人 十分狐疑的举动 白无常走到了 一直站在角落 冷眼看着一切的冥王面前 见过冥王大人 白无常很自然地向冥王行礼 而且那动作行云流水 没有半点的迟钝 就像这套行礼问安的动作 他做了千百遍 其实 白无常向冥王 这样行礼 何止千百遍 他在冥府待了上千年 每次见到冥王后 都会单膝跪下 头低下向他行礼 从动作到眼神 到他的面部表情 都search控制得非常好 这一套行礼的动作 看着不到半分钟 但是舒服得 让人觉得非常顺眼 只是冥王愣住了 你是 冥王似乎还不能确定 眼前的人是谁 但是白无常却似乎想起什么 慌忙来了一句 久仰冥王的威名 今日一见冥王 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 幸会幸会 白无常脸上 带着有些生硬的笑容 和冥王客套着 似乎两人是第一次相见 而后 他又赶紧拜见 观音菩萨和太上老君 模样说不出的恭敬 但是观音菩萨 却是撇了冥王一样 还有太上老君 也是笑眯眯的 和白无常打了一个招呼 不管冥王怎么掩饰 白无常怎么说 但是他们身上的气息 是一样的 哪怕白无常身上 阴气很少很淡了 但是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 又是什么人 他们可以感觉得到 像在菩萨坐下的 一些童子和仆人 哪怕去了人间走一遭 但是身上依旧有佛香的味道 常人是闻不出来的 但是他们可以的 所有这会 冥王装作不认识 白无常的模样 就有些可笑了 孙悟空虽然脾气暴躁 但是他并不是那种 没有脑子的人 看来这冥王 可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无辜 师父 大师兄 那边被抹去部分记忆的猪八戒 一看到金铲子和孙悟空 就跑了过去 然后在说话中 看了一眼那白无常 我在小院子里 就看到他 是他带我出来的 至于什么黄尸怪 没看到 猪八戒的话语 让大家沉默了 这个白无常 虽然没有自我介绍 但是他身上流露的气息 并不是很强大 所以 小院子里应该还有别的人 特别是黄尸怪的尸体 送进去后 也随着消失了 那就让大家更能确定 这小院子里 还有一个实力强大的人 但到底是谁 此时谁也不敢断言 白无常跟众人打了招呼后 也没有多说话 就消失掉了 只留下太上老君等人 打算回天宫复命 观音菩萨 冲着金铲子和孙悟空点点头 死去东土传教路途遥远 困难重重 若是遇到化解不了的困难 可来子竹灵寻我 这是观音菩萨的善意 让本来万分沮丧的孙悟空等人 起起松了一口气 恭送观音菩萨离开 而那边太上老君和吴刚 也来和金铲子等人道别 今天金铲子孙悟空 为救下师弟做出的牺牲 我也会起奏陛下知晓 至于一些事情 我们也会起奏陛下 你们放心好了 太上老君说了几句场面话 倒是让金铲子和孙悟空 心底好受不少 至少今天的牺牲 他们都知道就好 多谢太上老君直言 多谢殿前将军跑这一趟 金铲子不住和太上老君和吴刚客气着 而那边冥王冷哼一声 直视着孙悟空 你可认清楚 你师弟到底是谁打伤的 我人就在这里 小院子里的事情我可不知道 下次再敢污蔑我 估计谁庇护不了你们 冥王此时也难得的 也没追究什么 只是说了几句的狠话 这才消失掉 他离开的时候 心底还在想 刚才和他见里的人 到底是谁 怎么就有几分的熟悉 会不会是白无常 可是白无常不是去人界投胎转世去了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想着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不是白无常那会是谁 一时间冥王还是有些糊涂 但是他也没多说 只是去了冥府 想着再抽掉力量 把那个三才装给灭掉才好 这个三才装 就像是一个钉子 怎么看都让人讨厌 太上老君他们上了天庭之后 把自己见到的事情 都向玉帝起奏一遍 这让玉帝倒是有几分好奇 特别是太上老君描述张凡相貌的时候 你说 你在那院子里 看到是一个年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会不会是谁的弟子 玉帝第一个反应是 这么年轻的人 不可能是黄世怪的主人 很有可能是主人的弟子什么之类的 毕竟能让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 不约而同的选择作弊上官 实力肯定是不容置疑 而三界中还没听说那个年轻人 有这样的能耐 要是那个神仙子弟 还是有可能的 这 起奏陛下 真的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 那个年轻人不一般 而且他说不定和冥王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的一个奴仆身上带着冥界的气息 偏偏冥王还说不认识 太上老君当下把自己见到白无常 从院子里出来后的情况 也告诉了玉帝 这让玉帝皱眉 一边的吴刚一看玉帝的表情 马上也在一边插眼 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 这个冥王是有问题的 要不然和 孙悟空也不会叮上他 而且 那从小院子里出来的人 也不会和他扯上关系 我赶紧这冥王 怕是要有什么大动作 虽然小小冥王不足挂齿 但是 吴刚本来就被玉帝信任 在玉帝的眼里 吴刚才是自己的人 太上老君这样说 玉帝都有些泛意 再加上吴刚这样一说 玉帝就几乎都信了 毕竟吴刚和太上老君 不会联手起来骗自己 那么这个冥王还真的有问题 那孙悟空脾气虽然坏 但也不是个小人 他来告冥王也是有道理的 吴刚你去一趟冥府 看冥王是不是要有什么大动作 如果有什么反常的诉讼来报 玉帝很快命令吴刚 让他去冥府查一些冥王的动静 而接到命令后的吴刚 不是先去冥府 而是先去了天地当铺 在这里 他把玉帝的意思告诉了张凡 毕竟 吴刚也是天地当铺的奴才 这玉帝倒是神功作 帮忙也来得非常及时 张凡觉得 如果是派吴刚去冥府的话 他可以和三才庄的吴明 一起联手 对付冥王 张凡对于吴刚这个棋子 非常的满意 叮嘱一番后 让他去了冥府 而跟在张凡身后的黄尸怪 被张凡赏赐下一件重宝 混沌流星锤 这宝贝力量非常大 黄尸怪拿到手里的时候 激动不已 跪在张凡的面前 久久不愿意起来 他实在是太激动了 跪倒在张凡的面前 半想不说话 眼睛都红了 主人对他的好 一辈子都铭记在心 永世不忘 你再去凤仙郡一趟 还是再回老虎洞中 想报仇的话 可以和孙悟空珠八戒比划一下 也不要伤了他们性命 只是让他们早早地离开凤仙郡就好 这几个东土传经人 一路东行 目的就是传经 让自己所经过的国家 都能信奉佛经 甚至到举国上下到疯狂的程度 那凤仙郡三年大旱 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很苦了 这种情况下 是得抓紧恢复生产 以防有饿死人的想象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 大肆传播佛教 增加那些不是生产僧人的数量 张凡让皇室怪去一趟 只是让凤仙郡的郡王明白一件事情 那就是国家是以民为重 而不是以佛为重 可以不灭佛 但是也不能把百姓的性命 放在一边 全部去信佛 所有张凡派出了皇室怪 还叮嘱他 还有一点 你力气大 可以帮助当地开渠道 修建水塘储水 还有帮着开荒地 等这些事情处理好后 你再回来就好 张凡这命令 对于皇室怪来说 那就是圣旨 他是丝毫不敢违背 很快就去了凤仙郡 而猪八戒被救回来后 金蝉子和孙悟空 因为曾经被人三跪九拜 心底还是很不舒服 觉得颜面大师 虽然凤仙郡郡王没有说什么 但是原本跟着他们学武的三个王子 有空的时候 却是跑去挖鱼塘开渠道 说是要在凤仙郡内 开建一条渠道 用来饮水灌溉土地 还帮着百姓开荒地 也只有很少的时间 来这里学武念经文 至于原本招来的三百僧人不算 他们计划的是 在招三万僧人却被凤仙郡王婉言谢绝 说是凤仙郡实在是太小了 三万的僧人供养不起 而且这三百僧人的家庭里 赋税劳役都是全免 要是三万僧人这赋税劳役全免的话 荒年之下 凤仙郡根本就供养不起 所有凤仙郡 只能暂时供养三百的僧人 而且原本计划 在凤仙郡最好的位置 建设几百亩地的寺庙 然后在其他的地方 再建设十间寺庙的事情 也被凤仙郡王婉言谢绝 凤仙郡郡王旨 肯把金蝉子他们现在住的院落 拿出来改造一番 供给那三百僧人居住 然后那寺庙 只改造院落就好 不肯再见大庙 这让金蝉子闷闷不乐 甚至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金蝉子带着孙悟空 和剩下几个徒弟 直接去了凤仙郡郡王府一趟 因为他们身份特殊 所有根本就不用通传 直接就进了郡王府 只是等他们闯进郡王代客大厅的时候 却看到黄尸怪 居然坐在了凤仙郡王的上座 这可把金蝉子等人惊得不轻 怎么会这样 黄尸怪复活后 居然没有离开 还是留在了凤仙郡 看凤仙郡王这模样 对黄尸怪十分恭敬客气 简直比他们前段时间 在凤仙郡王这里享受的待遇还要好 真是让人气愤 孙悟空当时把金箍棒都拿出来了 对着黄尸怪更是呲牙咧嘴的 姨父要和他拼命的模样 那猪八戒也是慌忙上前 举起了靶子 那模样 他们兄弟怕是想把这黄尸怪留在这里 郡王慌忙站起来 各位神僧千万不要冲动 这黄尸大仙是来帮助本王的 帮助本王开荒地建渠道 实在是凤仙郡的大复兴呀 那郡王冲着孙悟空他们作一 却见黄尸怪也站了起来 手中却是突然冒出一对流星锤子 那锤子流光一彩一露面 对面的孙悟空眼睛都眯了一下 似乎也感觉到这锤子的不同反响 而那猪八戒也要上前去 却见黄尸怪站起来 一下子跳到院子里 如果你们要比划一番的话 我们可以去选一个没人认地方 好好打一架 你们师兄弟几个一起上都行 那黄尸怪此时手持着流星锤 豪气冲天 并不怕他们师兄弟 那郡王不住地 在喊着几位神僧 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但是架不住不服气的孙悟空 和猪八戒 此时一下子飞上了半空之中 那黄尸怪也不怕他们 手中的流星锤呼呼的一声 就冲到云霄之上 然后自己和猪八戒的九尺钉耙 抖在了一起 半空中一片金光 而那郡王带着三个文训赶来的王子 紧张地仰着头看着天空 只觉得心惊胆战 而在下面的孙悟空 却是一脸惊讶 这流星锤好厉害 二师弟的九尺钉耙 居然打不过 眼看着就从半空中掉下来 猪八戒慌忙飞上去 接住了那九尺钉耙 而孙悟空的金箍棒 和杀物镜的武器 也飞上了天空 地面上金铲子嘴里 还是念经 一个个冒着金光的字 从他嘴里吐出来 看得人眼花缭乱 凤仙郡王虽然不是很懂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 那皇师大仙 此时正在和孙悟空他们斗法 而且看那模样 好像是以一抵三 这皇师大仙实在是太厉害了吧 或者说 那几个神僧其实也不过如此 或者墙中更强中手 来得好 俺老孙很久没有好好地打一架了 那孙悟空 看着在天空中闪动的一对流星锤 双眼发光 这都不多少年 没有碰到对手了 这个皇师怪没想到还挺厉害的 当日在老虎洞中被人轻易打死 这才没过多久 应该是被他主人赏赐了一对流星锤 因为当日并没有看到过 而此时 孙悟空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得出来 这皇师怪的主人又赏赐了新的宝贝给他 就是有这个流星锤 他才如此厉害 今天他老孙就要看看 到底是流星锤厉害 还是金箍棒厉害 孙悟空目光一直盯着天空中的流星锤 只见那流星锤每一次撞击到杀物镜的兵器上都火光四射 而且撞击几次后 就看到杀物镜脸一黑 慌忙伸出手 把自己的兵器照回来 他的兵器本来也是法宝 但是架不住那流星锤太厉害 不过几次撞击 他的兵器颜色的都暗淡下来了 这要是再不照回来 继续让他们撞击下去 搞不好他的兵器就会被彻底的毁灭掉 这趁手的兵器可不好找 杀物镜自然是心疼 为了保险起见 赶紧把兵器收回来 而孙悟空一看 两个师弟都败下阵来 只会大吼一声 手中的金箍棒 就像是一条龙一样 飞了出去 他孙悟空这金箍棒 那是特别的厉害 本来也是来自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 在孙悟空手里含有对手 加上这孙悟空也有72般变化 加上这金箍棒 就像是如虎添翼 让孙悟空在这三界之中 几乎是横行无阻 孙悟空战斗力 一半来自这金箍棒 所有这金箍棒的强悍 可见一般 所有孙悟空扔出金箍棒后 那是一点都不担心 只是看着半空中这金箍棒 和流星垂斗在了一起 一时间半空中金光大胜 那金光晃得地面的 凤仙郡王眼睛都睁不开 可是即便如此 他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生怕自己一眨眼 就错过两人的比动 这次的兵器 倒是好生厉害 孙悟空忍不住在心底 赋斐了一句 想着这样厉害的对手 居然是别人的奴仆 孙悟空心底又惊又怒 这到底是谁有这么大本事 奴仆都这么厉害 这样的人 虽然没有明面上和他们为敌 但是和他们也结下了梁子 虽然没有再有生死之争 但恐怕也是 好相遇的 奴仆都这么厉害 主人是万万惹不起了 而且就这样打下去 谁胜谁负 还真是不知道 孙悟空虽然暴躁 但不是那种没脑子的人 他也会审视夺势 所有这回眼看着自己 也不一定逗得过那黄狮怪 心底道了一声惋惜后 却是嗖的一声 召回了自己的兵器 真是不打不相识 有理了有理了 收回金箍棒的孙悟空 这回冲着黄狮怪拱拱手 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的笑容 而那边猪八戒和沙物镜等人 脸色却并不好看 因为他们知道 大师兄之所以这样 就是代表着 他们输掉了 至少 大师兄是打不赢这个黄狮怪 所有才会服软打哈哈 是啊 人家一个奴仆就这样厉害 人家真的要收拾他们这些传经人 只有派出手下几个人 估计会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这回也不用去东土传经了 估计都得老老实实地回灵山算了 好在孙悟空能大能小 也是能屈能伸 所有这回打哈哈 故意和黄狮怪套近乎 那黄狮怪也想着尊主说过 可以交手笔划一番 但是不能打伤他们 所以 这回也难得没有和他们计较 只是脸上带着一丝骄傲的神情 和他们点点头 黄狮怪实在是有骄傲的资本 孙悟空他们是四个人 差不多就群殴了 但是自己 因为有流星锤的缘故 并没有落败 以一对四 还能不落下风 黄狮怪对于这流星锤 就更加喜欢了 黄狮大仙 不知道贵主人是何方神圣 像你们这样奴仆 他应该不少吧 呵呵 不知道啥时候能引荐一下 我想拜访一下贵主人 瞻仰一下他老人家的风采 这孙悟空围在黄狮怪的身边 不住地打转 脸上难得露出讨好的笑容 可是那黄狮怪却是哼哼两声 你这猴子啊 你们师兄弟几人 连我都打不过 还想见我主人 我家主人大人大量 他可还没跟你们计较 你们打死我的事情 要真见了我家主人 他要是问起这事情 你们怎么办 黄狮怪也是个直性子 心底想到什么 就直接说什么 一点都不带遮掩的 他这话一说 说得孙悟空脸一白 而那金铲子脸色都变了 这黄狮怪好生无理啊 虽然这是事实 但是说得好生无理 让人气愤无比 可是再生气也没法子 这黄狮怪背后站着的人 他们都弄不清楚来历 哪还敢生气 再说了 弱者哪有资格在强者面前摆谱 他们也没这个底气啊 所有黄狮怪说得再难听 那猴子就嘻嘻一笑 似乎根本就不在意 而猪八戒和杀物禁脸上 有些挂不住了 可是他们既不如人 这回别人就是说二句难听的话语 就算是打骂他们 此时也只能忍着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黄师大仙说笑了 我今日是来向郡王辞行的 眼看在这里也待了很多天 三个小王子的武艺 也学的都差不多了 而我们还要去东土大唐传教 所有 师父就想着和郡王来辞行 不过这一二二日 我们就要去东土大唐了 打也打不过人家 再看凤仙俊俊王 和那三个王子的态度 也大不如前 孙悟空这回心底有气 索性要离开这凤仙俊 反正他们要去东土传教 而不是要在这凤仙俊常住 这回提出来辞行 总好过被人赶出去 面子要好受多了 这凤仙俊有这个黄狮怪在 有他背后的主人在 就没他们什么事情了 啊 几位神僧 这么快就要离开啊 我这就吩咐下面的人 好生给你们准备一些盘缠 以及路上用的礼物 愿你们早日到达东土大唐 这凤仙俊俊王 这回居然没有挽留他们 这让金蝉子心底非常的不舒服 只觉得这俊王面目可憎 刚才孙悟空和这黄狮怪斗法的时候 已经算是落了下风 金蝉子觉得他们再在这里待下去 也没有什么意义 关键是这凤仙俊很多事情 已经阳凤阴违 看来是巴结上这黄狮怪 既然这样那就罢了 他们惹不起打不赢 走还不行吗 只是金蝉子一想到 他们来凤仙俊传教的功亏一篑 心底就像是在滴血 真不知道这黄狮怪的主人 到底是谁 神到底是谁 神到底是谁 神到底是谁